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里 分享知识 点燃灵魂 阿法尔说伴你同行 今天我要分享的书籍是祥瑞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引字》 《皇帝之死》 汉元寿二年六月悟伍 公元前一年八月十五日 深夜 像往常一样 长安城正在宵禁 按照汉律 即使官府也不许在夜间捉拿嫌犯 一路上除了巡夜的卫兵 绝无闲杂人等 虽是温热的夏季 宁静的气氛里透出肃杀 此时 一个从长乐宫 也就是太皇太后王正军住处出来的人 在街上急行 格外引人注目 知晓了他的身份 巡夜的卫兵们不敢阻拦 只偷偷猜测 宫廷中又发生了什么事 此人匆忙赶到一处旅里 穿过旅里和宅地的重门 很快见到了被叫醒的主人 太皇太后的侄子 新都侯王莽 王莽曾经担任大司马 但在六年前被免职 更在四年前被逐出长安遣回封国 一年多以前 他才被召回长安照顾姑妈王正军 眼下正复贤在家 使者传达了王正军的旨意 尽快收拾准备 立即赶去卫阳宫 卫阳宫是皇帝所居的宫殿 汉家天下的心脏 王莽虽属外戚贵族 但在外朝也就是政府没有任何职务 皇帝也没有赐予他能够进入内庭宫禁的身份 因此除非皇帝召见 王莽没有资格进入魏阳宫 当然 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 使者说出一个令王莽极为震惊的消息 刚刚 皇帝宴嫁了 二 王莽的震惊 一是消息来得太突然 这位明慧留心 后人称为汉埃帝的年轻帝王 早已将王莽彻底赶出权力场 王莽四十四岁 皇帝才二十五岁 只要他活着 王莽注定将老死于户友之下 二是汉庭必已陷入严重的统治危机 王莽迫切地想知道刘欣是否有一言 倘若有 安排谁继承地位 姑妈急召自己入宫是真是假 是急是凶 大约一两个时辰之前 卫阳宫 皇帝留心觉察自己即将大行 命令掌管御喜的官员伏喜郎取来传国御喜和寿代 这是皇帝占有大卫的标志 交给了陪伴在龙床前的二十三岁宠臣董贤 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无妄以语人 三 就是不要随便交给别人的意思 说完不久 刘欣就验驾了 他没有子嗣 也没有指定继承人 按理说 如此重大的消息应当尽快禀报太皇太后 天下没了皇帝 他的资格最为尊贵 而且他居住的长乐宫与卫阳宫并不远 但消息被董贤有意无意封锁了 后人把董贤看作古代最著名的同性恋者之一 刘欣的情人 典型的宁性 这当然不错 董贤原本积极无名 是刘欣当太子时的太子社人 为刘欣所爱慕 刘欣即位两年后 借故将他召回到身边担任侍从职务黄门郎 此后两人朝夕相伴 形影不离 剑平二年公元前五年寺 定香郡五发生了一件灾疫 有皮母马生了一只三族的马鞠 汉书后来认为 马是打仗的利器 三族的马怎么打仗呢 这就意味着将有一个不堪此任的人当上大司马 果然此后不久 二十几岁的董贤被拜为大司马 居上公之位 头衔包括高安侯、大司马、魏将军、领尚书士 成为帝国的二号人物 家人也迅速飞黄腾达 印证了三族马的在意 但这是他人眼中的董贤 刘欣可未必这么看 细查刘欣验驾当日之情形 他虽然没有选定刘欣继承人 但把传国玉玺和印寿交给董贤的动作 以及主妇 就像是一份交代后世的政治遗嘱 说得更清楚些 就是希望董贤当天子 最起码也是要董贤来主持选择继位者 这不是没有根据的猜测 一来因为传国玉玺不是一个只具有形式意义的印系 而是高皇帝从秦帝手中继承的最珍贵的东西 是刘氏家族合法统治天下的政务 二来 这已经不是刘欣第一次表达善让的意思了 最初 董贤刚被拜为大司马时 册文里使用了允职其中 这句话出自上书 是姚善未给顺时说的 用在拜董贤为大司马的册文里 显得非常扎眼 当时就有勋救私下里议论 此乃姚禅顺之文 非三公故事 长老见者 莫不心俱六 就是说用这四个字策立三公 别有意味 第二次 是刘欣在魏央公其林殿与董贤父子等进尘饮酒艳乐 或许是出于试探 或许是戒酒发挥 他看着董贤 从容一笑说 无欲法姚禅顺 何如 七 意思是 我打算效法姚顺善让 把皇位让给你 怎样 这比起在册文里隐晦使用允职其中 当然更近了一步 留心一而再 再而三地表达善让的愿望 在后世看来颇不寻常 东汉 曹魏 东晋末年的善让 都是因为皇帝早已成为傀儡 大权已成权臣的囊中之物 但留心却是牢牢把控着皇权 既没有霍光这样僭越的权臣 也没有吕后这类越轨的外戚 更没有反叛的诸侯和入侵的外族 一个大权独揽的皇帝 要将凡胜的帝国拱手相让给异性 透露出他本人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 帝制时代 皇帝的精神危机就是帝国统治危机的表征 于是问题来了 刘欣的精神危机是什么?来自哪里?从后人的视角看 刘欣死后不到十年 西汉就被新朝取代 演绎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二次改朝换代 这说明 刘欣的精神危机的确不是他个人的事情 他的暴亡使汉朝陷入了空前危机 但是 一般来说 王朝的覆灭 往往与政治的败坏 经济的崩溃 文化的腐朽 版图的分裂 域外的失败相关联 而刘欣燕价时的汉朝 基本没有上述问题 至少程度远没有那么严重 诸如土地兼并 贫富分化 自然灾害之类的社会问题 当然存在 但对比东汉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 西晋的八王之乱 唐末的藩镇与皇朝 明末的叛乱与后金旁四 西汉末年的时事根本达不到崩坏的程度 从大的方面看 自汉景帝制内七国之乱以来 已经约一百五十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内乱了 称得上承平日久 外部 困扰了汉朝多年的匈奴问题 也已缓和 从汉五帝派魏清和霍去并追王主北 汉原帝派召军出赛至今 汉朝与匈奴已经和平共处了三十多年 说起匈奴和自家亲戚的感觉差不多 西域的局面也很稳定 生活在此时的西汉普通臣民 其富足程度虽然不宜夸张 但也绝没有要天下大乱的惨淡 战争的平息、社会的稳定带来经济增长 人口真于极胜 据汉书记载 到汉埃帝的继任者汉平帝元十二年 汉朝的在籍人口达五千九百五十九点五万人 肯田约八百二十七万顷 在两汉最为富盛 八 从刘氏的统治看 汉朝开国以来经历过多次皇权交接时的统治危机 多数看上去更严重 高皇帝死后吕后秉政 吕是上位 靠的是高皇帝的一般 熏旧功臣和刘姓诸侯发动政变 才得以扭转局势 汉武帝好大喜功 极度压榨民力 晚年的巫蛊之乱更是酿成皇太子自杀 汉朝帝八岁即位的威王局面 汉朝帝死后 昌义王只当了二十七天 皇帝就被霍光废掉 改立汉宣帝 局面一度微如泪卵 于是另一个问题来了 以往更严重的局面都能有惊无险地度过 为什么留心之死会导致汉朝统治的空前危机 并且汉朝最终没能挺过去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 一个笼统的答案是 以往的危机只是权力危机 而此时的危机是合法性危机 所谓合法性 就是天意 权力危机不出长安城 甚至不出魏秧宫 而合法性危机则便于天下 留心的精神危机 其实就是汉世的合法性危机 汉朝以高皇帝提三尺剑取天下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但政权要长治久安 就不能纯粹以武力这种粗鄙野蛮的方式作为合法性来源 需要设计一套文雅、仁义、道德的高尚理由 或者说政教伦理才能行稳致远 在当时 关于政教伦理的解释权 掌握在儒家手中 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德性 汉朝是否符合儒家的理念 意味着他能否具备统治的合法性 而汉朝人的一大特点 就是信天意、信鬼神、信天人感应 天上、人间、地下是一个浑然的世界 生亦何欢、死亦何苦 反正鬼魂不灭 地里对应着星图 星宿对应着君臣 上天不语 但会通过地震、水汗、蝗虫等灾和日食、陨食、谣言等意 亦获至鸟、家木、彩云、甘露等祥瑞来表达意志 这些灾意和祥瑞 有对未来的预兆 有对过去的褒贬 体现了上天对统治者的真实态度 儒生通过儒学的理论和数数的科技 掌握着解答灾意和祥瑞寓意的钥匙 由此 汉朝的统治、儒家的理念、上天的意志 就集中体现在灾意和祥瑞上 其实 汉朝的合法性危机 早在汉昭帝时期已有征兆 朝野流传起流姓皇室即将失去天命的可怕预言 那是据留心燕家七十七年前的汉昭帝元凤三年征月 霍光掌权时期 泰山 来吴山的南边有块巨石自己竖了起来 石头旁边还有数千白色的乌鸦聚集 与此同时 皇家园林上林院里有一棵枯断在地上许久的大柳树忽然复活 也立了起来 有虫子把树叶吃成文字 是五个字的称语 公孙并以立 此时 汉庭有个担任伏结令时的中央官员名叫衰红 是位儒家人物 他根据春秋推断 这些灾意意味着王者一姓告代匹夫为天子十一 也就是要改朝换代 鉴于汉家瑶后 汉是赤瑶的后代 所以汉昭帝应该主动退位 善让给顺的后代公孙氏 霍光见此 认为妖言惑众 大逆不到十二 将衰红杀了 这件事情的后续 一方面 汉昭帝死 昌义王被废 霍光改立汉宣帝 汉宣帝原名刘病矣 又是汉武帝的曾孙 正好符合公孙病矣的谶语 所以 虽红的大胆禁言被证明是真的 原以为欲是汉朝灭亡的在意 实际是汉宣帝登基的祥瑞 汉宣帝后来争虽红的儿子入朝为郎 有报答之意 但另一方面 这次预言被证实 又强化了王朝改姓一代的必然性 使得汉室必定退位自此成为一股暗流 涌动在朝野之间 其实 虽红当时很有可能就是在暗示让霍光称帝十三 因为推演族谱 或是被认为能追溯到顺 于是 汉朝帝的继承人 汉宣帝为了对冲这种舆论 积极回应执政期间出现的地震 日食等灾疫 向臣民展示自己的大度胸怀和化解危机的能力 同时大力宣传各种祥瑞 略略统计一下 汉宣帝时期不断有凤凰在全国各地出现 甘露频繁降临魏央宫、上林院 神爵 也就是神鹊多次出现在泰山和皇家祭祀地雍城 五色鸟铺天盖地飞过 更罕见的是出现了黄龙 汉宣帝一共只有七个年号 至少有四个来自祥瑞 神爵、武凤、甘露、黄龙 纵懒汉宣帝时期出现的祥瑞 数量几乎可与往往时期相媲美 事实上 灾疫和祥瑞本质而言是一回事 汉宣帝的做法一时巩固了天下对流性仍然保有天命的信心 但也对灾疫和祥瑞的信仰推波助澜 使得朝野对异象蕴含的预言 欲加深信不疑 合法性危机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生根发芽 到了汉宣帝的儿子汉原帝 孙子汉成帝时期 这类预言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 一些儒家信徒根据武德中史汉家姚后等说法 赌信只要继任者的祥瑞不断出现 姚的后代流性一定会善让给顺的后代 获得终究被土德取代 这是不可为的天命十四 这就好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当时的人们恰恰因为和平稳定太久了 才会盼望天命转移 认定汉宣让贤将会带来更美好 更公平正义的明天 在这一客观规律的历史必然性下 扮演历史偶然性的就是流心的突然艳架 以及我们的主角往往仓促登上历史舞台 因此本书并非旨在提供又一部往往的传记 而是考察地质时代人们追求并实现儒家版理想国的一段历史 并在接下来的细节里窥探舞台上谁是玩偶 谁是主人 有何教训 有何经验 以及看罢这场戏剧后是感到充实意或虚无 让我们从微微汉室说起 注视 一成证据 汉代诉讼制度研究 第198页 法律出版社 2010 按照补律 官吏不得夜闯民宅捉拿嫌犯 如发生 嫌犯有权反抗 官吏则会被追究责任 以前有句老话夜闯民宅 非奸及道 观念与此相同 二 汉书 《网网传》 第4044页 哀帝崩 太皇太后 遣使者持照网 中华书局 1962 三后汉书 张布传 第500页 中华书局 1965 四公历和古代历法并非绝对对应 年述对赵取约束 后文统 五金内蒙古和林格尔一代 六 汉书 《董贤传》 第3738页 七 汉书 《董贤传》 第3738页 八 汉书 《地理志》 第1609页 总数据葛建雄西汉人口地理统计取约束 第十七页 商务印书馆 《二零一四》 《九汉书》 《虽红传》 第3153页 《十福节令》 隶属少府 孟祥才认为是福节县令 福节 《金四川河江》 《建王莽传》 第38页 人民出版社 《二零一六》 此说物 西汉时该地称福 王莽改名为福信 东汉建武间时改名为福节 十一城证据 汉代诉讼制度研究 第3153 3154页 十二城证据 汉代诉讼制度研究 第3154页 十三西岛定生 秦汉帝国 第315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二零一七》 《十四扬权》 新武德理论与两汉政治 姚后火德说考论 中华书局 2006 第1章 汉世 一 安德蒙世携首四方 携境拜良田 缠口乱善人 贵树华不识 黄爵朝其颠 故为人所献 今为人所连 汉城第十歌谣 一 以刘邦的隐忧 汉高帝十二年冬天二 刘邦刚刚在齐西三一带 击破叛乱的淮南王英部的军队 他另属下继续追击 自己启程返回长安 途径故乡配线时 刘邦特意驻留 把当年的故人父老找来一起喝酒 选了一百二十个配线子弟教他们唱歌 且歌且酒 刘邦喝醉了 亲自积注 唱了一首著名的楚歌 大风起溪云飞扬 威加海内溪归故乡 安德蒙世携首四方 歌吧 又让那一百多个年轻子弟们唱 他自己在众人面前起舞 慷慨山淮 气数形象 刘邦对这些故旧父老们说 他是游子碑故乡 其实也是衣锦还乡 所以他在沛县待了十几天 并永远免除了沛县和丰县两地的赋税 不过 刘邦虽然自诩威加海内 却发出了没有蒙世守四方的感慨 透露了他内心的不安全感 明明外有流姓子弟的诸侯国 内有从丰沛起家时跟随自己的功臣 为何刘邦还要说安德蒙是携首四方 刘邦有理由对天下的局势倍感忧虑 尤其是对自己死后这个国家能否维持下去并不是很有把握 这是因为 刘邦首先是个战国人 秦并天下的时候 他已经三十五岁四了 不必说在人均寿命只有二十几岁的秦汉 即使在二十一世纪一个三十多岁的人 他的观念也已定型 刘邦出生的时候 战国四君子有三人还健在武 作为魏国的移民后裔 楚国的编户齐民 他性格上极度欣赏窃救赵的信邻君魏无忌 还曾经给魏无忌的门客张尔当门客 风俗习惯上又属于楚文化 所以在刘邦以及识人的观念里 天下属于列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后来 秦国分灭六国 各国君主退位 只比刘邦大三岁的赵政六成了皇帝 按照秦制 刘邦到咸阳去扶摇义 有幸围观了出行的赵政 于是感慨道 接呼 大丈夫当如此已 刘邦这才意识到 在列国的封建之外 还有一种集权的安排 还有一个比王更高的新鲜称号 皇帝 此时 刘邦所心仪的大丈夫 就不完全是信邻君那样的人物了 列国并立和皇帝一统同时进入了他的观念 刘邦四十八岁时 也拉起队伍加入风起的反秦大军 他这个年龄是货真价实的长者 比起那些血统尊贵的六国就贵族 比起光芒四射的年轻人项羽 刘邦显得比较边缘 好在 他遵照楚怀王的命令 先进入咸阳 终结了已经去掉帝号的秦王国 刘邦可能会想起 仅仅几年前 他还在这里仰视皇帝 而今天 却在这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汉王国 在萧和的努力下 刘邦的汉王国延续了秦法 并仿照秦制改组建立了王国朝廷 继承了秦国的体制 但是 这个体制只限于汉王国自身 至于天下要形成怎样的统治秩序 汉王国将来能走到何种程度 此时的刘邦未必有清晰的观念 用后来史迦的话说 从秦王到汉初 是一个后战国时代期 后战国时代最鲜明的特征 就是战国时期的旧贵族纷纷复国 项羽西楚霸王的身份 是个诸侯王的共主 刘邦后来再定逃称的皇帝 和嬴政的皇帝并不完全一样 而是更近于项羽的西楚霸王 也是诸侯王的共主 盟主 因此 这些诸侯王名义上是由刘邦所封 但各诸侯国的地位和刘邦的汉朝基本上是并列的 诸侯王统治的臣民也不把自己看成汉朝人 刘邦的不安全感正在于此 他虽然是皇帝 但有效统治的范围并不急于诸侯国的土地 甚至也不急于功臣所封后国的封地 怎么办? 学习秦朝在天下普遍建立郡县制 把汉朝从秦朝继承来的体制应用到天下 那要问各位诸侯王和跟随他的功臣 不必说诸侯王们肯定不答应 就是一般的功臣也未必答应 天下出定时 刘邦与功臣们在洛阳南宫聚会 他让功臣们说说为什么自己能代替项羽拥有天下 功臣们坦白 论人品刘邦肯定不如项羽 但刘邦能把打下来的土地给群臣 与天下同利也 项羽却极贤度能 得地而不予人力 这个对比看似赞美 细想来颇有攻击性 是在告诫刘邦 功臣们跟随他的真正动力就是能够分天下 刘邦当然听得出这个意思 免礼藏针地反驳说功之其一 为之其二 其一 即刘邦并不想甚或不敢否定功臣的这番道理 但其二则是说 张良 萧和 韩信这三位人杰无能用之 言外之意就是强调 我能驾驭这三个最强的功臣 普通的功臣 还是收敛一点为好 这番酒桌上的对话 揭示了刘邦得以建国 既因为朱暴秦的功绩 还因为他对外是诸侯王的盟主 对内是功臣列侯的盟主 就所以 大家会支持盟主当皇帝 条件是可以大者王 小者侯 天下由列国分享 是大家脑海里普遍的观念 不然 刘邦的下场就会和项羽一样 据说 刘邦曾经首斥儿子刘盈 说了一句话 汝建萧 曹 张 陈朱公侯 吴同时人 年被愚辱者 皆拜 十 此事未必属实 但仍可见萧和 曹参 张良 陈平等人之地位 因此 所谓汉初的郡国并行制 并不是被预先选择或设计的制度 而是战国 秦 西楚以来的惯性 而依靠功臣 给功臣封侯 又是刘邦得以被其他诸侯王推举为皇帝的前提 一个新政权建立 至少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 一是 建政问题 就是政权如何组织 统治者怎么才能把自己的意图贯彻下去 怎么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 怎么调动你所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等资源 这其中又涉及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是集权还是自治 另一方面是政权依靠哪些人来管理 怎么管理 怎么摆布功臣 宗士 外戚 文法力 如是在政权中的位置 二是 建国问题 就是这个政权的性质是什么 合法性在哪里 用何种意识形态立国 确立何种政教伦理 通俗地说 就是 我凭什么让你们服从我 血缘与宗法 武功与暴力 收买与分赃 宗教与信仰 一个政权 不论怎么得到天下 迟早 迟早且必须拥有自己的政教德性 否则就始终是流氓政权 不可能长治久安 从刘邦见汉到王莽见新 其实就是对这两大问题进行解决、修正的过程 简单地说 从王国侯国高度自治到皇帝中央集权一人专制十一 给了王莽崛起于中央而不受地方挑战的机会 从汉初依靠功臣和宗士到依靠外戚 给了王莽身份上的先天优势 从延续秦政 依靠文法力 到不断改制 依靠经师如生 王霸之道让位给周正 给了王莽在意识形态上胜出的绝对把握 刘邦在沛宪高歌起舞的时候 这两个问题他都还没有解决 只能任由自己在历史的惯性中臣服 对梅游猛是为他守四方的不安全感 他无力根除 刘邦活着时 能做到的就是从洛阳迁都长安以防备关东诸国 同时尽量把个别诸侯国的土地变成汉郡 以及最重要的是把异姓诸侯王基本上换成流姓诸侯王 希望自家宗室子弟能够出于宗法血缘来拱卫嫡系 把这些事情做完 也就是在沛宪高歌起舞之后半年 他就死去了 刘邦留下的 是一个建政和建国均未完成的国度 二、汉文有道恩尤伯 刘邦临死之前 吕后问他 陛下驾崩 若萧向国也去世 谁能代替他 刘邦说 曹参可以 吕后继续问 下一位呢 刘邦说 可以让王陵和陈平搭班子 让周伯当太尉管军队 吕后再问继任者 刘邦说 这就不是我们能知道的了 吕后问得如此详细 刘邦安排得也很明确 吕后却在刘邦死后密不发丧 向这些薰臣们隐瞒 司马迁甚至认为吕后有杀官功臣的打算 直到四天之后 大臣立伤才通过吕后的宠臣审时期告诉吕后 密不发丧 意味着对功臣不信任 而现在功臣们内掌大权 外领重兵 如果这种不信任蔓延开 那就会群起功之 刘氏和吕氏都会灭亡 吕后这才发丧 在刘邦已经明确受益功臣继续负责政府部门十二的情况下 吕后依然对功臣没有安全感 这正是皇室在汉初面临的状况 汉朝内部 治权由功臣所掌握 刘邦安排身后的丞相任职 说明功臣牢牢把控着政府 外部 诸侯国虽然是宗室 但除了定期奉朝请十三支义务 地位是独立的 国王自行选聘除丞相之外的官吏 而且官吏的名称印寿俸禄和汉朝等同 自己建立宫廷 自己征税自己用 还能收人头税 汉廷给这些诸侯王的文书 形式上等同于外交文书十四 虽然号称君臣 实际上和敌国差不多 边境线上也护社官卡防备 一些重要军事物资比如战马 更是严禁流通贩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里 记录了汉初汉朝对诸侯国的高度警惕 守城城停仗 诸侯人来公道 不坚守而弃去之 若降之 即谋反者 接腰斩 其父母妻子同产吴少长接气势 十五 就是说 为汉朝守备的官员如果在诸侯攻打时弃城而逃 视同谋反 不仅本人腰斩 还要诛灭三族 这是极为严厉的惩罚 在这种内外交迫的情势下 即位的皇帝刘盈无力应对 皇权主要靠吕后 以刘邦妻子的身份来维持 吕后是汉朝的第一个外妻 由此可见 恰恰是外妻保证了皇权的稳固 所谓外 那只是从宗法的角度来说 若从皇帝自身情感而言 比起书败 表兄弟们 母亲才是至亲 也就是说 外妻从一开始就是皇权的一部分 这一基因深深陋刻在汉朝的皇权之中 皇室要想对抗功臣和诸侯 外妻是必要的补充和依靠 吕后把吕氏家族的成员封为王 并让吕产当相国 维护的也是皇室的利益 但这就侵夺了功臣和诸侯王的利益 所以吕后一死 关东的齐王刘湘率先发难 逼近寒谷关 说是秦王 实际有夺取地位之意图 刘湘是刘邦的长孙 他的二弟诸须侯刘张 三弟东谋侯刘兴居都在长安 在他俩的侧洞下 汉朝的大臣们很快就与齐王李应外合 一举诸灭了吕氏家族 其中 刘张亲手杀掉了吕产 诸侯王的势力如此强大 功臣们当然不敢取刘氏而代之 而是选择诸侯王即位 皇室的大宗嫡系 仅延续两代即告灭亡 虚弱可见一般 若论功行赏 当然是由齐王刘湘继承皇位了 刘张 刘兴居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 功臣们掌握着汉朝政府的实权 他们不愿意引入实力强大 外戚难以驾驭的齐王来继承皇位 以免再造屡室 就拥立刘邦 仅存的两个儿子 中年长得代王刘恒为皇帝 刘恒 就是汉文帝 并没有参与齐王的行动 在这次政变里 他是置身事外的 所以 当汉朝使臣来到戴国 要迎他即位时 他非常谨慎 召集王庭的官员前来商议 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 不能去 汉大臣接雇高帝石疆 习兵士 多谋诈 其主义非止此也 特为高帝 吕太后威尔 今以朱朱吕 心叠血经师 以迎大王为名 实不可信 愿称即无往 以观其变 这段话清楚地揭示了当时汉庭、诸侯和功臣三者之间的关系 戴国的官员们将中央官员称为汉大臣 显然将汉朝和戴国看作两个国家 也说明汉庭中央政府的权力掌握在功臣手中 功臣与皇室的关系 也不是那么一条心 而是为高帝 吕太后威 而且 此时吕后所立的皇帝上在位 所以 假如入主汉庭 会不会是阴谋 即使不是 恐怕也会受汉大臣们挟制 甚至有生命危险 最终 戴国中尉宋昌立牌众议 认为功臣虽然强大 但流姓诸侯王 更强大 内有诸须 东谋之亲 外卫吴 楚 淮南 狼邪 齐 戴之强时期 所以 大可以放心去当皇帝 刘恒于是决定即位 出于谨慎 他走一步看一步 到了长安附近的高陵就停下了 让宋昌进入长安观察 宋昌到了卫桥 受到汉朝大臣欢迎 刘恒才又进到卫桥 周伯 贵上天子印袭 刘恒这才进入长安城 先驻近代国驻长安的驻京办 等刘兴居驱逐了在位的小皇帝 刘恒才正式入主魏央宫 连夜任命宋昌为魏将军 接管长安军队 张武为郎中令 负责魏央宫保卫 亲自在殿中彻夜巡逻 这说明刘恒和刘邦 吕后一样 也对功臣不信任 入主汉庭后的第一个元年一史 已经稳定政局的刘恒 正式拜祭高帝庙 把母亲从代国接到长安 并颁布了改元之后的第一份诏书 这份诏书就说了一件事 包赏诸灭吕氏的功臣和诸侯们 但是当了皇帝的刘恒 身份已经变了 在包赏的背后 他看待吕后的真实态度会是什么? 他真的会憎恨吕氏家族吗? 未必 吕氏残害刘氏子弟 刘恒从情感上当然是反对的 但站在皇帝的位置上 刘恒应该会同情吕氏家族 因为 外妻是皇权的一部分 吕后并没有娶刘氏而代之 而是在不断抵抗诸侯王和功臣 保卫皇室嫡系 吕后恰恰证明了外妻对于皇权的重要性 刘恒从诸灭诸吕的政变中吸取的教训 并不是防范外妻 而是避免再次出现诸侯王领兵叩官 或是功臣发动政变费力皇帝这样的事 此时 一个年轻人出现了 他的名字叫贾义 贾义值得多说两句 后世所熟悉的贾义 是唐人李商尹那首名师宣誓求贤访竹臣 假生财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须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里的贾义 是一个怀才不遇 被君主所耽误的人物 事实上 自身陷于牛里党争 沉沦下辽的李商尹遮蔽了贾义的真实面目 在司马迁笔下 贾义的生平至少有两点可说 第一 贾义得以进入汉庭中央 是被上司 曾任河南太守 后被争为庭位的蜈蚣所推荐 司马迁特意交代了一个背景 这位没有留下名字的蜈蚣 是秦丞相李斯的同乡 学生 而且 蜈蚣治下的河南郡置评为天下第一十八 能被蜈蚣推荐 说明 贾义是一位有智术的人 第二 贾义的主张 实际上颇为刘衡所采纳 只是没有全部采纳而已 熟悉职场的人都能知道 一个刚从地方被举荐到中央的年轻人 被皇帝高度重视 连年升迁 即使不被言听计从 仍然说明他是一个红人 绝非怀才不遇 贾义就是如此 他的主张是汉朝要改正朔 义辐色 更观明 当然 最迫切的是让功臣列侯们回到自己的封国 不要待在长安 以及注意避免同姓诸侯王伟大不调 汉朝之所以还不是真正的帝国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功臣和诸侯王的权力太大 汉朝需要强化皇帝的权力 刘衡及其继位者们的建政大业 就是沿着二十岁出头的假义所设想的目标 徐徐展开 刘衡即位改元后不到三个月 就决屹立太子 封舅舅薄昭为旨侯 以巩固皇权 文帝二年初 丞相陈平去世 按照假义的建议 刘衡趁机下诏 要求在长安居住的列侯都必须返回自己的封义 朕文古者诸侯建国千余 各守其地 以时入供 民不劳苦 上下欢心 民有为德 今列侯多居长安 亦远 立足给输费苦 而列侯亦无咒教训其民 其令列侯之国 为立即兆所执者 遣太子 十九 就是说 古代的诸侯都是在封国统治自己的人民 现在很多列侯却住在长安 封义的赋税物资要辗转运到长安来 耗费人力物力 因此所有列侯必须返回封国 有特殊情况不能返回的 让侯国太子返国 此诏令一出 朝廷怨声四起 因为这些居住长安的列侯其实就是跟着刘邦的那些功臣勋救 他们留在长安不仅享受荣华富贵 而且在诸灭吕氏家族的时候 抱团串联 交通消息 显示了强大的力量 一旦返回封国 就被打散了 因此 这些功臣们开始抵制 大家拖着不走 彼此观望 一些熏臣更是大肆攻击假意 年少轻狂 居心叵测 挑拨离间 拖了一年 竟然没有几个列侯归国 刘衡于是在三年初下诏重申 这一次 他改变了策略 把将侯周博免去丞相之职 要周博返回将国 带头做表率 其他列侯功臣见周博尚且如此 才不得不离开长安 刘衡统治期间 一直严格执行这个政策 从而消除了汉庭中央的功臣势力 代之以他从代国带来的就班底 而付出的代价是假意受到了激烈的攻击 被先后外放为长沙王、梁王的太傅 这是贬折 也是刘衡对他的保护 功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去 威胁性是下行的 但诸侯王却恰恰相反 随着血缘的疏远 以及年龄的长成 威胁性是上行的 事实上 朱灭吕是家族实力下大功的齐王刘湘、刘章、刘兴居三兄弟 就是刘邦的孙辈里率先成人的 因为他们仨是刘邦长子其道王刘肥的后代 刘衡当了皇帝 其王刘湘的墓地落空 不久病逝 刘章、刘兴居十分难过 对刘衡表面称臣 暗地里又恼又恨 文帝二年 刘衡将刘章封为成阳王 刘兴居封为吉北王 看似赏赐 实际上成阳 吉北本来就是齐国的郡 从老大的国上割下两个郡给老二老三封王 只能让刘章和刘兴居更加不满 文帝三年 刘章去世 几年前还愁愁满志准备入主汉室的三兄弟 只剩下刘兴居满怀怨气地活着 刘章去世两个月后 正好赶上刘衡到代国视察与匈奴战争的前线 刘兴居以为刘衡御驾亲征 长安空虚 觉得机不可施 举兵造反 但两个月后就失败了 刘兴居自杀 国除 十二年后 刘衡又借齐国绝四之机 将齐国一分为六给了齐王的子孙 齐国被肢解 整个齐道王世系对皇室的仇恨也就更深了 与处置齐国的方式相似 另一个颇具实力的诸侯国 淮南国也是国王刘长谋反 在被流放的路上自杀 国除 又过了十年 淮南国被一分为三 以刘衡的实力 在建政道路上只能走这么远 早立太子以防不测 让功臣列侯归国 并对实力强大的齐国和淮南国进行削弱 至于贾义关于改正朔 义福色 更观明等意识形态的政教主张 尚未提上皇室的日程 汉朝 建政和建国的道路仍然遥远 至于贾义 则因为成就功名太早 未能理解这道足且长的大业绝非一代艺人所能完成 刘衡已经很不错了 因此 当贾义照管的梁王不慎坠马去世后 他纠结于身为太父的失职 更伤到于壮志难愁的抑郁 不久死去 年仅33岁 司马迁将他和屈原合为一张力传 表面是哀怜贾义的命运 实则是把贾义和屈原拉到一起 以批判帝王不识珍宝 以贾义之酒杯交自家之快蕾 此为司马迁之威严大义 多年之后 王安时更客观地反问说 一时谋义略施行 谁道君王保甲生 而另一位诗人则说得更直白 梁王堕马寻常事 和用哀伤负义生 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了 三 甲生朝措事之音 吴王刘必派王太子刘贤入汉朝 拜见皇帝刘衡的时候 没有想到儿子回来时 却成了一具腐烂的尸体 原来 王太子和皇太子刘起 饮酒下棋 因为争其路炒了起来 惹怒了刘起 大概是饮酒的缘故 刘起低六起棋局 就砸到刘贤头上 竟然把刘贤打死了 史书说 是刘贤出言不公在先 但根本原因还是吴国与汉朝之间的关系 诸侯国之所以能与汉朝并列 除了体制因素 还因为各地都有自己的独特风俗 臣民的本地化程度很深 说同一种方言的人彼此会有认同感二十 吴王二十岁就被分封到这里 经过几十年的熏陶 他和他的家族在性格和地域认同上 也会更切尽吴国本地 刘臂高帝六年就被封王 刘恒是高帝十二年才被封王 如今昔日的戴王当了皇帝 就可以纵容儿子打死自己的儿子 刘臂知愤怒和不平可想而知 眼见爱子惨死 他说了一句很有意味的话 天下一宗 死长安急葬长安 何必来葬 二十一 这句话表面上很有道理 天下都是刘氏的 刘贤是刘氏子孙 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 何必要运回吴国 但这恰恰反映了汉朝与吴国分属一国 诸侯王及其家族成员并没有刘葬长安的惯例 所以 刘臂把遗体送回长安安葬 是一个鲜明的挑衅 杀子之仇已经结下 刘臂从此称并不朝 刘恒为了安抚刘臂 赐几仗做几何首仗 敬老者之物 默认刘臂可以不必遵守藩国礼仪 刘起即位后就是汉景帝 继续朝着建政目标努力 此时离刘邦草创工业已过了半个世纪 汉朝内部功臣问题已经解决 一度在高地时期占据了汉朝三公九卿和王国相 郡太守总量九十的功臣们 到了文帝时期就下降到五十 到了刘起的时代下降到三十 二十二 而像窦英、田坟这样的外戚 逐渐变得炙手可热 半个世纪的时间 足以让天下人渐渐习惯了汉式天子的地位 有能力的王国臣民愿意跑到汉朝任职 汉朝削弱诸侯亡和列侯权力的条件愈加成熟 犹如刘衡当年用了假意 刘起则重用了朝措 朝措是靠学身不害 韩非的法家治术起家的 是刘起当太子时的太子家令 现在刘起即位 朝措一跃成了御史大夫 景帝对他几乎无言不听 被君主眷顾 就要全心全意为君主着想 生死足灭也在所不惜 这是战国以来法家知事的传统和命运 朝措于世建议薛藩 因为薛之易反 不薛易反 薛之 其反极 或小 不薛之 其反迟 或大二十三 这是横跟在汉帝国建政大业之前最坚固的石头 所谓薛藩 就是薛检王国侠内的郡县 赵王此前有罪 被薛去常山郡 交西王脉绝被查 薛了六县 楚王在文帝薄太后去世扶桑期间司间辐赦 薛去东海郡 这些薛藩都是有法可依的 所以 诸侯王虽然明知道汉朝的真实目的 却有苦说不出 汉成秦治 以律令治国 朝措为了使薛藩师出有名 更令三十章 诸侯欢华二十四 使得薛藩变成国策 朝措的父亲听说了 专门从故乡赶来阻止 老人家的话颇能代表普通人的惯常看法 亲薛诸侯 疏人骨肉 口让多怨 公和为也 二十五 朝措父亲关注的不是皇权、统一之类的宏大叙事 而是认为薛藩疏离别人亲属 不仅危险 而且不道德 朝措并没有否认这一点 他说的是不如此 天子不尊 宗庙不安 二十六 通过尊天子来安天下 避免封建奋权 列国纷争 这正是法家的主张 汉帝国的建政道路 到此已经很清晰了 就是要从后战国时代的列国残念转向法家理想 见到朝措如此固执 老人家预料到儿子将来的结局一定很惨 服毒自杀了 吴国是远离汉朝的东南大国 成于当年的沙子之仇 刘碧暗地里积蓄力量已经三十年了 这三十年里 各诸侯国越来越感到汉朝的压力 国际局势已经与刘邦峰子弟的时候大不相同 矛盾不断积蓄 当汉朝削去吴国汇姬、豫章两郡的文书到达刘碧手中时 他终于等到了起兵的理由 早在起兵之前 刘碧已经和众多诸侯王秘密联络 承诺跟随的不只是七国 刘碧至诸侯书所提到的还有淮南王、衡山王等 但到了起兵时 最终成功发兵的只有其他六国 其中 赵国和楚国是刚刚被削去了大郡的王国 济南国、兹川国、郊西国、郊东国 国王都是刘肥的儿子 刘肥的另外两个儿子 一个是齐王 原本也要反 但最后一刻后悔了 另一个是吉北王 被属下控制 没能参加叛乱 如果齐国、吉北国也参加 那就是被拆分之前的齐国几乎全数加入了叛乱 此外 参加叛乱的还有位于这些王国境内的一些猎吼 也就是说 齐国之乱主要是刘邦的侄子吴王带头 刘邦的长子齐王刘肥的四个儿子重点参与的叛乱 吴国、齐国 都是民风习俗与关中差别格外显著 自身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都颇为可观的东方大国 也是在汉朝削藩中损失最大的王国 齐国之乱 一定程度上说是楚汉之争的重演 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叛乱 刘启的确是在改变汉初刘邦的约定 改变当时人们还比较相信的列国观念 吴王的动机也不是一定要夺取皇位 而是要让天下复归刘邦时期列国并存的国际秩序 刘碧在叛乱之前 已经构思了重点联络齐王世系的战略 他甚至不顾身躯老迈 亲自跑到焦西国去面见焦西王 尤为重要的是 刘碧和焦西王除了分析时局 还对叛乱成功后的国际秩序做了初步设想 天下可并 两主分割 不亦可忽 刘碧打动焦西王的证实这句许诺 打下天下之后 你我把天下一分为二 这颇似西年刘邦和项羽在鸿沟二分天下的模样 当然 焦西王的臣子们并不相信 如今一个皇帝都很麻烦 将来两个皇帝岂不是更麻烦 认为吴王这话是在画饼 但吴王未必是画饼 他是从刘邦时代过来的人 是真心相信天下应该列国共处 这就是为什么七国之乱 有几个王国同时叛乱 大家都是皇室后裔 都有资格争夺皇位 但似乎并没有考虑一旦成功了谁当老大的问题 说明这至少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不妨对比西晋的八王之乱 几个国王为了当老大或支配老大 叛乱是相继发生而不是同时发生 名虽相似 性质迥然不同 七国之乱并没有取皇室而代之的明显意图 这就是为什么刘毕打出的旗号是清君策 这三个字似乎纯粹是托词 但在当时被许多人认为是真心话 也正因为此 景帝一度认为是受了朝措的蛊惑 果然将其斩杀 景帝曾因言语之怒而杀兄弟 又因一时之巨而杀忠臣 后世与文帝并列的另名其实难复 当然 朝措是白死了 七国之乱 因为战略战术的失误 因为诸侯王国和汉朝权威的此消彼长 因为历史的潮流就是向帝国行进 战争仅仅持续三个月就平息了 击败七国的汉朝将军们除了功臣后裔周亚夫还有外妻窦英 刘碧之死意味着最后一批笃信就时代列国关系的人物的失败 此后景帝可以携平叛之威 从容对诸侯国进行削弱了 他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 拆分叛乱七国 这是最直接的惩罚 景帝或是把有的诸侯国直接废为汉郡 如济南国被废为济南郡 或是把大国划出若干郡建立新的诸侯国 让自己的儿子当国王 如吴国三郡 一郡归汉朝 两郡成立江都国 国王是景帝的皇子刘飞 或是保留旧的诸侯国 但国王换成自己的儿子 如叛乱的焦东王刘雄取死后 景帝把皇子刘彻封为焦东王 这位未来的汉武大帝这年才三岁 焦东国实则与汉郡无异 第二 给诸侯王和侯国降格 叛乱结束后 在平叛中有功的梁王刘武权势大增 成了现存诸侯王里的新贵 在清歌刘起的信任 母亲皇太后的宠爱下 刘武竟然派人刺杀了汉朝大臣远啊 这件事的是非曲直且不论 造成的影响就是景帝觉得 必须从制度上消除诸侯王的特殊地位 绝对不能又养出一个刘弊 于是 景帝下令剥夺了诸侯王的治国权力 王国宫廷的官职或是降格 或是裁册 官吏由汉庭选拔再由诸侯王任命 以往 诸侯国的官职和汉朝的官职名称一样 至极相同 景帝就降低王国官职的至极 提升汉朝同类官职的至极 王国的真正统治者变成了汉庭委派的国相 侯国也如此 等到汉武帝刘彻即位后 又借着淮南王 恒山王某反案的余威推行印章制度改革 把诸侯王的玉玺降为金印 收回了诸侯王国仅存的官吏的任命权 第三 把王国境内的侯国都迁到汉郡里 以往 汉朝的列侯分封在各地 有很多位于王国境内 七国之乱里就有一些列侯或是主动或是被胁迫跟随叛乱 景帝逐渐把这些位于王国境内的侯国迁到汉朝直接控制的郡里 使这些侯国受郡守的管辖二十九 这就是汉景帝对汉帝国建政的努力 自刘邦立国一个甲子之后 后战国时代的格局已经改变 汉朝终于真正有了帝国的样子 地方上 王国和侯国基本郡县化 中央里 外戚们日益活跃 与功臣后代和从地方拔着上来的文法官吏们分庭抗礼 汉武帝的建政大业 年轻的皇帝刘彻及汉武帝 见到林兹人主傅延等人时 说的第一句话是 宫等皆安在 和相见之晚也 日后的岁月里 刘彻常常对一些初次见面的臣子表达出这种相见恨晚、君臣之欲的情愫 令臣子感激涕零 当然 这毫不妨碍在某一天突然杀掉他们 这一次 刘彻当下就拜主赴衍为郎中 一年将他升迁四次 很快就提拔为钟大夫 钟大夫这个官职就是后来的光禄大夫 是郎中令的蜀官 虽然品质只有比二千十 低于王国相何俊太守 但却是皇帝身边能说上话的人 汉兴以来 如假义等名臣都有担任钟大夫的经历 就像刘恒之于假义 刘起之于朝措 刘彻 刘彻对主赴衍也是重用的 主赴衍的人生十分坎坷 曾经四处碰壁 屡遭排挤 连族人 兄弟都对他很冷漠 半生流浪 一招受宠 主赴衍就把怀揣着的锦囊妙计一股脑献给了刘彻 都是很高明的纵横家术 例如 有一条 是借鉴刘邦让六国贵族迁居关中的做法 强令天下豪杰大族迁徙到茂陵居住 从而削弱了关东豪族 还开发了茂陵一带 可谓一举两得 再有一条 则是著名的推恩令 在汉景帝的努力下 诸侯国已经大伤元气 但是版图仍然很大 倘若联合起来 势力仍不可小觑 而且 汉景帝虽然平定了七国之乱 但薛藩导致了军事叛乱 这使得朝野对这种明目张胆的薛藩政策并不看好 朝错的政策被认为是错误的 至少也是不高明的 七国之乱也导致汉景帝没能像汉文帝那样被尊妙号 正如朝错父亲当年所说的 薛藩刻薄寡恩 没有亲情 主父眼恰好戳中了刘彻的痛处 他认为 既然薛藩有为汉家以孝治国的标榜 那么不妨反其道而行之 把仁孝做到极致 以往诸侯王只有宗子才能继承王位 其余的儿子一般没有封地 那么 就让王国把领土分给宗子之外的子弟为侯 这样既能朴实仁义 宣扬孝道 还能削弱大国 一举两得 推恩令实施后 汉朝和王国正式演变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王国宗室们再也没有对抗汉朝的实力 在以后 已经面积很小的王国 还常常因为犯错或有罪被削陷 汉出那横跨树郡的大国 到后来只有几个县的版图了 不仅是王国 刘彻对猎侯们也颇有所图 刘彻时代 汉出那些封侯的功臣已经传了两三代 祖辈的娇庆和先帝的恩泽都已经被时光消磨殆尽 细查这些遍布全国的猎侯领地 刘彻发现 猎侯所真正占据的并不是封地 而是租税 特别是汉出的侯国领地 因为当时天下出定 地广人稀 所以虽然只有一线之地 但面积很大 有些侯国的户数甚至多过推恩令实施后的王国 这就意味着 中央损失了大量的财政收入 于是 著名的酌金案发生了 园鼎五年 公元前112年8月 刘彻主持宗庙祭祀 向宗庙献酒 按照惯例 全国的210名列侯全都要奉献黄金来助祭 祭祀之事虽是朝廷大典 非常严肃 但因定期举行 礼仪已成套路 列侯们颇认为这是走行事的例行公事 对现金的橙色重量等应付了事 这一下子就被刘彻抓住了把柄 他小题大做 罗之成罪 以酌金橙色不足的罪名 一次性耻夺了106位列侯的爵位 占全部列侯的一半 值得玩味的是 这些被夺爵的列侯里 刘邦所封的24位列侯 有20位被夺爵 汉惠帝至汉景帝所封的18位列侯 有10位被夺爵 而从地狱看 河南、河内这两个与京基地区接壤的郡内所有列侯均被夺爵 因此 刘彻通过酌金案不仅打击了前朝功臣的势力 清除了近基的列侯 还把大量封地收归中央 从而增加了财政收入 使得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更加牢固31 不靠诸侯王宗室和功臣列侯 那皇帝依靠谁呢? 刘彻是个不甘寂寞的人 半生在发动战争 半生在改革朝廷制度 他需要国家机器更加高效 但是 外朝的朝官们一直大致沿袭着萧、曹等功臣、早年的轨迹任职 又没有萧、曹等人与皇室的交情 还缺少战争时代的历练 因此越发不能满足刘彻的统治意图 越来越不受刘彻的欢迎 为了找到用得衬手的左膀右臂 刘彻把目光投向了身边的两类人 一类是出入宫省的公官和省官 有的本身就是宦官 如上书等 有的是出身低微 才能出众 但甘愿为君主效全马之劳的年轻人 刘彻将其安排到中朝 成为名副其实的御用文人 还有的是刘彻宠信的外朝官员 就受以适中、常侍、散其之类的加官 允许出入宫省 刘彻让这些人帮助他管理机要 处理公文 传达指令 参谋规划 这些中朝官里领头的就是大司马、大将军 另一类就是外戚 虽然汉庭出现过所谓吕后干政的事 但吕后并不是一般的后 他其实是刘邦的合伙人 是汉朝的立国者之一 而且吕后没有当武则天 所以 这不影响汉朝的外戚特权和传统 从文景时期的宝氏 王氏家族 到武帝初年的窦英、田坟等外戚 都得到了皇帝的重用 毕竟诸侯宗室们从血缘上都是高皇帝子孙 都有继承皇位的可能性 但外戚没有 所以不会争位 在往往之前 朝野从未听说在先秦有过小军 周代称 诸侯之妻 为小军 家族篡位的事 也没有见过刘氏的外戚 有篡位的企图 难以想象 外戚除了受宠邀功 干预朝政之外 还能有别的可能性 到了刘澀时代 魏清、霍去病、李广丽等外戚备受重用 就是因为外戚又好用 好戚又没有政治风险 中朝官和外戚都是在汉朝一直就存在的 但只有到了刘澀手中 才变得十分重要 实际权力开始超过宰相领衔的朝官 宗室的削弱 王国和侯国的郡县化 中朝官和外戚对皇帝的忠诚 是汉朝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 元朔六年 公元前一百二十三年 刘澀下诏 其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经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 震慎道之 三十二 这是现有史料里 汉朝第一次在诏书里使用《义统》这个词 这意味着 在刘澀手中 刘邦时期汉朝与列国并存的天下彻底转变为由中央和地方组成 且地方被中央牢固控制的一统帝国 这也意味着 中央集权基本不会得到地方的挑战 宗室拱卫中央的义务名义上还在 但权力实质上已被剥夺 功臣列侯也不再是相对独立的强大力量 帝国的建政大业完成了 但是 孤独的皇室大权独揽 也隐藏着如果中央权力失守 皇室权力必将旁落的隐患 注释 以这一节参考里开源 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军工授意阶层研究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殿 陈苏镇 春秋与汉道 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中华书局 2011 阿不幸信 论汉朝的统治阶级 以西汉时期的变迁为中心 在台大东亚文化研究 第一集 吕思勉 秦汉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颜布克 波峰与波谷 秦汉未尽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马梦龙 西汉后国地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二公元前196年冬 此时汉仍以每年十月为岁首 三金安徽宿县附近 四刘邦生年 史记 汉书均未载 后人有两说 一说为公元前256年 一说为公元前247年 左竹敬艳认为两个年龄都不准确 主张刘邦 项羽年龄相仿 见识驻刘邦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 被一说 此处孤才史记及解说 定在公元前256年 五即使按照刘邦出生于前247年来算 战国四君子也有两人和刘邦是同代人 右秦始皇虽然姓赢 明正 但是在当时 人们对男性贵族习惯称氏而不称名 所以今天大家习惯的赢正 在当时应该是赵正 正的家族是赵氏 刘邦不是贵族 七里开源 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八史记 高祖本记 第381页 中华书局 1959 九阿不幸信 统治系统论的设成 在早期中国史研究第三卷第一期 石英云小说卷一 见《西京杂记》外五种 第129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按 本书中多次使用笔记小说 有些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有些虽然内容荒诞不经 但能反映古人的思想观念 如后文讲董仲书时使用的《幽名录》等 特此说明 十一徐副官 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 在《两汉思想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十二李开源 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十三李开源认为 汉朝的朝 来自当时诸侯富有向汉庭奉朝请的义务 所以 汉朝在当时不是指天下 而仅指汉中央及统侠的领土 这与后代使用汉朝、唐朝、清朝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同上隐书 十四阿布信信论汉朝的统治阶级 以西汉时期的变迁为中心 隐大庭修说 在台大东亚文化研究第一集 第七十页 十五-一 二点一三三 转隐自行一田 《张家山汉捡二年律令独记》 《在地部爱宝》 第144页 中华书局 2011 十六汉书 《文帝记》第106页 十七汉书 《文帝记》第106页 十八史记 《屈原甲生列传》 第2491页 十九汉书 《文帝记》第115页 二十刘邦封刘肥为齐王的时候 朱民能齐言者皆与 《齐·建·汉书·高武王传》第1987页 二十一汉书 《荆焰无传》第1904页 二十二里开源 《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第219页 二十三汉书 《荆焰无传》第1906页 二十四汉书·《朝错传》第2300页 二十五汉书·《朝错传》第2300页 二十六汉书·《朝错传》第2300页 二十七汉书·《荆焰无传》第1907页 二十八阿不幸信 论汉朝的统治阶级 以西汉时期的变迁为中心 二十九马梦龙·《西汉后国地理》第256页 三十史记·《平金侯主赴列传》第2960页 三十一以上关于灼金案的动机、数据 据马梦龙·《西汉后国地理》中边第六、七章和下边第六章 三十二汉书·《武帝记》第173页 二、汉家自有制度 五、黄老与秦治 汉文帝的皇后都是很是长寿 从被立为皇后到去世整整有五十一年 几乎贯穿了西汉的前妻 他年轻时是吕后的宫女 去世时已经到了汉武帝时期 是名副其实的人锐 都是特别喜好和尊崇皇老之术 可能是深受吕后影响 更可能是因为他那个年代的汉朝上层人士大都如此 他虽不干涉朝政 但逼着儿子汉景帝学习皇老之术 这种狂热仍然对政局产生了影响 一天 两位大臣在景帝面前争论一个问题 商汤灭下 五王伐咒 这两个或者说一类历史事件是什么性质 儒学经师、博士袁固生认为是正义革命 遵从皇老法家之术的皇生认为是犯上作乱 两人争执不下 袁固生最后来了个釜底抽薪 如果汤武是犯上作乱 那么高皇帝朱秦称帝也是犯上作乱 这句话令皇生没法回答 也令景帝感到警惕 于是禁止今后讨论这个问题 袁固生的好斗、直言 很快就传到了斗太后的耳朵里 他就把袁固生召到面前 询问如何评价皇老之书 袁固生明知皇太后好皇老 却傲慢地说 此家人掩耳 意思是说皇老之书是给仆人家奴看的 不是京士治国的大助 窦太后大怒 勒令她去野猪圈里和野猪搏斗 野猪不是家猪 对已经老胳膊老腿的袁固生来说 无异于猛兽 看来斗太后是要置她于死地 景帝觉得 袁固生直言不讳 言者无罪 就选了把锋利的兵器给她 袁固生的行动和她的性格一样 毫不怯弱 下场后 她一下子刺中野猪心脏将其杀死 斗太后亲见这一幕 沉默不语 只好把她放了 还有一件事 五帝刘彻刚即位 兴冲冲地准备至礼作乐 侧免了先帝旧臣 另为齐猴窦英出任丞相 五安猴田坟出任太位 由鲁学大师申培公的弟子赵婉出任御史大夫 这三位外朝实权人物都是支持儒学的 同时 九卿之一的郎中令 也由申培公的另一名弟子王赃担任 郎中令就是后世的光禄勋 掌管皇宫侍卫 禁卫军和举贤粮事务 是皇帝进尘 在窦英 田坟 赵婉 王赃的运作下 儒学的势头突飞猛进 朝廷甚至筹划修建名堂 制定寻寿 风扇 福色制度 突然有一天 窦太后如今已经是太皇太后了 从东宫来到魏央宫 向刘彻举证赵婉 王赃有贪赃王法之事 汉室的太后轻易不到魏央宫 倒就是干预大事 甚至临朝称制 刘彻还年轻 迫于无奈 只得赵令查办 同日 丞相魏其侯 太魏武安侯 皆被免职 明堂停止修建 深陪公罢免驱逐 御使大夫赵婉 郎中令王赃下大礼义罪 双双自杀 刘彻首次治理 作乐的行动 以失败草草收场 窦太后所做的这两件事 尽管都有直接原因 但根本在于 她对皇老之术的赌信 从刘邦立国到刘彻 皇老的势力如此之强 那么是否可以说 皇老之术就是这一阶段 汉朝的建国之道 或者说是汉朝的德性呢 恐怕不能 皇老之术 清静无为 后人有时误判成 不干涉民间的活动 以为是西方经济学里的 自由放任 实际上 清静无为主要说的是 不增是过多的律令 礼仪 制度 并不是说不干涉 政府原来怎么治理 现在还是怎么治理 汉朝继承的是秦治 早在刘邦出入咸阳 子英投降的时候 汉王国就在萧和的帮助下继承了秦治 像《约法三章西》除去秦法只是临时性措施 而且 刘邦很快就撤出了咸阳 《约法三章》并没有长期实施 事实上 不继承秦治 刘邦根本无法击败项羽 他自西向东 击败项羽就是其同龄人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翻版衣 刘邦立国后 仍然在汉朝的统治区域内实行秦治 秦朝制定的那些官制 决制 法律大部分继续执行 所以 清静无为与延续秦治并不矛盾 而所谓黄老之术 只是上层人士的态度、观念 到了下面可以说仍是法家 换言之 法家制度没有变化 只是上层采取了黄老的政策二 黄老与法家本来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司马迁邪老字韩非列传 将老庄和申寒放在一起 就是因为黄老与法家的这种亲缘 例如 黄老崇尚清俭 法家崇尚以清晰明确的绿条来约束臣民 两者一拍即合 所以 黄老之术并不是焊出皇室主动构建的建国之道 而是他们不得不延续秦治的无奈之选 刘邦欣赏陆甲居马上得知 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名言 但究竟拿什么治天下 刘邦并没有答案 这就是说 从刘邦到刘彻这半个多世纪里 汉朝并没有实现建国大业 还是在延续秦治 而秦治总的来说就是三条 律法 文法力 编户其民 律法是秦治的根本 法家恨不能连每个人每天每顿饭吃几口都立法 所以 形成了庞大的法条 这些律法和现代国家的法律在根子上不是一回事 秦治的律法是一种行明之学 世界上任何事 只要它被命名了 就得做到明时相符 就需要有律法来规定怎么达到明时相符 比如说 世界上存在砍树这件事 那就得有律法来规定怎么砍树 推而广之 上到国家大事 下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事事都得有律法 才能把天下人都管起来 而这种明时相符的基础一旦被破坏了 那么社会就不稳固了 所以 赵高 指鹿为马 并不仅是全臣排斥一几 更是破坏了明时相应的法律基础三 秦治的国家机器也就逐渐失效 汉朝延续了这种行明之学的观念 也沿用了秦帝国的大量律法 比如规定焚书的著名的家书律 就直到汉惠帝流营时期才被废除 文法力 或者叫做刀笔力 就是掌握 维护这些律令法条 懂得使用行明之学来管理天下事务的行政官僚 他们不是后世低事大夫 而是粗通文末 精通律条的职业官僚 秦帝国之所以有效率 是因为由文法力组成的官僚体制非常有效率 按照法家的设想 皇帝是地位最高 最精通 且最按照律法形式的首席官僚寺 可以类比古罗马的第一公民 文法力不仅是社会运转的官僚 还是群众的楷模和老师 李斯设计的以利为师的安排 直到汉景帝时期还在诏书里予以重申 福利者 民之师也五 可见文法力在秦治中的地位 编户齐民就是老百姓 在周代 按地狱有国人 野人 按宗法有贵族 平民 地位是不平等的 而编户齐民之所以叫齐民 是因为秦治才不管一个人的出身 地狱 家庭怎样 都是地位平等的民 包括秦国自己的百姓也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但是 齐民不等于现代国家的公民 也不是西周和春秋时期享有一定自由和权利的国人 而是编户 被安排在严密的户口和连坐制度里 他们有缴税 服役的繁重义务 平时耕种 战时出征 虽然可以凭借军功获取一定的地位 但几乎没有什么权利 中国社会从战国到汉朝的历程 就是老百姓从奴隶加自由民变成农民的历程六 当然 黄老之术毕竟崇尚清静 与纯粹的秦治有差异 汉朝在继承秦治的同时 抛弃了秦政期 删减秦法 减租减税 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修养生息 秦治就好比一台齿轮严丝合缝的机器 秦朝驾驭的时候 采用秦政 功率开到最大 超负荷运转 直到机器过热而崩溃 汉朝驾驭的时候 拿掉一些不必要的零件 低功率运行 稳定至上 但无论是秦还是汉 都是同样的一台国家机器 西汉前期 皇室成员所做的就是让这台国家机器平稳运行 不要重蹈秦王覆辙 而且 延续了秦治的汉法也只在汉朝直接统治的国土上施行 并没有大面积地推广到关东诸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口的增长 面对内部的诸侯王 功臣和外部的匈奴 国家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资源空前增多 这台机器是必要加速 要提高功率 那么 该如何在机器提速的时候 防止秦朝的命运重演呢 换言之 汉朝既然否定了秦政 又延续着秦治 那么汉朝到底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 刘氏家族统治天下的合法性在哪里 汉朝建国的问题就这样浮出水面了 六废除肉刑的一段往事 汉文帝刘衡刚当皇帝没几年 就和齐国叫上了劲 几年前 齐王刘湘没能凭借诸吕之功而当皇帝 兄弟几个都与刘衡结了仇 后来 齐国成了刘衡在位期间被削弱最甚直至分拆的诸侯国 有理由推之 伴随着齐国的削弱 刘衡也会将汉法、秦法一步步在齐国推行 当年秦朝迅速灭亡 原因之一就是秦国本土虽然习惯了秦法 但移植到关东各国后 臣民极不适应 视之为无道 所以 汉朝虽然延续秦制 但不敢也没有能力立刻在各诸侯国全面推行秦法 巴齐国的削弱给了刘衡尝试推广汉法的机会 其中一项可能就是肉刑 汉文帝十三年九 齐国的粮食局长太苍令纯于义被人告发下狱 暗律要被执行肉刑 他的女儿提迎给汉文帝上书 痛臣肉刑之苦 还说愿意给官家当奴婢代替父亲受刑 文帝读后特别感动 就把肉刑给废了 后世遂称汉文帝为儒家人证的典型 细究起来 这件事绝不会如此简单 首先 汉文帝并不是儒家的典范皇帝 他是一位外娶皇老 那主深寒食的君主 其次 纯于义何许人也 仅是一个小小的太苍令吗 不然 纯于义是一个被司马迁注意到 并在史记历传的人物 绝非庸俗的官员 在司马迁笔下 他是和扁鹊并列在同一篇列传里的神医 既然是神医 名气肯定很大 纯于义后来被释放时 刘恒下诏询问他给哪些人治过病 纯于一回答 我给齐王的太后 齐王 吉北王 姿川王 杨须侯 吉北王的宠妃 吉北王的奶妈 齐王的孙子 齐王宠妃的哥哥等等 都治过病 赵王 焦西王 济南王 吴王 都来请我 我怕治不好 他们把我抓起来 都没敢去 由此可见 纯于义不仅名气大 而且与齐国及齐国衍生出来的诸侯国关系密切 所以 提营的呼吁能上达天厅 并不是他的文笔好 而是因为纯于义是个名人 有理由猜测 齐国被削弱后 汉文帝将汉法移植到齐国 肉行就是其中之一 在齐国属于新事物 十一但连神医纯于义都要被处以肉行 普通臣民的命运可想而知 提营的呼吁反映了齐国当地人对这种酷刑的抵触 恰好纯于义是个名人 他的遭遇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提营的尚书能通过层层官僚之手 最终被递到皇帝手中 还感动得皇帝亲自下诏 放人不说 连肉行都废除了 他哪能如此幸运 谁为他开的绿色通道呢 猜测是汉文帝在纯于义的案子里 发现了关东民众对纯粹适用汉法 已经有所不满 才借此机会 既要继续将汉法推广到关东 又要修订汉法 避免引发臣民反感甚至反抗 于是 汉文帝下了那道著名的废除肉行诏 至诏御史 诗曰 凯替君子 民之父母 今人有过 较为师而行以加烟 或欲改行为善 而道王咒至 朕甚连之 夫行至断之休 克姬夫 终身不息 何其行之痛而不得也 其称为民父母 知亦哉 其除肉行 有以亦知 即令罪人各以轻重 不亡逃 有年而免 据为令 十二 这则诏书是现存史料中第一个引用儒家经典诗经的皇帝诏书 以往 不论是秦始皇还是汉高帝 都不会在诏书里引用儒家的句子 诏书就如同今天的中央文件 引用诗经就好比一份文件引用马列经典来做依据 汉文帝并没有大规模采用儒学的打算 但这起码说明了 皇室已经意识到汉法的弊端 或者说意识到一个政权不能只靠严刑酷法 还要靠德性 在当时要想平衡汉法秦制的酷烈 除了儒家信条 似乎别无选择 诏书里引用诗经仿佛开了一扇门 摄入一道光 哪怕是不经意的一道光 也足以照亮一段新的路程 为汉朝的建国指出了道路 当然 废除肉刑在名义上是非常正面 非常仁慈的举措 但他的实际效果并不在君王的考量之内 汉文帝到底是如何废除肉刑的 请 改成把犯人头发剃光 脖子戴上铁圈 去住城府劳役 一 改为鞭吃三百 砍去左足 改为鞭吃五百 砍去右足 改为气势 也就是在闹市当众处死 十三 等一下 有没有搞错 砍去右脚的肉刑 改成了沙头 确实如此 皇帝废除了肉刑 履行了民之父母的承诺 表明皇室已经着手进行顶层设计 修改秦代遗留下的恶法 逐渐走向以德治国 但其中却有荒诞之处 汉书毫不留情地评论道 事后 外有清刑之名 那时杀人 斩又执者又当死 斩左执者吃五百 当义者吃三百 率多死 十四就是说 废除肉刑 表面上减轻了刑罚 实则死的人多了 大部分人在遭受鞭吃时 还没挨完人就挂了 想来的确如此 改为鞭吃之后 刑罚的轻重就掌握在基层执法者手中 执法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好物和意图 控制鞭吃的轻重 而且花样一定不少 两千年后 清代的一些拜官爷史里记载着清代官府的衙役们打板子打出了经验 打出了水瓶 打出了职业精神 他们可以根据上风的指示或自己受贿的情况 有时候看上去下手拒狠 犯人却不疼 有时候看上去轻轻落下 实则打得犯人非死即伤 其手段之精妙 堪称国粹 想来 汉文帝时期的鞭吃 与此情形不会差太远 于是从提营救复算起仅仅十一年 也就是汉景帝登基的第一年 就成于鞭吃的可怕威力 下诏说 鞭吃是很重的惩罚 犯人就算不被打死 生活也不能自理 朕实在觉得可怜了 于是修改法律规定吃五百约三百 吃三百约二百 减少了鞭吃的数量 又过了十多年 汉景帝发现还是常常打死人 再次修改法律 吃三百约二百 吃二百约一百 减少数量还不够 还进一步出台细则 对鞭吃的刑具竹片进行标准化设计 规定竹片长五尺 相当于现在的一米多点 竹片的板要厚一寸 竹片的头要薄半寸 因为竹片是用竹子削的 竹子有结 这些结要抱平 不然会更疼 对鞭吃的部位做了明确规定 吃臀 对刑刑者也做了要求 无得更人 中途不能换人 否则 一个人打没劲而了 接着换人打 那犯人一准会被打死 即便如此 刑法制仍然说酷吏有以为微十五 说明鞭吃始终是令人恐惧的酷刑 东汉儒者崔石在他的著作《政论》中曾说 虽有轻行之名 其时杀也 当此之时 民皆私负肉刑 十六老百姓甚至想要恢复肉刑了 肉刑最终并没有恢复 汉文帝赢得了仁慈的美名 提营赢得了孝顺的包赏 淳于意赢得了完整的身体 但在当时 这个事件恐怕主要是赢得了儒家的心意 儒家的王道就这样迎进着帝国的霸道 而王霸之道的关系 也就成为后来的君主所瞩目的问题 七 汉武帝初见汉道 在后来被命名为元丰元年的前一年冬天 汉武帝刘彻亲自勒兵十万向北方边境进发 但这次他并不是要打仗 而是要去泰山封扇 展示武力是封扇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之一 结束了朔方寻寿 又稍稍折回到桥山十七附近的皇帝灵祭寺 刘彻问随从 听说皇帝不死 现在却有种 为什么 有人答道皇帝确实不死 已经升天了 这里的灵来的是他的衣冠 刘彻的这个问题 透露了他此次去泰山封扇的重要目的 像皇帝一样长生不老 升天成献 几年前 坟阴十八的后土祭坛附近出土了一只宝鼎 这个祥瑞令刘彻认为 汉家风扇的时机已经成熟 宝鼎出现了一只 用大臣的话说 意味着一统 刘彻即位以后至宝鼎出土之前 他几乎完成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文质武功 汉家确实成为一统的帝国了 既然工业完成得差不多 自己也老了 加上连年战争导致天下户口减半十九 就该考虑帝国延武修文和自己长生不老的事情了 风扇之事 古已有之 风是在泰山顶上风土祭祀天神 禅是在泰山下一座名叫梁富的山或其他小山上取土祭祀地神 风扇并未专属于后代哪个学术派别 在刘彻的时代 无论是儒家还是皇老 都很重视风扇 儒家把泰山风扇看作天子的特权 王者一性受命 风扇就意味着统治得到了上天的许可 当然 前提是 风扇者真的具有王者的工业 而术士会把风扇看作人与天通 升天成仙的途径 但不论是哪种说法 风扇已经很多年没有实行过 使皇帝风扇过 在之前就渺茫不可确认了 所以 风和禅分别怎么操作 用什么礼仪? 一时无人知晓 刘彻召集儒生和方氏研究了好几年 眼下风扇在即 仍然莫中一世 刘彻把风扇的礼器给儒生们看 儒生们纷纷说不合古致 但要问应该怎么搞呢? 他们又说不出来 而且翻遍了如今也没有创制出新的礼仪 刘彻很不耐烦 事实上 他对儒学没有研究的兴趣 也不关心细节 这次风扇 他的打算是既能效仿皇帝 上与天通 实现将来升天成仙的梦想 又要按照儒家的礼仪来做这件事 从而展示汉家 寿命于天 至于这两者如何协调 刘彻并不在意 领导的特权就是既要又要还要 至于如何实现 那是下面的事情 离开长安后 刘彻又东寻大海 次年四月终于抵达泰山脚下 而那些儒生和方氏们仍然没有搞清楚 风扇礼仪 刘彻决定不再等待 就分别按照在甘犬二十祭祀太医 和在坟婴祭祀后土的礼仪行风 禅之礼 期间 他单独与宠爱的霍扇一同登上泰山 霍扇是获去病的儿子 此时只有十岁 在父亲死后席绝冠军侯 两人在山上做了什么谁也不知道 因为霍扇不久之后突然抱病而死二十一 总之 风扇泰山就这样结束了 就在刘彻得意洋洋的在泰山风扇时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坛已在洛阳病危 刚刚游历天下回到长安的司马迁火速赶到父亲病塌之前 才知道父亲竟然是因为没能跟随刘彻参加风扇而激愤发病 风扇泰山连基本的礼仪都没有搞清楚 至于令司马坛激愤至此吗? 弥留之际 司马坛拉着儿子的手吐露了缘由 原来 司马家族从周代就担任太史 点天官式 天官式可以理解为占星术 因为古代把星图的星宿看成是天官 通过占星可以查知人间正事 也能通晓立法的秘密 所以 太史令是非常重要的神职人员 仰观天文 俯察地理 担负着协助天子观向寿时制定立法的重要使命 进一步说 是辅助天子受命于天的专业人士 现在汉家忠于风扇 意味着天下将会更始 也就是重新开始 这才是真正的建国大业 按照太史的职责 司马坛里应参与 甚至陪同天子登山 引导天子观向寿时 结果连跟随的资格都没有 这说明太史令这一职责已经不再重要 或者说 虽然重要 但不再由太史令垄断 皇帝本人 说了就算 于是 刘彻成了汉朝第一个通过风扇泰山而宣称受命于天的皇帝 刘氏家族从此不再是一个造反起家的爆发户 也不是先秦就贵族的延续 而是由上天认可的神圣家族 在法家帮助刘氏皇族建政建立专制极权帝国的同时 儒家终于可以在刘氏皇族的建国大业上展示自己的用处 但是 汉家的建国并不是要建立儒家国度 刘彻对儒家的态度在风扇之事上已展示得淋漓尽致 连不喜儒家的极案 也曾当面对刘彻说 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奈何欲孝唐鱼之智乎 二十三 一个内多欲 一个外施仁义 精准勾勒出刘彻的个性 内多欲 可以理解为刘彻就是使皇帝 好大喜功 征伐四仪 对代臣下杀伐决断 毫不留情 用人也不拘来路 所以司马迁才会说 刘彻搏开异能之路 西言百端之学二十四 而不是后来班固所猜测的刘彻听了董仲书的话罢处百家 更没有独尊儒术 所以 刘彻时期 黄老的极案 法家的桑弘扬 儒家的公孙弘 都得到重用 更多的情况是 很多大臣兼修儒法 比如主赋言 或是不学无术 这里不学无术不是贬义词 只未受教育之意 必如霍光 同时 刘彻确实有外师仁义的一面 他愿意抬举儒家 来掩饰自己 内多欲 所以才会在刚登基时的就要搞改制 建明堂 虽然被窦太后阻拦 但专门养儒生的五经博士已经正式设立 后来 按照公孙弘的建议 他又建立了中央太学 令郡国选拔优秀子弟到博士那里委陪 结业后到中央担任文学 掌雇等官员 选拔地方上的儒学人才担任重要地区官员的属员等 总之 刘彻是把原来以黄老为主 百家为府的局面 变成了以儒家为主 兼容百家的局面 最重要的 当然是封善 封善之后 刘彻心满意足地回到长安 司马迁安葬父亲后 心事重重地回到长安 继承了父亲的太史令职位 刘彻很快召见了司马迁 并交给他一个非凡的使命 制定新的立法 封善之后 时间重新开始 就需要新的立法 新的正硕 新的肤色 这令司马迁振奋起来 决议在制定立法上为太史的职责赢回荣誉 不到一年 在司马迁和具有天文立法才能的术士的努力下 太出力制定了 这一年本是元丰七年 正在实行的是秦制的专须力 原本是秦尚为列国之时使用的地方立法 以十月为遂守 统一六国后搬行天下 成为当时的功力 因此被汉朝所沿用 刘彻在封善后 正是改正朔 定立术 一幅色 把元丰七年改为太出元年 实行太出历 以正月为岁首 以往是六年一改元 从此以后四年一改元二十六 从形式上看 太出之后的汉朝 与以前的汉朝已经不一样了 秦始皇戴上了王道的面具 就是汉武帝 刘彻知道 以法家的霸道打底 以儒家的王道为表 同时广罗阴阳法术纵横之术为我所用 这是一种新的汉道 汉道 意味着汉朝的建国大业终于摸清了方向 八 以红饭查遍 巫蛊之乱 刘彻将为皇后家积禁灭族 太子、儿媳、公主及皇孙全部死难 长安城内 丞相刘屈毛和太子的军队发生了激烈的巷战 死伤枕戒 天下振布 这期间 宁阳二十七侯国的儒生夏侯胜却在故乡平静地读书问学 他主要修习尚书 最先跟随同族长辈 有名的京师夏侯史昌学《红饭》 《武汉传》《二十八》和说灾疫的方法 董仲书死后 夏侯史昌作为名儒进入了刘彻的视野 正如刘彻对儒家一贯的态度 他表面上重视 但并不会把京师们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 董仲书只是个王国相 夏侯史昌则被败为昌义王刘破的太傅 昌义二十九是个好地方 四面通渠 务富民风 刘破是刘彻和李夫人的儿子 李广丽的外甥 一时为刘彻所宠爱 所以才被封到这里 太子死后 刘彻在世的儿子李 刘芙玲只有三岁 成年的儿子燕王刘淡 广陵王刘须拒步为刘彻所喜 刘破就在舅舅李广丽和舅舅的殷亲刘屈毛的支持下 对太子之位有了念想 此时的刘彻 渐渐从巫蛊之乱的暴虐杀戮中缓了过来 如今他后悔了 他理应明白 自己的丰功伪计是以死了无数人为代价的 正应该由忠厚的太子来改弦更张 现在 自己以丰竹残年 汉朝该如何度过这个危局 他开始怀念冤死的太子 一个在高皇帝庙供奉寝殿祭祀的郎官田千秋 一位率先给太子说情 被一下子提拔为大红炉 他专门修建了私子宫寄托埃斯 记恨当初曾帮他镇压太子兵变的人 包括刘屈毛 于是又一场屠杀开始了 刘屈毛被腰斩 他与李广丽曾密谋帮助刘破 成为太子的事情也暴露了 此时 李广丽正出征匈奴 听说自己的妻子儿女被朝廷拘押 一时手足无措 战败后投降匈奴 消息传到长安 李广丽被灭族 刘破的储君之梦也成了泡影 在刘芙玲即位前夕以壮年之灵去世 考虑到刘彻为了避免刘芙玲被母族携制而不惜处死她的母亲勾异夫人 刘破是否属于正常死亡 给后人留下了谜团 这场宫廷变故平息后 大臣们似乎没有觉察到刘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还按照皇帝以往的做法提出政策建议 新晋宠臣大红卢田千秋与长宠未衰的大司农三十三弘扬一同上书 认为李广丽新败 需要巩固西域 防备匈奴 提议继续蒸发内地士族 在车施国以西千里之遥的轮台屯田 屯田不只是种地 还要设置都位 疏通沟渠 修筑停碎 是一个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工程 若在以往 这是符合刘彻胃口的 但刘彻不仅否决了这个提议 还下了一道很长的诏书 反思了过去一段时间对西域和匈奴的政策 颇有悔过之意 诏书的最后说 当今物在禁科报 只善妇 立本农 修马妇令已补缺 无法五倍而已 三十一 热衷于开边拓土的刘彻 刘彻竟然说当今的药物是禁止磕症 不要随便征税 鼓励农民耕种 愿意养马的可以抵消姚役 边疆的安全只要保持现状不要松弛即可 随后 刘彻开始安排后市 外朝 提升田千秋为丞相 封为傅民侯 政府首脑以傅民二字封之 其意味不可谓不偿三十二 田千秋终于明白了皇帝的意图以及对自己的真正期许 内朝 由魏皇后的外甥 获去病的弟弟霍光担任大将军大司马 以内朝大臣的身份领衔辅佐刘弗领 不久 刘彻死去 昌义王国靠近屈腹 儒学氛围比较浓厚 基于夏侯史昌的关系 夏侯胜与昌义王家可能有些联系 所以也可能对这些宫廷内幕乃至刘彻的风格有所耳闻 目睹了刘彻这些年来穷兵独武导致民生凋敝的地业 身为儒家经师 他对刘彻的评价不会高 无独有偶 霍光被刘彻为以首席辅佐的重任 也忠于刘彻 但霍光仅有政客的资质 达不到刘彻的思想高度 也就难以理解刘彻的政策 刘弗领 汉昭帝即位后 霍光掌权下的朝廷虽然给刘彻立了宗庙 但并没有尊庙号 汉朝仍然只有刘邦 刘衡的宗庙有庙号 分别是太祖和太宗 刘彻只得到了一个五的嗜号 不得不说 刘彻给帝国留下的创伤太深了 霍光淡化对刘彻的尊崇 也符合刘彻晚年政策转向的意图 不过 已经成为御史大夫的桑弘扬仍然希望延续旧政策 包括盐铁砖卖 对匈奴用兵等 桑弘扬精于理财 热衷为国求利 是刘彻的好学生 现在他与霍光同为辅政大臣 两人不可避免地在政策主张和权力分配上都产生了矛盾 霍光对儒家没有兴趣 但政敌的敌人就是朋友 既然桑弘扬主罢道 那就拉拢蒋王道的儒生 在儒家看来 国家垄断盐铁专营是与民争利 当然会反对 当年 公孙洪社太学 选儒生入世 积累几十年 效应显现 儒生的数量已经很多了 于是 霍光躲在幕后 让丞相田千秋出面召开了西汉著名的盐铁会议 从郡国选举了六十多位贤良文学 也就是惊生如世 到长安与桑弘扬论 经过长达五个月的论辩 桑弘扬遭到不小的挫折 他所主张的郡国九雀和官内铁官都被取消 霍光实现了自己的意图 正是在这一时期 夏侯胜被汉庭争为博士 又担任光露大夫 他日益感觉到 刘彻造成的严重后果 必定是推崇儒家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 此时 儒家还不足以抗衡霸道 中央的全臣黎也没有儒臣 但力量正在快速滋长 必将从霸道的装饰品 向真正的王道突破 促使他有这个想法的 是不久前发生的一件惊险大事 汉昭帝始源五年 公元前八十二年 有一名男子进了长安城 他乘坐着黄牛车 打着画有龙蛇的黄旗 身穿黄衣 头盖黄金 一看就非凡俗人等 果然 他熟门熟路地直抵魏央宫北雀 对宫门负责传递信息的官员说 我是魏太子 魏太子? 汉武帝的儿子魏太子不是早在十年前的巫蛊之乱里就死了吗?消息火速传到宫内 火光 汉昭帝都很疑惑和紧张 毕竟魏太子死在外地 一般人都没见过尸体 民间出于同情 一直流传着魏太子还活着 理应由魏太子继承皇位的谣言 这事儿如果不能妥善处理 后果会很严重 影响到汉昭帝的合法性 十年前那场正变死的人太多太多了 长安的市民谁不记得呢?消息不静而走 数万市民聚集到北却为官 照令下答 一面让公卿、将军、中二千十及以上俸禄的官员去辨认 一面让负责长安戒备的幼将军乐兵在旁 防止事变 由此可见 汉昭帝、霍光可能也拿不准为太子到底死没死 那黄衣男人对全城的骚动似乎无动于衷 也没有发表意见或表达诉求 来到现场辨认的丞相玉石等公卿官员 看见他如此平静 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那些曾经见过为太子的人 此时也不敢言说是非 十年过去了 谁敢说自己的记忆准确无误呢? 此刻的气氛极为恐怖 可能有人振臂一呼 臣民们就把黄衣男人抬进魏央宫为皇帝 可能又将军一声令下 虎狼军士们大开杀戒 可能支持黄衣人和支持汉昭帝的官民混站在一起 正在此时 经兆隐眷不宜终于赶到 他来自其地的渤海郡 靠通晓春秋而被选为郡文学 后来被汉武帝的秀衣使者 也就是王莽的曾祖父王鹤的同僚 报圣之赏识 得以重用 一路升迁至经兆隐 眷不宜挤进人群 二话没说 直接鹤令左右 将黄衣人拿下 围观的官民大惊 有人巧声对眷不宜说 是不是真的为太子还不知道呢? 先别急 少安无躁 眷不宜说 朱军对为太子有什么怕的? 春秋时期 为国卫灵宫的太子 快溃逃亡 卫灵宫死后 国军由 快溃的儿子继承 快溃想回来从儿子手里夺取军位 被儿子挡在城外 这件事春秋认为是对的 卫太子已被废掉 所以 这个人不管是不是真的卫太子 不重要 即便是真的 这次来也是自首 是罪人 说吧 把黄衣人送往赵羽 一见此景 一听此言 市民们也就散去了 宫卿官员和幼将军那绷紧的心也放下来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有惊无险地结束了 卫阳宫里的霍光和汉昭帝 则为眷不宜的临危不惧和活学活用儒家理论而积节赞赏 霍光尤其觉得 做实际工作的宫卿大臣得通明儒家荆树才行 夏侯盛是博士 他敏锐地告诉学生们 士病不明荆树 荆树苟明 齐取青子如免时地戒尔 学经不明 不如归庚 就是说 将来从政只要精通儒数 登上宫卿高位佩戴青瘦紫瘦 就像弯腰捡草一样容易 如果不能精通还想当官 那还不如回家种地 刘弗玲八岁即位 二十岁就厌价了 身后没有子嗣 在霍光的支持下 汉庭迎昌义王刘鹤 也就是刘破的儿子即位 夏侯盛与昌义王家有过旧缘 见到刘鹤带到长安的旧臣里 不乏儒学之事 比如 刘鹤的师父就是研制诗经的王室 因此十分高兴 但这种高兴劲儿并没有持续太久 夏侯盛发现刘鹤极度缺乏安全感 并不信任霍光等人 刚到长安没几天 甚至还没去高地庙告庙 就火速提拔王国旧臣 排挤前朝官员 而且日夜与亲信密谋 霍光表面神情自若 但瞒不过夏侯盛的眼睛 或者说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 前朝权臣与新任皇帝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 夏侯盛注意到 刘鹤的有些旧臣试图调和霍光与刘鹤的矛盾 王室就几次借着说诗经来劝戒刘鹤 夏侯盛虽然与昌义王家有些渊源 但毕竟不是进尘 他也想提醒刘鹤注意 恰好刘鹤乘车出行 夏侯盛冲到玉免前 大声说道 天酒阴而不语 臣下有谋上者 陛下出欲何之? 34 这句话体现得正是儒家公羊学的经义 天气酒阴不下雨 说明臣下有谋反之心 陛下难道没有察觉? 还要到处跑吗? 刘鹤非常生气 说这是妖言 下令将夏侯胜拘压 但刘鹤真的以为这是妖言吗? 就在不久前 他还在昌义国的时候 曾连续见到灾疫 一次是高三尺的白狗 无头 脖子以下像是人 一次是明明见到一头熊 但身边的人都说没有 还有一次是大鸟飞及王宫里 也甚是可怪 霍光听说这件事后大惊 因为他正和心腹 车骑将军张安氏密谋废调刘鹤 此事只有他们两人知道 夏侯胜如何得知 既然不是自己 那只能是张安氏泄密了 霍光赶紧去见张安氏 责怪他嘴巴不言 张安氏却说自己根本没有说过 两人觉得难闷 就询问夏侯胜 夏侯胜却说 不是从哪里听来的 而是按照《红范武汉传》 天气久音不语 就是有下谋上 霍光和张安氏这才领会到儒学的高妙之处 原来儒学所说的王道 还包括了天人合一 在意祥瑞之类神乎其神的道理 并不仅仅是当年盐铁会议上那些道德仁义的高调 两人都认为 对儒家的经师还是要重视重用才行 不能像刘彻那样只拿来装点门面 十几天后 霍光与张安氏果断出手 废掉了刘鹤 因为刘鹤一直没去高地庙告庙 从程序上看 他也就还没从祖先那里获得地位的合法性 当然 霍光也没有资格费力 宣布废掉刘鹤的是十四岁的皇太后 霍光的外孙女 刘鹤被废 他的那些王国旧臣大多被杀 王室因为曾拿三五百篇当剑书 用诗经劝谏刘鹤 从而逃过一死 其实 与其说他真曾劝过刘鹤 不如说霍光有意要留下这些通经致用的儒士 汉朝的地位兜兜转转 居然又转回刘彻太子刘巨的家中 刘巨的孙子刘并已虽然人在民间 但已恢复了皇室的身份 一直在霍光的视野里 霍光等人将刘并以迎入皇宫尊历为帝 刘并以这个粗俗的名字也改为刘巡 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 以极小的成本尘埃落定 霍光又想起夏侯胜竟然根据经义通过天气的异常 就能准确预判政治的变动 可见 儒术是何等重要 正是帝王所需 霍光就令夏侯胜以上书教育皇太后 升为常信少府 赐绝观内侯 夏侯胜俨然是帝师重臣了 就汉宣帝的建国大业 刘巡及汉宣帝刚即位时 压力也非常大 鉴于刘鹤被废 他主动接受霍光的大权独揽 处处小心 如芒在辈 他是刘巨的孙子 但武帝和昭帝都没有给刘巨公开平反 因此很多人私下里对刘巡即位的合法性有所质疑 广陵王刘虚从刘彻时期就念到帝位 他养了个女巫 诅咒汉昭帝 汉昭帝果然早死 又诅咒刘鹤 刘鹤果然被废 听说刘巡即位 大为不爽 说 太子孙何以反得利 三十六 所以 刘巡有必要宣誓自己的合法性 即位不久 刘巡下了一道诏书 极力称颂汉武帝的丰功伪迹 请列侯 二千十 博士讨论武帝庙的庙号 刘彻本人虽已成往事 但刘巡决意为刘彻尊上庙号 试图唤起人们的记忆 刘巡是刘彻的曾孙 是武帝不容置疑的继承者 当然 尊崇武帝不代表要恢复武帝的政策 这件事一定经过了霍光的同意 诏书以下 群臣心知肚明 所以对尊庙号这件事都没有什么意义 接下来主要讨论庙号是什么 唯独夏侯圣站了出来 坚决反对 他的理由非常清楚 武帝虽然有丰功伪计 但代价实在太昂贵了 死人无数 耗尽天下财产 导致百姓流亡 误故者办 人民相识 财政收入和粮食储备至今还没有恢复 这样的帝王 再怎么伟大 王得责于民 就是说对老百姓是没有好处的 所以怎么能尊庙号呢 看来 夏侯圣对刘荀的真正目的并不理解 只是单纯批判刘彻 所以 当群臣来批评他的时候 他说 人臣之意 以直言正论 非苟阿易顺旨 意义出口 虽死不悔 三十七表达了如是的风骨 既然身为人臣 那就要有啥说啥 不能阿谀奉承 而且话都说出来了 收回也没有意义 我死也不后悔 贝臣下好一番羞辱 刘荀当然恼火 但关键是夏侯圣没能领会他的意图 所以 夏侯圣和在这件事情上支持他的丞相掌使皇霸 一并被下狱 而刘彻的宗庙终于被尊为世宗 成为有汉以来第三位有庙号的皇帝 在狱中 皇霸请求向夏侯圣学习如今 夏侯圣觉得两人将来都得死 学不学意义不大 但皇霸却说 昭文道 惜死可以 竟然就在狱中拜夏侯圣为师学习如今 这不仅说明皇霸的好学 更说明了儒树在当时如此炙手可热 令氏大夫虽久死而不悔 师徒二人在狱中讲诵了一个冬天 拐过年来的夏天 关东发生大地震 有四十九个郡国受灾 一些山林也因灾滑坡崩塌 被房屋倒塌直接压死的就有六千多人 在浓厚的儒学氛围里发生如此恐怖的灾疫 刘荀坐不住了 他下诏承认盖灾疫者 天地之戒也 承认自己有过失 同时大赦天下 夏侯圣和皇霸都被释放 夏侯圣出任建大夫 家官给世中 被赋予出入恭敬之权 皇霸则外放为扬州刺史 这十七次使还未具备后来周牧的大权 但也是重用了 夏侯圣终于和刘荀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关系 他不拘小节 在刘荀面前有时候不称陛下却说君 这反而令刘荀很喜欢 大概是君更富有古意吧 有些时候 夏侯圣还会刻意把刘荀的一些话传到外面 一开始刘荀还不高兴 夏侯圣说 陛下说的都是好话 我把好话放出去 是为了让大家都敬仰陛下 总之 夏侯圣和刘荀的关系在一场你死我活的风波过后 反而出奇地和谐 有理由猜测 夏侯圣表面上质朴简单不拘小节 实际上多年的如数修养 令他通晓人臣知道 所以才会将如数授予帝王所用 这恰恰诠释了刘荀汉道的精髓 王道与霸道并用 霸道为理 王道为表 多年以后 刘荀苦等到霍光去世 给霍光极尽哀荣 却很快又将霍氏家族全部诛灭 将大权牢固握在手中 刘荀也终于卸下了面具 虽然没有居然更改霍光的政策 但不再允许对汉武帝的攻击和批判 事实上 他还要效仿汉武帝 在牢固把控大权的同时 平衡国家政策上王道和霸道的冲突 毕竟自武帝死后 汉朝修养生息二三十年 又具备了施行霸道的物质基础 同时 经过多年的涵养 儒家也已经兴旺发达 外朝充斥着大量儒臣 势力不可小觑 似乎复现了汉初功臣集团云集外朝的局面 例如他的丞相皇霸 于定国等 都是从法家的官吏转变为儒者 才得以先后当上了丞相 所以 刘荀要追目刘彻 也得与时俱进 他采取了两方面措施 第一 顺应儒家关于灾疫 祥瑞的说法 鼓励郡国发现祥瑞 刘荀当皇帝时期 凤凰在全国到处出现 甘露多次降临魏央宫和上林院 神却出没在泰山和皇家祭祀地雍城 甚至出现了黄龙 刘荀对祥瑞的热爱不斥他儿媳妇的侄子往往 此外 刘荀还在石渠阁召集儒学诸家讨论分歧 称治林爵 据说对一些分歧做了平议 以彰显他作为帝王对儒学具有的权威 第二 在权力的运作上 刘荀刻意打压甚至杀戮儒臣 重用那些法律行政出身的官员 此外 他借鉴武帝抬高中朝的做法 着力提高宦官的地位 不断给外妻为以重权 从而抗衡 牵制外朝那些咄咄逼人的儒臣 武帝的外妻魏卿 霍去病 李广丽都曾经担负重任 刘荀也很重视自己的外妻许氏家族 霍光死后第二年 刘荀曾成于霍光的权势 取消了大司马的印寿和官署 但又把外妻兼任大司马大将军这件事作为定力 在微妙中取得平衡 刘荀不愧是西汉的忠兴之主 死后忠宗的妙号当之无愧 他既能笼络儒家 又能抗衡儒家 也不惜杀戮儒臣 从而在王道和霸道之间圆润之中 汉朝的建国至此才算真正完成 汉家也真于极盛之绚烂 就在这绚烂之中 隐约存在着某种危机 刘荀的太子刘氏热衷如学 曾在试验的时候 看父亲心情好 从容劝父亲要遵从王道 减少杀戮 没想到刘荀对此很不满意 说了一段著名的话 这段话可以视为汉朝建国的内涵 也是汉道的宣誓 更是往往登上历史舞台的预言 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罢王道杂志 奈何纯任德教 永州正乎 且俗如不达时宜 好事古飞金 使人炫于名时 不知所守 和足委任 乱我家者 太子也 三十八 霸王道杂志 不能纯用周正 这一不可小乱的家法 就是汉朝建国的汉道 从刘邦和吕后立国 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探索 涵养 至此 汉朝的建国和建政大业 终于都已完成 西汉的德性 也在这时期 真于圆满三十九 当然 这一家法 很难说是皇家 有目的制作的若干制度 而是由几代汉帝层层累积形成的惯例 传统 如果说儒家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合法性 那么对皇室 以及当时的汉朝人来说 汉家自秦 沿袭而来的惯例 传统 也具有合法性 两者都是刘氏家族拥有天下的必要因素 然而 刘寻鼓励各地报祥瑞 是为了烘托汉朝的伟大和自己的神圣 却做梦也没想到 祥瑞和灾疫是一体两面 当朝也习惯了以灾疫和祥瑞来窥探政事 那么一旦对政治不满 就满眼都是灾疫 而所有的灾疫都会指涉政治 从而侵蚀着汉朝统治的合法性 刘寻用外妻来对抗儒臣 是因为外妻不必学习儒术即可从政 而且外妻一般只担任中朝官 与外朝的儒臣形成平衡 但他没有预料到 有一天 儿媳妇的侄子往往身为外妻 居然儒家化了 甚至成为儒家的代表 从而得以收拢内外两朝 架空皇权 而儒术又是与灾疫密切相关的 到了那一天 儒术、灾疫、外妻 三者在王莽身上合为一体 刘氏家族的建国和建政大业 面临沦丧的危险 注释 一网宝炫 西汉经学原流 第148页 东大图书公司 1994 二王宝炫 西汉经学原流 第148页 东大图书公司 1994 三李若辉 九旷大仪 汉代儒学政治研究 第九十页 商务印书馆 2018 四言不可 士大夫政治衍生史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武汉书 《景地记》 第149页 六度正盛 编户齐民 联京出版事业公司 1990 七言不可 汉朝用秦制不用秦政 建《波峰与波谷》第二版 八臣苏震认为 秦朝灭亡的原因就是秦国急切地把秦制推广到被征服的关东各国 而法律的秦制造成了被征服土地臣民的不适应 旧的习惯被摧毁 不仅没有设服被征服者 反而迅速导致了叛乱 并灭亡了秦政权 而汉朝就没有这么做 建事著春秋与汉道 《九史记》载文帝四年 汉书载十三年 应以后者叫妥 石前幕两汉博士家法考 文帝外取黄老阴柔 内主深寒行明 建《两汉经学经》古文评议 第190页商务印书馆 2001 《十一陈苏镇春秋与汉道》第116页提示了汉法移植到诸侯国的后果 《十二汉书·刑法制》第1098页 《十三汉书·刑法制》第1099页 并美举了斩幼职所对应的几项罪名 气势一说为绞刑 《十四汉书·刑法制》第1099页 并美举了斩幼职所对应的几项罪名 气势一说为绞刑 《十五汉书·刑法制》第1099页 并美举了斩幼职所对应的几项罪名 气势一说为绞刑 《十六后汉书·崔石列传》第1729页 《十七金山西区卧一带》 《十八金陕西韩城附近》 《十九汉书·武刑制》第1427页 又据葛建雄西汉人口地理第90页 户口减半 并不是人口减半 而是考虑了托吉、逃亡以及五帝十七地方官的虚报 但百姓的逃亡同样说明了当时政策的严酷 《二十金陕西纯化附近》 《二十一霍善之死》很可疑 他是否为献祭被杀 因文献无存 无从探求真相 《二十二流宗迪·太史公之死》在读书2007年第三期 《二十三史记》《吉正列传》第3106页 《二十四史记》《归策列传序》第3224页 《二十五王宝炫·西汉经学原流》第138页 《二十六新德勇·建元与改元上篇》 新德勇认为 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年号是从太初开始 汉武帝的元光、元朔等年号是追记 而且这几个年号主要是六年一改元的标记 没有特殊的更史含义 《二十七金山东泰安宁阳》 《二十八陈侃李认为》 《红饭·武汉传》为《夏侯史昌》所作 《见识著儒学、术术与政治、灾疫的政治文化史》 第七十四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零一五》 《二十九金山东》何则巨野一带 当时属于通渠 金山东围方仍辖昌义县 与西汉的昌义并非一地 《三十三红阳》此时因故从大司农 被短暂贬为搜宿都尉 但大司农空缺 《三红阳》实际仍代行大司农之职 《三十一汉书》 《西域传》 《第三千九百一十四页》 《三十二田于庆》 《论伦台照》 在《历史研究》 《一九八四年第二期》 李昊 《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现宜 与新德勇先生商榷 在《中南大学学报》第二十一卷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第六期 《三十三》 《汉书》 《夏侯圣传》 《第三千一百五十九页》 《三十四汉书》 《夏侯圣传》 《第三千一百五十五页》 《三十五》也有一种可能性 在这场政变中没有被杀的昌义王旧臣 比如王吉、公碎 以主动投向霍光 西岛定生持此说 《见识著秦汉帝国》 《第三百二十一页》 《三十六汉书》《五五子传》 《第两千七百六十一页》 《三十七汉书》 《夏侯圣传》 《第三千一百五十六杠》 《三千一百五十七页》 《三十八汉书》 《原地记》 《第二百七十七页》 《三十九履思缅》 《秦汉史》 《第一百五十二页》 霸王道杂之者 王指儒 霸执法 以儒家宽仁之正代民 法家督则之术省力 此说太过理想化 霸王之道 不会去分民羽利 而是不可分割的统治思维 陈圣刘太廷皇帝 汉原帝的恐惧 王正军的丈夫刘氏 也就是汉原帝 因为郝如差点被父亲汉宣帝废调太子之位 但平心而论 刘氏郝如的种子是汉宣帝亲自种下的 汉宣帝长在民间 大概因为年少时只能依靠祖父刘居身边的一些故人长者 没能接受系统的皇家教育 所以对太子的教育就颇为上心 以作弥补 刘氏成为有汉以来第一个接受了完备的儒家教育的帝王 他的太子太父都是有名的经师、众臣 例如前面提到过的大儒夏侯胜和育友皇霸 还有书广、颜彭祖、夏侯健、肖旺之等 肖旺之后来还成了刘氏的丞相 这几位师父有个共同点 所传授的都是儒家的奇学衣 也就是最讲究天人感应、祥瑞灾义等近乎神学的那一派学问 可想而知 性格温柔、举止雅致、为人谦逊 又受奇学教育的刘氏一旦当了皇帝 会出现何种情形 那就是一看到天灾人祸 就会认为是上天对他的警示 汉朝刚刚经历了昭宣忠兴 国历已从汉武帝末年的凋敝恢复过来 但这毕竟是公元前 社会发展水平整体不高 抗灾能力很差 面对天灾 有些帝王并不在乎 史书也未必一一记录 刘氏却忧心忡忡 每次都很紧张 下了许多罪己诏 再加上后来 班固想把西汉走下坡路的起点画在汉原地时期 所以汉书里这期间记录的灾疫特别多 即位第一年 刘氏就遇上了地震、瘟疫、关东十一个郡国水灾、鸡、或人相识 令他寝食难安 第二年 又遇上陋西地震、嵌收、北海水道观 以及关东饥荒 其地人相识 二 在以后 连年在意 水汗雪霜就不多说了 还有日食、地震、或是皇家宗庙起火 或是星宿逆行 或是白鹅群非碧日 不翼而足 而且几乎没有什么祥瑞 刘氏陷入了一个循环 他越害怕灾疫 就越笃信儒家 越是笃信儒家 就会发现灾疫越来越多 越来越凶 有一次 儒生经房向他报告说 自陛下即位以来 春秋上所有的灾疫全都有了 陛下是惊为致邪 乱邪 这个问题明知故问 倘若让后世帝王来看 一定觉得大逆不道 但刘氏却沉痛地答道 一急乱耳 上河道 三 有的在意他甚至没有注意到 比如他即位第四年时 皇后王政君曾祖父的坟墓发生了一件怪事 支撑坟墓门口的木头柱子突然长出了新的枝叶 也是这一年 王莽孤孤坠地 多年以后 王莽将会把这条从祖先灵墓上生长的新枝作为自己崛起的祥瑞 不管怎样 灾疫频发 就意味着上天不满 上天不满就要转移天命 改姓一代 要想避免 皇室就得改制 儒家涵养多年 派别越来越多 调门越来越高 主张越来越具体 理想也越来越宏大 要改制就不会是小打小闹 颁标后来说过一句话 供与毁宗庙、匡横改交召、和武定三宫 一个是宗庙制度的改革 一个是祭祀制度的重制 还有一个是最高级别官制的改革 这三件事对儒家都非常重要 都属于最基础最核心的制度 又主要是外在形式上的改制 不太涉及朝廷权力的重新分配和既得利益者的损害 阻力相对比较小 虽然几经波折 最终都确定了 这三件事意义重大 意味着汉朝从霸王道杂志真正转向了独尊儒术 而前两件最终是在王莽手中完成的 可以说 儒家的改制最终造就了王莽 而王莽也成就了儒家的改制 先说说宗庙 就是汉室自家的庙 高皇帝定天下后 在长安和郡国立了太上皇庙 因为当时汉廷对郡国的控制能力比较弱 所以需要用立庙这种宗法的方式来维系统一 后来 每死一位皇帝 都会在长安周边立庙 部分郡国也要立庙五 有些不是皇帝也要立 比如是皇孙 代代相类 到了刘氏的时候 宗庙已很庞大 全国有176所 汉朝人无论贵贱 大抵都相信地下世界的存在 所以对丧葬宗庙很在乎 皇室的宗庙可不仅仅是一座房子 一处典型的宗庙一般设在陵墓旁边 有房屋也有寝园 园中有寝殿 变殿就像一个微型的宫殿 宗庙里还有许多人侍奉着亡灵 祭司们每天要把亡灵的衣服请到寝殿 按月请到宗庙 四时节庆有乐队吹拉弹唱 衣冠出游的时候车马一丈和生前一样 士兵守着陵园 厨师给死人做饭 有些皇帝生前的宠臣妃嫔也会住在这里 一所宗庙如此 全国的宗庙就会产生巨大的人事费用和维护开支 成为很重的财政负担 据记载 原地的时候每年宗庙上就需要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 祭司和乐人一万两千一百四十七人 祭品牺牲不计其数六 这一时期 地方的诸侯郡国已经牢固地被中央控制 地方宗庙维系宗法的功能已经不太重要 而且 祭司皇室的列祖列宗被看作嫡子的特权 诸侯王祭司的话不合理 所以 皇室宗庙只在长安保留由皇帝主持就好 贡宇是刘氏的御史大夫 在儒生们关于宗庙改制的呼声下 他向刘氏提了宗庙改制的建议 在丞相维玄成、匡衡等先后支持下 宗庙改制的大幕拉开 汉朝的精学也从董仲书开创的天人感应向着复礼复古转变 既然原来的宗庙数量多 又不合乎理 所以改制的目标比较明确 首先把各郡国的皇室宗庙都撤销 在中央 把宗庙分成三类 刘邦是立国者最早受命的皇帝 是始祖 庙号太祖 独为一类祖庙 文帝 五帝比较有功德 庙号分别为太宗、世宗 为第二类宗庙 其他的按照血缘关系 只保留四世 为第三类亲庙期 超过四世说明亲缘已尽 原先立的庙就要毁庙 毁不是破坏摧毁 而是不再单独祭祀 不再维护的意思 祭祀的时候 还要遵照地侠之礼 遵循招募之序 地就是祭祀时以始祖刘邦配天 侠就是合计八 简单地说 就是把汉朝列祖列宗的神主 不管有没有毁庙 都和刘邦的神主合在一起大计 招募是说祖宗的神主不能乱摆 要按照父为招 子为牧 一朝一暮的顺序有条不稳的排列 例如刘邦为招 祺子惠帝 文帝为牧 景帝为招 武帝为牧 昭帝为招 使皇孙为牧九 宣帝为招 秩序井然 庄重非凡 汉原帝搞的宗庙改革 到了城 哀时期又有所反复 特别是哀帝时 还曾为要不要回武帝庙而争论 但总的来说基本原则没变 而最终的定型者就是王王 仅此一点 王王在当时的功德可见一般 独尊如数地实现 再说说郊寺 话说秦末汉初 普通百姓所崇拜的多是些地方神奇 刘邦刚起兵的时候 在封县祭祀土地神 叫做坟鱼舍 当了佩公之后 又祭祀吃油 后来当了汉王 入了咸阳 刘邦发现秦国在旧都雍城设立祭坛祭祀上帝 叫做雍智 就问这个祠所祭祀的上帝是谁呀? 周围的人说 有四帝 分别是白、青、黄、赤帝 刘邦又问 我听说天有五帝 怎么只有四帝呢? 周围的人大都是跟着刘邦一同进入咸阳的楚人 不知道秦国有五帝黑帝 更不知道黑帝最高贵 于是纷纷摇头表示不清楚 刘邦自己琢磨了一下说 我知道了 原来是等着我来凑成五帝 意思就是它是黑帝 于是刘邦立了黑帝词时 在雍城形成了祭祀五帝的雍武制 至于祭祀礼仪 他当然一概不懂 就召来秦国的祭祀官按照秦的礼仪祭祀 从封县的土地神 到咸阳的黑帝词 可见刘邦的信仰是非常杂乱和帅性的 只要是神就祭 后来 加上黄老方士们的推波助澜 汉庭把梁、楚、晋、秦等地的屋聚在一起 每个屋负责祭祀本地的神 为黄河、南山和天上的星宿也建立祭坛 经年累月 汉庭的各色国家祭祠里就罗列着赤尤、后继、东军、云中军、司命、和神、武帝、皇帝、八神、玉女、房中、唐上十一等各种不搭界的神奇 甚至还有秦二世、李延年等人 这很像当年古罗马帝国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征服各地 并不会把当地的神奇消灭掉 而是都纳入罗马的万神之中 汉朝皇室也搞了类似的万神庙 只不过没有万神 汉文帝在保留雍武制的同时 在魏阳搞了武帝庙 把武帝合在一起祭祀 汉武帝又在甘泉建立了太制 太就是太 太制是在五帝之上搞了一个太义神 相当于天神 在太制祭天 祭了天就得四帝啊 汉武帝又在出土宝顶的坟婴建立了厚土祠 总之 到了这个时候 皇室终于从无神不祭 逐渐养成了以雍武制卫养五帝和甘泉制太医坟婴厚土四类为主的皇家祭祀习惯 显然 这一习惯延续了秦朝旧义 此外 刘邦以来各地所建立的西齐古怪的祭祀 大概仍在运转 汉成帝时全国这类祭祀有六百八十三所 在儒家眼里 这些祭祀混乱、淫烂 夹杂着抱秦的礼仪和皇老的荒诞 既不尊重天 也不尊重地 还不尊重汉家 因此最好彻底清除 另立交寺之谊 汉成帝时 皇家宗庙的改制已经差不多了 交寺的变革就被提上日程 主持这件事的是有名的匡衡 据说他小时候家里穷 从隔壁凿壁借光读如经十二 现在 他已经成为汉成帝刘傲的丞相、乐安侯、当朝如宗、诗经学术权威 在匡衡看来 汉家以往的交寺全都是错的 按照如今 特别是他所传的后仓礼学的观点 天子交寺要在长安的南交祭天、北交祭地 甘泉至句长安百里以上 坟印厚土词句长安约四百里 雍则是秦国旧都 都不属于长安的南北交 而且三帝路途艰险 天子每去一次 跋山涉水不安全 还耗费人力物力 匡衡的上奏在汉庭引发了两种不同意见 反对的意见来自皇后的父亲 大司马许家 他们认为原来的交寺是汉家旧制 体现的是祖宗之法 汉家制度不可轻易变革 支持的意见来自其他儒臣 这倒是体现了汉宣帝当时以外妻为内臣 拱卫汉家传统 对抗外朝儒臣的意图 不过 刘奥和父亲汉原帝一样 笃信如学 支持宽恒 照令一下 从刘邦延续至此长达两百年的交寺体系一朝瓦解 悉数废除 新的南北交祭祀建立起来 与宗庙改制不同 宽恒对交寺与其说是改制 不如说是推倒重来 在许多皇室成员看来 把刘邦亲手确立的祭祀毫不留情地废除 是王道彻底压倒霸道的做法 先不说宽恒的做法是否有道理 如此不尊重先王旧典 意味着皇室统治的合法性将不再来自先王的征服和功德 而是由儒家说了算 说来讽刺 没过多久 宽恒因为贪占封国领土和租税被告发 勉为庶人 讲了一辈子如经大义的丞相 居然因为迎头小利而丢了冠决 此事想避在汉庭引起了不小震动 与此同时 突如其来的一场 大风吹坏了甘权太制附近的竹工 在意的出现和匡横的倒台 令交寺变革失去了支持 而且 刘傲当初同意变革 还有个难言之隐 就是没有子嗣 他想通过交寺变革来感动天地 生个儿子 但变革之后 他还是没有子嗣 此时 又一位儒家京师刘相对刘傲进言 拥武智、甘权、焚音等祭坛刚建立时皆有神职感应 所以 祥瑞非常多 高祖十五来 文帝二十六来 武帝七十五来 宣帝二十五年 出源元年以来 亿二十来 这足以说明旧的祭祀是很有效的 而且 刘相也赞同当年和匡横争辩时许家的意见 汉朝的交寺宗庙等礼仪 都是当初祖宗和贤臣一同定下来的 随便议论都是大罪 更别说取消了 都是如臣 何以刘相要反对匡横呢? 因为刘相是皇室成员 是汉初楚元王刘娇的后代 而且 刘相试传鲁学诗法 是当年帮助刚即位的汉武帝进行改制的鲁申培的徒孙 与匡横所传的奇学并不一样 在刘相看来 汉朝九旷大仪十三 至李作乐要兼容汉道和儒道 由此可见 学术派别和身份都有可能影响人的立场 在历史上很难找到壁垒分明立场不变的所谓儒家集团外戚集团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利益 每个历史事件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 不久 王政军下诏 挥附庸 甘泉 坟淫三处祭祀 废旨 南北交 尽管如此 王道压倒霸道的趋势已经难以逆转 此事未完 尚有后续 此外还有儒家通三统的首次尝试 所谓通三统 就是在汉家天下里同时保存前面两个朝代的祭祀不灭 汉朝要像对待客人一样对待他们 封仪很高的爵位 有封地 就像周朝会把下的后四封在启国 商的后四封在宋国 对汉朝来说 秦朝适润 不承认其合法性 所以三统 集商 周 汉 早在汉武帝时 汉家已经把周的后裔封为君 成帝则首次封孔子的后裔孔吉 孔子是商朝贵族的后代 又是儒家眼中的宿王 为殷少家侯 又很快 尽为宋公 加上周的后裔成修公 后来改为魏公 两人封地各百里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从刘邦时的非功臣不侯 到后来就是封侯 由皇子封王 从来没有按照儒家的诉求 给商周的后代封绝 而且是高于列侯的公爵 当然 此次对孔氏的包扬 主要是将他作为商朝后裔 而非孔子后裔 离后世超规格大规模的祭孔尊孔还很远 但此事开启了国家尊孔的道路 与此同时 和武队、三公也提出了建议 汉家最初的三公是丞相、御史大夫、太尉 其中丞相为最尊 御史大夫虽然与丞相并称梁府 实际低于丞相 太尉时至时费 汉武帝用内朝官大司马大将军实际履行太尉的武职 汉宣帝取消了大司马的印寿和官署 和武的意见是 应该建立符合如今的三公 于是汉廷把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 大司马给予了印寿并改为外朝官 地位与丞相等同 新的三公制建立了起来 通三统和建三公这两件事主要是形式上的变革十四 但传递的信号却很强烈 汉家逐渐抛弃王霸之道 专以王道为宗旨了 面对这些变革 也没有许家那样的外戚站出来反对了 因为外戚已是王室家族 汉廷发出如此强烈的尊儒信号 想必也经过了王室家族的默许吧 不久 成帝突然死去 他始终没有子嗣 这说明交四变革 不必为此背过 大概是在王室家族的建议下 王政军又把交四制度改为了南北交 至此 在流姓天命已衰的背景下 宗庙、祭祀、建三公、通三统 都实现了儒家的意图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尊儒术 十二 汉埃帝的改制危机 十九岁的汉埃帝流心一即位 汉廷风气为之一心 流心原本没有机会继承地位 汉原帝有三个儿子 王政军所生的嫡子是汉成帝 另外两个儿子 一个被封为定陶王 一个被封为中山王 皆非王政军所生 流心是定陶王的儿子 汉成帝即位后 始终没有活到成年的子嗣 就把当时刚继承了定陶王位的流心召入长安 立为皇太子 埃帝虽然只是汉成帝的侄子 而且被立为太子有他祖母傅昭仪和赵飞燕皇后出力 但他毕竟是汉成帝亲自考察 选定的接班人 与东汉那些由外妻 大臣或是宦官通过发动政变拥立的皇帝完全不同 这就决定了埃帝的权力不是二手的 也不是一个傀儡皇帝 在汉朝 像他这么幸运的非嫡系接班人可不多见 比如 汉文帝是在汉初功臣诸禄履逝之后 由周伯、陈平定义即位的 所以 汉文帝与周伯的关系一直比较微妙 再比如 汉宣帝是霍光从民间找来即位的 而汉宣帝在霍光死后诛灭了霍氏家族 埃帝即位后 尔文祖父汉原帝的柔顺 目睹伯父汉成帝的糜烂 他所追目的帝王典范是汉武帝和汉宣帝 效仿武宣 把汉廷的玄机玄转回霸王道杂志的汉道上去 成了留心着意要做的事情 即位第二个月 他就下召霸勒府 减省皇室开支 作为天下节俭的表率 原 成二帝沉溺于音乐 养了一大批乐人 皇室丹于享乐天下皆知 也成了皇室天命已衰的一大证据 所以霸勒府为他赢得了很好的声誉 他决定亲礼政事 先是把王政军为代表的王室家族排挤出权力中心 放逐了大司马王莽 用自己的外妻担任大司马 但并不把权力一概委任大司马处理 同时恩威并重 吕诸大臣十五 不断处置前朝一下的中央重臣 皇权渐渐回到皇帝本人手中 这说明 哀帝虽然年纪不大 但在政治手腕和谋虑果决上 并不是昏庸无能之辈 他刻意恢复汉道 打压如道 他撤销大司空 恢复御史大夫的名号和丞相 御史大夫的良辅旧历 他以身体久病的名义寻访方式 把长安及各地那些稀奇古怪的祭祀统统恢复 七百多所祭祠重达古令开章 每年祭祀的次数达到三万七千次 另一方面 哀帝有意识地做了一些符合儒家口味的事情 他清楚儒家兴盛 在意四起的原因之一 是汉朝确实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 导致农民失地 农民只能去当奴婢或是沦为流民 国家的财政会减少 社会的贫富分化会加大 不安定因素也会增加 所以 他刚即位就颁布县田令 限制土地兼并 颁布奴婢令 限制不同等级的人所拥有的奴婢数量 把三十岁以下的宫女放出来嫁人 五十岁以上的官营奴婢释放为庶人 增加基层官员的俸禄 吃退残虐的官员 司法部门对大赦之前的范事不得追究 允许博士弟子施行三年丧礼 等等 这些措施有些未必能够彻底施行 但显示了新皇帝的勃勃野心 他要从儒家那里争夺人正的政治主导权 而最惊世骇俗的事情 是他主动向暗流涌动的流性天命 以衰得趁烟 发起挑战 要从儒家那里争夺天人感应的神学话语权 从而避免天命转移 经历了原地 成帝的王道转向 哀帝时期的朝野上下 已经弥漫着浓重的改姓一代氛围 汉世的合法性危机到了黑云压成成欲催的程度 人们都说汉家作为遥厚 其德已衰 按照武德中史 接下来要由顺的后人来受命 一般来说 皇室面对这种衬严是非常尴尬的 如果打压禁止 对赌信鬼神的汉朝人不仅没用 反而会反弹 如果置之不理 衬严也不会消失 灾疫还将愈演愈烈 例如 汉埃帝即位前 如生古勇曾给汉成帝上书 说了一句话 天下乃天下之天下 非亦人之天下也 十六 大臣给皇帝上书 先把皇帝教育一番 说 天下不是你们刘家的 这在后世不可想象 在昭 宣时代 也必招来杀身之祸 但汉成帝却不以为伍 还很受感悟 这就说明连皇室包括皇帝本人 也是改姓意代为必然之礼 其人甘忠可趁机向汉成帝兜售解决汉家得衰的办法 主张更受命于天 也就是二次受命 不过 当时 刘相对此很不以为然 就上奏说 甘忠可妖言获重 甘忠可被下狱 死在狱中 埃帝即位后决心主动回应汉德中衰的趁严 刻意寻访精通此道的人 希望以其之矛攻其之盾 顺其意而用之 在私立校尉谢光 其都尉李巡的引荐下 甘忠可的学生夏赫良进入埃帝的视野 李巡曾是原地丞相肖旺之的蜀官 精通天文灾疫之学 常说汉家将会遭遇大洪水 在王室家族推荐下 李巡被任命为齐都尉 专门管理治水 一时风头正盛 夏赫良也主张老实地在受命之说 很对李巡的口味 李巡就举荐了他 由此可见 此时的汉庭已经完全不避讳谈论皇室天命中衰 埃帝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到了何种程度 可想而知 夏赫良先带赵皇门 在内庭门口随时等待召见 埃帝多次和他深谈 觉得他从甘忠可那里学来的一套东西听上去确实很有道理 汉家隶属中衰 必须要在寿命 改元一号 才能避免权力的失落 这很符合埃帝的意图 操作起来也不复杂 他就在即位的第二年 建平二年 公元前五年 根据夏赫良的设计 夏赵开启了汉家在寿命的改制 此次改制在礼仪上具体做了什么 有哪些屠称祥瑞 有何种寿命之福 如今已不得而知 但改制的思路很清楚 既然是在寿命 就把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将元年时期 既然要让姚的后人善让给顺的后人 那就不妨给自己加上顺的称号 自称陈圣流太平皇帝 并大赦天下 这个称号实在太诡异了 顺的后裔是陈氏 往往在追溯祖先的时候 也是追到陈氏和顺帝 把陈家诸帝号之上 帝号里同时保留留姓 就意味着 埃帝既是摇后又是顺后 这种做法 颇有些异想天开 也的确是空前绝后 但平心而论 埃帝敢于回应如此重大事件 还能创造性的尝试解决问题 确实有武 宣之风范 然而 只过了一个多月 事情悄然发生了变化 李循 谢光看到夏赫良的建议被皇帝采纳 很是振奋 想一蹴而就 借着在寿命改制的机会掌握外朝大权 这显然冒犯了埃帝 他重用夏赫良 是要把儒家的这套 德衰 寿命 理论的阐释权 抓在自己手里 不是要伪证于他们 李循的做法等于是正变 埃帝马上下诏废除改制 处死夏赫良 李循和谢光被留放到敦煌 一场奇异的在寿命改制 轰轰烈烈的开始 匆匆忙忙的结束 以至于后人常说 这是一场闹剧 将其作为埃帝不成皇冠之重的证据之一 其实 放在汉朝人浓厚的鬼神观念和身信不移的儒家信仰背景下看 这并不像一场闹剧 埃帝很清楚这次改制的边界 自始至终把控着节奏 他亲自发动 亲自终结 很明显 只是想以汉武帝源氏儒学的方法 用形式上的在寿命来弥逢物意 引导舆论 一旦觉察改制要挣脱皇权的掌控 向着实质上的政变演进 他就果断停止 以绝后患 所以 这并不是闹剧十八 甚至颇有一些帝王术的色彩 与之相似 埃帝对董贤的意图也是耐人寻味的 以他追目武 宣的宏伟报复和身处汉氏末式的阴郁心态 以及聪慧的才能 他眼中的董贤不太可能只是一个身体欲望下的宁性 而是他对汉氏走向的重要安排 试想 假如埃帝长寿 董贤未必不会随之成长为成熟的政治家 到那时 埃帝再把江山禅让给爱人 难保不会被认为是姚善让给顺的壮举 但病痛的身体 早逝的时韵 阴智的心理 使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埃帝以区区二十几岁的年龄 承受着有汉以来所有的代价 汉武帝完成的建政 使皇权集中在中央 皇帝高度专制 诸侯王以无力无心拱位 所以 埃帝在世时还可以比较牢固地把控政权 一旦突然身死 权力瞬间旁落 在流姓改姓一代的背景下 他留下的权力真空导致了汉朝统治的权力危机 汉宣帝完成的建国 形成了王霸平衡的汉道 但儒家经过缘 呈两代帝王的推崇 到埃帝的时代 以眼镜为朝野深入人心的信仰 且与灾疫 扶命密切结合 霸王之道的平衡被打破 汉宣帝设计的中朝外妻 外朝如臣 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 也因为外妻王室家族的儒家化而消解 惊人陈坎里说 汉家天下的文化危机先于社会危机来临 神学权威先于政治权威衰落 政治文化的危机反过来又加剧了政治和社会的现实危机 十九再加上频出的灾疫 连续两代皇帝爵士 皇室的命运已经注定 埃帝这个年轻的病弱皇帝怎么承受得了呢? 待到埃帝身死 往往仓促掌权 并在朝野的赞许之下 一劳永逸确定了宗庙的礼仪制度 把埃帝改回去的交寺制度又改了回来 从汉原帝初次启动宗庙改制至此 三十年间 皇室对这宗庙和交寺的改制反反复复不能定夺 又没有能力置之不理 意味着皇室已然失去了主导政交的权威 而这两件事最终成就于王莽 又恰好证明了王莽既能够稳定政局 又有资格定夺改制 至此 汉师的权力已经彻底被王莽掌握 人们也更加相信 选择王莽就等于选择了理想 选择了正义 只有王莽 才能将儒家改制 从这些宗庙祭祀的礼仪制度 向实质性的经济 财政 文化 内政 外交等全方位的变革大踏步迈进 十三 陈末的宗室 皇室如此 地方上的宗室呢? 保守估计 汉末的流姓宗室有十万人 应是一股庞大的势力 不过 他们绝大多数已经沦为普通臣民 例如 离往往封立新都国不远的冲灵国 虽然同属侯国 其实又小又穷 当时大的侯国可称万户侯 冲灵侯国在汉原帝时期的一则记录显示只有476户二时 其悲若可知 冲灵侯的禁知刘子章是当时冲灵侯流场的堂帝 却不怎么操心天下大事 其实 他这一辈子只为一件家庭恩仇担惊截律 而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就是他自己 那还是刘子章年轻的时候 他任侠好斗 算是当地豪杰 出入冲灵国及周边 结交各色人等 说起来 这些人地位高的 也不过是些庭长、游角之类的基层相关 那一天 本来一切都很好 他溜达到同郡的蔡阳国 和相识的府庭庭长约了喝酒 刘子章是当时冲灵侯的侄子二十一 和庭长喝酒 彼此都不觉得辱墨身份 当时一般宗室的地位可见一般 两人喝着酒 慢慢都醉了 不知怎么就吵了起来 那庭长估计自以为是地方官 比宗室、牛 就辱骂刘子章 子章也大怒 趁着酒禁 拔剑就把庭长赐死了 当时的社会风气遵循儒家金文经学的大复仇 大的意思是尊崇 就是尊崇那些对杀死自己父兄的人一报还一报的复仇行为 刘子章杀人之后 竟然逃过了官府的追究 所以极有可能是冲灵侯帮忙脱罪 但是在大复仇观念的驱使下 庭长的儿子却没打算放过他 庭长被杀时 儿子还年幼 一晃十几年过去 庭长的儿子已经成年 就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前来复仇 杀死了刘子章的弟弟刘谦 庭长的儿子为什么杀刘子章的弟弟而不是刘子章本人 这一点史书未载 但杀了刘谦 复仇的接力棒就到了刘谦儿子那里 刘谦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刘显 一个叫刘次 兄弟二人下定决心再复仇 就结交宾客 准备对庭长一家大干一场 结果 事情暴露 刘显被抓 被抓到不是大事 但蹊跷的是 刘显突然在狱中死了 刘显兄弟好歹也是宗氏 就这样不明不白死去 很可能是庭长那边使了什么手段 而且 十几年前 刘子章杀人可以脱罪 十几年后 宗氏在监狱里却死了 看来是宗氏的地位在持续下坠 刘次悲愤不已 就和刘显的儿子刘显一同变卖田宅 散尽家财 招纳亡命图 进入新一轮复仇 与此同时 刘子章的儿子刘显 也因为唐帝刘显之死而愤怒 况且 这个仇恨是自己的父亲当年酿下的 不能袖手旁观 他性格和父亲相似 也喜欢结交宾客 于是 一场由刘子章的儿子刘璇 侄子刘次 侄孙刘显为主导的针对乡干部的复仇行动开始酝酿 为了笼络人心 刘璇已好酒后待宾客 有一天 正在家中聚会喝酒 乡里负责治安的油脚登门 刘璇连忙请他一同喝酒 这些宾客其实都是流氓亡命徒 素日都是和官吏对抗的 看见油脚迟来 有一个喝醉的宾客就唱起歌来 朝亨二十二两都尉 油脚后来 用调耕味 都尉的官职比油脚大 这首歌的意思是说 早上煮了两个官大的都尉 官晓得油脚来的碗 拿来给汤调味 油脚一听 勃然大怒 把这宾客绑了起来 暴打数百下 还扬言要追究刘璇的责任 特别是为什么要养宾客 有什么图谋 刘璇觉得不妙 就赶紧跑到平林县外祖家 躲了起来 油脚等官吏不依不饶 把刘子张抓到了监狱里 眼看事情要闹大 为免夜长梦多 刘次和刘信干脆自己行动 同宾客一起找到亭长的家 先杀人后点火 把亭长的妻子和三个儿子全家都杀了 杀人之后 刘次、刘信疏直二人随即亡命 刘璇为了救父亲 只得炸死 发丧回冲灵 官府这才把刘子张放了出来 一场十几年前由刘子张喝醉酿下的杀人事件 结成世仇 至此延续了三代 最终以亭长全家被杀 留家或死或逃为结局 一群高皇帝的后裔 世系清楚的汉景帝之脉 竟然沦落到与最基层的相关打架斗殴 手段与黑社会差不多 且损失惨重 可知当时绝大多数宗室已经与平民无异 充其量也就是底层豪杰 他们的复仇大业只是为了自己的至亲 不会上升到汉庭设计安危这样的高度 他们已经完全地方化了 既没有动力和实力发动政治和军事叛乱 也没有资格向王莽献媚 而且 在王莽当时政策的默许下 地方官吏们甚至连面子也不给他们 当然 这些宗室也并非个个都像 黑社会 刘子张爷爷的弟弟一只 就在暗部就搬得走普通式大夫的道路 这一只比刘子张离冲灵猴的嫡系更远 其中和刘子张庭辈的 是在汝南郡当南顿县令的刘钦 可惜刘钦死得早 留下三个女儿以及长子刘尹 次子刘仲二十三和三子刘秀 刘尹成年后颇有大志 刘秀由叔叔刘良抚养 刘秀名字的来源 据说是他出生时有家和九岁 故而得名 但多半是因为秀在当时只是普通而常见的名字罢了 就在刘子张一家大复仇的时候 刘秀渐渐长大 此时王芒已经称帝 但不妨碍刘良把刘秀送到长安入太学 跟随钟大夫徐子威学习上书 看起来他们不仅对汉朝灭亡没有抵触 还要努力进入新朝的体制中 当然 进入新朝的刘姓宗室 特别是刘秀这样的边缘之术 经济已经日渐拮据 他只能和一个姓韩的同学凑钱买头驴 把驴租出去 用租金交学费 宗室们要么与基层小利打成一片 要么逐渐成为新朝的普通臣民 在他们身上 看不出多少人心似汗的迹象 若不是后来往往重大决策接连失误 若不是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 令天下疲惫 若不是突然爆发的自然灾害导致了关东流民 若不是连南阳郡这样富庶的地方也出现饥荒 连刘秀这样上过太学的人也不得不贩卖粮食 这些宗室将会在历史中慢慢消逝 汉埃帝死后 继任的汉平帝 刘英虽然贵为皇帝、皇太子 但其实已经和刘璇、刘秀等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等到灾民揭竿而起 叛乱四处点燃 沉默的宗室们陡然发现 自己身上的刘字 是非常不错的招牌 刘璇、刘隐们这才打出消失了十几年的汉朝旗号 营造出人心思汗的悲情气氛 逃亡多年的刘次、刘信们才纷纷露面并返回故乡 前途无望的刘秀们才会加入兄长的队伍 但眼下这个时候 这些号称地系的宗室们 只不过是歇在乡村里和亭长斗殴的底层豪杰 或是巡礼读书力争到体制内谋个职位的儒生 从汉庭中央向下看 这类宗室的声音是沉默的 要不是后来刘璇成了推翻王莽的庚室皇帝 要不是刘秀忠兴了汉室 这些基层治安案件和买驴饭粮之类的杂事压根儿不会被史书记载下来 史书只会盯着王者 注视 一书广 颜彭祖都是公扬博士胡吴子都的在传弟子 同出一诗 夏侯胜 夏侯建都传 红饭五汉传 肖旺之士传其诗 当然 刘氏也接受过鲁学的教育 和其学比起来 鲁学没有那么多荒诞不经的神学内容 但他鲁学老师就不那么有名了 比如 张犹青以建大夫的身份教过他鲁诗 张氏是前面提到过的昌义王的老师王氏的弟子或徒孙 但张氏本人无论是名气还是官职均与夏侯圣等无法相比 后《汉书》里还记载高家也教过刘氏、鲁诗 此人连试记都没有留下 二《汉书》《原地记》第280、282页 三《汉书》《经房传》第3162页 四《汉书》《维贤传》第3130页 武汉惠帝应该只在长安有庙 而汉文帝则在各郡国都立庙 汉武帝在长安有庙 在他巡游过的郡国有庙 六《汉书》《维贤传》第3116页 西三种类别的概括 简王宝炫 西汉经学原流 第五章 八侠就是和 侠记涉及的历庙、毁庙等制度较为复杂 此处简略概括 孤不坠言 九始皇孙是汉宣帝的父亲 但没有当过皇帝 所以侠记的时候可能不会摆进去 时这里说的五帝 和逐渐形成的三皇五帝的五帝颇有不同 是秦帝本土神奇 而刘邦选择黑帝 是为了继承秦的水德 因为水德上黑 十一东军是日神 云中军是云神 八神是今天山东地界的八个神 包括天、地、阴、阳、日、月、冰和四十 房中大概是房子的神 堂上大概是门神造神一类 十二此事不再正式 《简西经杂记》外五种卷二 第十九页 十三汉书 李月志 十四也有不少观点认为 汉成帝随和改制具有强烈的实际意义 但考虑到汉成帝很快去世 这一改制在当时应该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十五汉书 哀地记 第三百四十五页 十六汉书 古永传 第三千四百六十七页 十七居严汉简有太初元将元年六月的简文 转建新德勇建元与改元 十八有观点甚至认为 这场改制是刘新的帝王权术 原青、西汉中后期的《善让思想叹息》一文推断 刘新故意开启此次改制 又故意在一个月后以改制无效果的名义取消改制 目的就是证明 儒家关于汉世中衰的趁严是错误的 见《江汉学术》第三十三卷第五期 此说缺乏足够史料支持 但刘新从头至尾把控改制的看法是妥贴的 十九陈侃里 《儒学术数与政治》第110页 二十葛建雄 西汉人口地理 第32页 二十一刘子张年轻时 当时的冲林侯可能是刘厂的父亲刘人 二十二亨 急喷 二十三 刘仲应是没有刘下姓名 刘仲就是刘家老二的意思 第二章 《元始元年春正月》、《安汉宫》、《仓促之夜一》、《王者得责》、《庞留四表》、则白至箭、《春秋感惊服》 一政治的决断时刻 在受命的努力失败后 不久刘新就死了 回到刘新之死的那天晚上 守着皇帝的遗体 拿着传国玉玺和寿代 董贤握有了至高权力的象征 成了此时此刻魏央宫里最具权势的人 他对自己下一步的使命或许有所领悟 这是他封锁消息 不情愿让太皇太后出来主持局面的原因 更何况 他身上那一串头衔 个个都掌握着重要权力 高安侯氏爵位 说明董贤是汉朝的上层贵族 有识意 能世袭 汉朝的皇帝要想登基 首先得成为太子 或是被封侯封王 当年 汉宣帝以一届平民的身份入城大统 就是先被封为杨武侯 当天即以杨武侯的身份登基 大司马 原是西汉初期和丞相 御史大夫并称的太尉 后来改名为大司马 最初是内朝家官 汉成帝时期改为正式的外朝官 三公之一 汉庭名义上掌管军事的最高文官 在留心的前任成帝 元帝时期 大司马全权代表汉帝处理实际政务 权力极大 魏将军 是掌握部分军权 特别是禁军的将领 这意味着董贤拥有调动长安城军队的权力 领尚书士 并非官职 而是指董贤拥有管理尚书的职权 汉朝的尚书 不是后来三省六部治下尚书侍郎的政府部级长官 而是类似于中办秘书的内庭立员 职位虽低 却是皇帝身边人 能够亲身参与政事并代表皇帝传达命令 出纳王命 王之喉舌 所以 外朝的高官如果不能领尚书士 权力就会大打折扣 因此 董贤的这个差事意味着他可以自由出入皇宫 决策中书事务 代表皇帝发号施令 还有 此时围绕在龙床周围哭泣的 基本都是董贤的人 昭仪董士 是董贤的妹妹 父亲董公是卫卫 掌管着卫央公公内和公门的宝卫 内地是执金吴 掌管着卫央公公外的宝卫 这些都是中书要职 此外 董氏家族成员还占据了许多郎、曹之类的朝廷中级官员的位置 可以说 刘欣生前差不多就像是在董家过日子 由此看来 刘欣对董贤确实有肉欲的欢喜 是真爱 既然 刘欣天命转移的客观规律不可逆转 把天下善让给最爱的人 不好吗 总之 在刘欣宴嫁后的这个下夜 董贤凭借玉玺 职位和家族实力 成了卫央公暂时的主人 他还封锁着刘欣的死讯 把握着先机 既然消息被封锁 王室估值是如何知道的呢 任何政治事件起初都是混沌的 只有具备政治品质的人 才能准确决断出谁是自己的敌人 谁是盟友 判别敌友是认清局面 把控形势的前提 而下一步 只有同时具备政治能力的人 才能付诸行动 跟随或反对谁 而不论是决断还是行动 都应当迅速 避免哈姆雷特式的延宕 皇帝之死显然是最重要的政治事件 刘欣活着的时候 像一个陀罗的忠心 维持着他身边各种利益集团、私人恩怨、新旧势力之间的平衡 一旦身死 这个平衡不复存在 变成一团混沌 董贤如果却有政治品质 就应该意识到身为先帝宠臣 自己早就是各方面的眼中钉肉中刺 绝无超脱的可能 因此 在公车宴嫁的消息传到太皇太后那之前 他应该果断决策 迅速行动 以领尚书氏的便利封锁消息 发号施令 以左将军之命 密调军队 以大司马的身份召集并稳定外朝大臣 捕杀王马 软禁王政军 即使不成功 历史也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但他似乎并不具备政治品质 也没有政治能力 既不缜密 也很严大 他都没有留意到 此时围在刘欣遗体身边的 有一个姓王的人 王洪是王莽的殊败兄弟 也是刘欣的旧知 因此 王氏家族虽然失事 他依然被提拔为忠常侍 成为刘欣的侍从 王洪是汉氏忠臣 曾经专门向刘欣上书见证 不要宠信董贤二 刘欣在宴会上说 要善让给董贤时 群臣震惊而不敢言 唯独王洪站出来 说了一番天下是高皇帝的天下 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天下 天子无戏言的道理 使刘欣非常难堪 董贤更觉惶恐 王洪不是大人物 但拥有董贤不具备的政治品质 他觉察到刘欣有把天下交付给董贤的意图 果断做了一件事 悄悄去常乐宫禀报姑妈太皇太后 按汉代的两宫制度 皇帝与皇太后分居魏央宫和常乐宫 俗称西宫东宫 皇太后一般不去西宫 皇帝应定期去东宫朝建 一旦皇太后或太皇太后临朝 就意味着有重大事件 得知皇帝宴假 王正军一面用最快的速度赶往魏央宫 一面马上派人去王莽的宅地 让王莽迅速准备进攻 于是就在留心宴假的当夜 太皇太后迅速驾到魏央宫 在宣德殿渣下分庭抗礼的阵势 令董贤措手不及 局势逐渐变得明朗了 有太皇太后为后盾 王红持剑走到董贤面前 不无威胁地呵斥道 公车宴假 国寺魏立 公寿恩身众 当府服豪气 何是酒池喜授以带祸制邪 王红太咄咄逼人了 竟然说出带祸制这样透露杀鸡的话 从王红的呵斥中 可以知道在这宝贵的决断时刻里 董贤什么都没有做 没有挂印称帝 没有以大司马的名义召集群臣庭议新皇帝的选拔 也没有嚎啕大哭以表达忠诚和爱人的痴情 他只是拿着玉玺和受贷 毫无作为 拖延迟钝 直至王正军到来 事实上 即使如此 董贤仍然可以借助传国玉玺和皇帝遗言 怒斥王红 胆敢待剑入宫 令士兵将其拿下 卫阳宫里都是自己的族人 囚禁王正军也并非不可能 但缺乏政治能力的董贤竟然乖乖地贵兽喜寿 放弃了一切行动 将传国玉玺和印兽交给王红 再转成太皇太后 董贤大概觉得自己既没路窜逆之心 也没有夺权之时 何罪之友呢 将玉玺交出去能够保一家老小平安 他哪里知道 王红把这团政治的混沌劈开之后 黑与白 是与非 敌与有也就分清楚了 董贤如果想保自家平安 又不去铲除敌人 那全家的安危就只能是敌人是否宽容了 左传有云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况且 董贤所怀的不是什么别的地 而是传国玉玺 董贤虽然失去了传国玉玺 但爵位官职都还在 魏央宫里遍布董氏族人 太皇太后绝不会感到安全 于是召见了董贤 在卫阳宫前殿东乡 老练的王正军满怀观心地询问董贤 如今皇帝验驾 你作为大司马 是主心骨 下一步怎么办 特别是丧事打算怎么办理 董贤内忧 不能对肆 心乱如麻 说不出所以然来 加之太皇太后是国母 他按照礼节摘下冠冕 向王正军表达了不知道怎么办的歉意 这正中 王正军下怀 他与韩尊重地说 王芒以前也是大司马 曾经办理过汉成帝的丧事 有经验 无令芒左君无 一个左字 令缺乏经验的董贤 或许觉得如是重负 也无法拒绝 马上顿手性慎溜 一边行礼一边说 那太好了 于是 王正军立刻将早已准备多时的王芒 请入魏央宫 王芒移入魏央宫 犹如驰龙入海 二 乏魏的政变 叶魏央 比董贤更加熟悉魏央宫权力机制的王芒 入宫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彻底废掉董贤 所有的合法权利 哪怕董贤并不打算使用这些权利 合法的权利需要合法的方式去废除 往往按照程序 找了一个尚书弹劾董贤 弹劾的理由是现成的 皇帝病危期间 董贤身为大司马 没有亲自照料皇帝的病情 换言之 皇帝因病厌驾 董贤负有领导责任 有了弹劾就得有回应 王正军下令禁止董贤出入魏央宫司马门 司马门是魏央宫四面的门 这意味着董贤被剥夺了出入魏央宫的权限 他那领尚书式的差事也就失效了 与此同时 王正军还为王莽做了更充分的准备 诸发兵服劫、百官奏士、中皇门、七门兵皆属马 他让王莽接管了董贤大司马魏将军的职权 把持了兵权 代表魏央宫接受百官奏士之权、魏央宫内的安保权 那些在内外朝担任大小职务的董氏族人 也一并被罢免驱逐 至此 董贤掌握的政治资源 只剩下一个于事无补的高安侯和空有头衔的大司马 他本来只是一只猫 不是老虎 现在猫指甲也被拔了个金光 董贤不知所措 义雀、免官、涂显泄疤 脱去冠冕和鞋子 在王正军面前光脚求饶 仅仅几个时辰 一场可能剑拔弩张实则 平淡无奇的政变 就这样以王氏家族的胜利告终 对待毫无反抗能力的敌人 王氏家族没有显示出怜悯 而是马不停蹄地彻底消灭 这不仅是政治行为的惯性 也因为王氏家族对刘欣实在恨之入骨 刘欣的宠臣又怎么会被放过呢 董贤求饶后 王莽立刻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下诏 罢免他大司马一职 册书写道 奸折以来 阴阳不调 灾害病珍 源源蒙古 夫三公 顶足之府也 高安侯贤未更势力 为大司马不合众心 非所以 折冲随缘也 其收大司马应寿 罢归地 罢免三公总需要合适的理由 董贤这个二十三岁的大司马在满朝元老们看来 不过是留心的一只宠物 所以除了前面几句阴阳不调 灾害病珍的犯犯而谈外 根本不需要什么实际的理由 政变到了这种程度 已经令人乏味 高安侯贤未更势力 为大司马不合众心 就是说 董贤还是一个孩子啊 董贤接受了册书 把大司马应寿交给了汉庭使者 乖乖地回到位于北阙的居所 北阙可不是长安的普通地段 中国古代的首都与现代不同 简单地说 那是皇宫以及为皇宫服务的建筑的组合 北阙是最靠近魏阳宫 由高官贵妻居住的一片聚居区 被称作北阙甲地 而董贤的房子 算是豪宅中的豪宅了 刘欣生前曾经命令专门给皇帝造宫殿的姜座大将给董贤修宅子 有趣的是 这位姜座大将是刚刚提拔的董贤的岳父 据说 这幢房子重垫洞门 木土之宫穷极技巧 柱鉴依已提紧时 柱壁皆化云气滑花 山灵水怪 楼阁台谢 转箱连柱 山池完好 穷尽凋利十一 拥有宛如皇宫一般的层层滑垫 墙壁柱子上画着烟云缭绕 有的柱子和门槛用丝绸锦缎包裹 面积也大得很 就是在这座豪宅里 就在留心宴嫁的当天 董贤和妻子自杀了 大概是因为极度恐惧 想尽快稀释宁人 避免灾祸 董贤父亲董公连夜将董贤夫妇下葬 董贤确实具有连夜下葬的硬件条件 因为刘欣早就在自己的地灵旁边 给董贤挖好了陪葬墓 当然 这坟墓也与北雀的豪宅一样奢华 刚摆提凑 外围角道 周园树里 门雀福斯甚盛十二 竟然使用诸侯王以上 才会使用的皇长提凑 而且盘缓树里 地上建筑也很庞大 但王莽连死人都不放过 王莽显示出他性格中细致又多疑的一面 怀疑董贤诈死 还没有正式职务 只是作为皇帝后世主持人的王莽 立刻派人挖开董贤的坟墓 堪埋进去的是不是本人 确认无误后 王莽这才向名义上的政府首脑大司徒孔光报告发掘结果 倒是让后人一窥董贤坟墓的奢华 以沙画官四十之色 左苍龙 右白虎 上酌金银日月 玉衣诸碧以官 至尊吴以家 十三 至尊吴以家 再次显示出流心对董贤成为继承人的寄托 可惜这种寄托连地下也无法实现了 董贤的尸体被曝光衣服 草草埋在监狱里 父亲董公 弟弟董宽信等人全部流放到河浦 当时的河浦靠海 在西汉是遥远的边境 董贤的家人被流放那几天 长安的平民们纷纷聚集到董贤的豪宅 一边假装哭泣 一边趁乱盗取财物 为什么? 只看一个数据就知 董贤的家产被朝廷变卖了四十三亿钱 董氏家族自此从长安的舞台上消失了 此后不久 董贤从前照顾过的一个大司马府的小吏 名叫朱许 从大司马府主动辞职 自费购买棺木衣服 到监狱里挖出董贤的尸体 穿衣入关埋葬 这在当时并不是罕见之举 一般情况下 朝廷不仅不会怪罪 偶尔还会对这类人进行表彰 以显示掌权者的大度和对一种私人忠义的弘扬 但往往听说后 勃然大怒 找了个罪名杀了朱许 这一举动颇显不尽人情 董贤究竟何罪之有 或者说往往对董贤的刻骨之恨从何而来 三太阳似乎照常升起 留心宴假第二天 六月几位公元前一年八月十六日 太阳照常升起 长安和往常一样 城外坝桥上人流往来如知 城内也是熙熙攘攘 站在安门大街和拥门大道的交叉口 能感受到东方大都的繁华 从交叉口往东北方向走的 多是长安城的居民 他们住在明光宫北边的旅里 往西北方向走的 多是商谷和游客 因为那里有著名的市场 这天 魏阳宫也没有什么不同 这座宫殿是长安城最高的建筑 之所以高 是因为它矗立在长安地势的最高点龙手园上 在缺乏高层建筑的古代中国 天下人来到长安 无不被魏阳宫的恢弘气势所震慑 一场宫廷危机无声无息度过 只有在宫内才能感受到 在平淡无奇的政变 也是仓促而紧张的 王正军 往往估值 一夜未眠 新的一天早上 群臣必至 内外贤疾 才知道天下没了皇帝 太皇太后临朝 前任大司马王莽再度出现在魏阳宫前殿 群臣里的汉室忠臣可能会认为 在皇帝突然死去 流姓天下险些被董贤篡夺的危急时刻 是王室家族挽救了国座 保卫皇室安全 度过了空前的统治危机 这场政变的意义不同于一般的权力斗争 还关系着汉家天下能否存续 面对群臣 往往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同时做好三件事 第一 重新担任大司马 合法掌握朝政 第二 尽快为汉朝选定征召新皇帝 第三 处理刘新的丧事 以新皇帝的名义给刘新义士后 尽快将其下葬 名不正则言不顺 这其中 最重要的是担任大司马 王莽虽然已经掌握了实权 但只能看作先帝大行期间的全变措施 太皇太后于是下诏 宫卿举可大司马者 十四 这里的宫 卿 应不是范子 而是陆位达到卿以上的官员 这个诏书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王莽在当时却属众望所归 没有人怀疑大司马会花落别家 王政军也就敢公开选拔 此诏书以下 大司徒孔光 大司空彭轩举莽十五 由孔光带头 举朝皆举莽十六 这是王室家族乐见的局面 孔光 据说是孔子的十四世孙 汉原帝的时候就已入世 现在六十多岁了 大司徒就是原来的丞相 是汉朝政府的首脑 孔光在原帝、成帝期间 仗义敢言 使徒几经起伏 名声一直很好 是汉成帝死前的顾命大臣 不过 晚年的孔光已经变得明哲保身 须与伟宜 例如埃帝时期 董贤的父亲董公是孔光的下属 董贤是孔光晚辈的晚辈 刘辛拜 董贤为大司马之后 虽然董贤和孔光都位列三公 是名义上的同僚 但董贤毕竟才二十几岁 为了抬举董贤 刘辛故意安排董贤以私人名义去拜访孔光 试探朝野反应 孔光则揣摩上意 隆重地穿好衣冠礼服 提前出门到路上等待 看见董贤的车来了 马上返回家中 恭恭敬敬地迎接 董贤临走时也恭恭敬敬地送走 不像是和同僚交往 倒像是对待上级一样 刘辛听说后非常高兴 马上安排孔光的两个侄子为官 此事成为孔光的污点 但孔光当年能够屈翼奉承董贤 今天也能带头支持王莽 这并不意外 意外的是 这次举荐居然出现了反对派 前将军和武和左将军公孙禄互相举荐 对方为大司马 和武曾经当过御史大夫 大司空 卫列三公 与公孙禄又是朋友 互相举荐 是因为两人商量过 往时孝慧 孝昭少主之事 外妻吕 或 上官持权 极威设计 今孝成 孝哀 彼氏无似 方当选立尽亲府幼主 不宜令义姓大臣持权 亲书相措 为国祭辩 十七 称得上阵龙发聩了 他俩宣称 以王吕后 霍光 上官杰父子等外妻秉政时 国家都一度陷入威王 现在成帝 哀帝连续两代君主都没有子嗣 说明外妻势力太过强大 当前又在选立皇帝 就不该再让外妻来当大司马 而应亲疏相措 让我们这样不属于外妻的大臣来担任 才是魏国之道 单看这段史料 会觉得这二位要么是痴迷权位 要么是魅于实事 其实都不然 从与王莽的交往看 他俩确实属于宫中体国的大臣 比如和武 早在十四五岁时就觐见过汉宣帝 资历很深 几经幻海沉浮 汉哀帝时由董贤举荐为御史大夫 后转任前将军 王莽曾辗转请和武举荐他为太长 和武没答应 多年以后 和武被王莽逼迫自杀 公孙禄 虽然在新朝建立后仍与王莽合作 但在庭义时当众批评王莽 被逐出朝堂 和武和公孙禄的举动 引起朝野不小的震动 汉书记录下这件事情 是将他们二人作为抵抗王莽篡正的先知 但反而说明当时朝廷大多数官员支持王莽 反对者不是没有 却是少数 尤为难堪的当属王政军 六月更深 公元前一年八月十七日 他索性 直接任命王莽为大司马 领尚书士 不顾忌他举行的公开推荐会不会被看作虚伪的把戏 而和武 公孙禄的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 有了大司马的职位 王莽可以名正言顺地征召新皇帝了 刘新燕嫁一个月后的七月 王莽选择了十年九岁的中山王刘姬子 也就是后人所称的汉平帝 姬子又小 颇有人认为这是王政军、王莽姑子俩特意临选的傀儡皇帝 但大概率并非如此 选择姬子是按照皇位继承顺序来的 前番曾说 汉成帝、刘新都没有子嗣 那么皇位继承人只能从汉原帝的后代里寻找 汉原帝有三个儿子 嫡子是汉成帝 傅昭仪所生的是定陶公王 定陶公王的儿子就是刘新 另一个妃子冯昭仪所生的是中山孝王 中山孝王的儿子就是姬子 刘新和刘姬子按照辈分是兄弟 照理说不应兄中帝籍 但汉原帝的后代里已经没有在下一代的男性继承人了 后来 王莽进一步向朝野说明 姬子所继承的是汉成帝 而不是刘新 在祭祀上更加是刘新不存在 姬子从中山王升格为皇帝 按照惯例他的母族应该入朝 他的舅舅应该担任大司马等重要职位 就像刘新即位时那样 但恰恰考虑到刘新即位后封赏本家外妻 把王氏家族一脚踢开 王氏家族做了充分准备 王莽的做法是 中山王升格为皇帝 王位空缺 就另选了一位宗室刘成都当中山王 代替姬子奉赐中山孝王 这样的话 朝廷就有理由继续封姬子的母亲为中山王太后 令她留在中山国 不得来到长安当皇太后 九月 距离刘新宴假整整六十四天 姬子正是及皇帝位 当日大赦天下 姬子孤身入朝为帝 母亲舅舅都不在身边 形成了王政军领朝 王莽执政的局面 这将是汉朝残存岁月的基本政治格局 自此 王莽可以从容清理朝廷上的义己 他对和武 公孙禄 以及刘新时期上位的外妻 新贵等罗之定罪 但并不出面弹劾 而是立鹏主持外朝的孔光 拜孔光的女婿甄韩为世中奉车都尉 让孔光按程序奏请王政军处置 王莽在幕后 孔光在台前 王政军秉公办事 朝廷气氛为之一变 王氏家族牢牢把控了汉庭大权 至此 前朝遗留下的政治问题只剩下给刘新议士号了 刘新的遗体已经停放了两个多月 确实需要抓紧下葬 而葬仪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就是把士号书写在士册上放入地灵随葬 按照汉制 帝王崩除后 要由新皇帝和大臣一起议事 鉴于一世刘新在位期间 王氏家族吃尽了苦头 二是刘新宠信董贤 屡杀重臣 大臣们对他颇有非议 三是新皇帝并非刘新的子嗣 又是个孩子 刘新的士号可想而知 和后世士号的虚实相比 西汉皇帝的士号和妙号大都会比较认真的议定 也相对符合皇帝生前的行为 妙号只有足够资格的皇帝才配拥有 此时只有开国皇帝刘邦 以旁之身份成绩大统的汉文帝刘衡 开疆拓土的汉武帝刘彻拥有妙号 连平息了七国之乱的汉景帝和号称中兴的汉宣帝都没有妙号 所以刘新不可能有妙号简直是一定的 多年以后 王芒给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汉平帝均立了宗庙并追认妙号 唯独越过了刘新 妾齿之恨昭然若揭 至于士号 高皇帝以来几个皇帝的士号都不错 按照顺序依次士高、汇、文、景、武、昭、宣、远、成 唯独到了刘新 士号被定为哀 这个哀自着实眨眼 严格来说 哀倒不算恶事 而是重事 释法里说 宫人短舌约哀 主要表达一种追思哀悼之情 也符合刘新短命的实际 但刘新的心字恰恰是《喜》的意思 以哀至喜 总归有一些幸灾乐祸的味道 汉哀帝下葬后 至少表面看来 汉朝空前的政治危机已被王莽化解 很多臣民发自内心认为 若非王莽在决断时刻处置了董贤 并责立新帝 还有谁能稳定这个政局呢? 注释 一汉书《王莽传》第4068页 陈以元寿二年六月务武仓促之页 以新都侯引入魏阳宫 二汉记卷29 第513页 中华书局 2002 三后汉书《张布传》第500页 四汉书《董贤传》第3739页 五汉书《董贤传》第3739页 六汉书《董贤传》第3739页 七汉书《王莽传》第4044页 八汉书《董贤传》第3739页 九汉书《董贤传》第3739页 十汉书《董贤传》第3733-3734页 十一《西经杂记》卷四《董贤宠欲过盛》 见《西经杂记》外五种 第31页 十二汉书《董贤传》第3734页 福斯、因福斯和门阙配合使用的屏风 十三汉书《董贤传》第3740页 十四汉书《王莽传》第4044页 十五汉书《王莽传》第4044页 十六汉书和《武传》第3487页 十七汉书和《武传》第3487页 二、安汉宫是什么称号? 四典千年周公金又来 姬子即位后,改年号为元始 元始元年大致相当于公元前一年 西汉自从汉武帝开始使用年号 年号怎么取、几年改元等一直比较有规律 新皇帝即位的年号 一般都会体现开始的意思 姬子的元始也不例外 但这其中也包含了王莽的雄心壮志 就在元始元年春天的正月 发生了一件千年未有的祥瑞 有一只据说来自极为遥远之地的蛮夷 自称月长氏在一周暮的引领下来到长安朝贡 并献上一只白智、两只黑智 智大概就是野山鸡之类的大鸟 不过在当时人的眼中 智和凤凰似乎区别不大 当这三只美丽的大鸟在朝廷上出现 所有人都被震惊了 因为智的出现本身就是祥瑞 春秋为赶经府里说 王者得责 旁流似表 则白智见 意思是说 白智出现 意味着天下出现了道德流不似疑的王者 王者是谁? 这就要看贡献制的是什么人了 岳长氏 据后人考证 大概是在东南亚的老窝 越南一带 但实际上并不需要坐实地点 知道他们来自极远之地 遥远到需要经过重义 也就是若干次翻译 才能与汉朝人语言沟通 这就够了 在汉朝人的文化记忆里 岳长氏上一次到中土贡献制 是在一千年前的周承王时期 并且不是为了见周承王 而是见辅佐承王的周公 周公就是当时的王者 《韩世外传》记载了这个故事 岳长氏众酒义而至 现白至于周公 约 道路幽远 山川幽深 恐使人之未达 也 故崇义而来 周公约 吾何以见次也 一约 吾受命国之黄发约 久以天之不遜风及于也 海之不波亦也 三年于滋矣 义者中国带有圣人 何往朝之于是来也 周公乃敬求其所以来 一 这个故事极富诗意 又充满了喜庆色彩 岳长氏经历了辗转翻译 给周公献上一支白志 周公问 我有什么资格受你们的贡献呢 岳长氏通过翻译答道 在我的国家里 连续三年风调雨顺 大海没有惊涛骇浪 老人说 这是因为中原出了圣人 何不去朝贡一番呢 所以我们就来了 看 周公是辅佐幼主 今天的大司马 王莽也是辅佐幼主 周公处理了管菜之乱 稳定了周的政局 王莽也处理了董贤 稳定了汉的政局 周公的得行令月常事万里迢迢来限制 王莽也是如此 而且周公那么大的功德 只得到了一支白志 献给王莽的还多出两支黑志 这岂不是抄卖了周公的得责 汉书指出 月常事的位置不在一周的方向 所以这次献制是王莽自导自演的闹剧 这极有可能 假如周公时期真的有一个月常事 过了一千年 还在同一个地方 还叫同一个名字 其概率微乎其微 一千年很久 金人说起一千年前的宋朝 会觉得遥远的不得了 但对汉朝人来说 一千年只是越过秦返回州 孟子曾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周公之后五百年有孔子 孔子之后五百年有王莽 从周公至今正好是一千年二 王莽把智鸟献给了皇家宗庙 表示祥瑞要向汉朝的列祖列宗报告 而不是归功于自己 但群臣不难嗅出王莽与周公媲美的味道 当然 眼前这位外妻 权臣 似乎在儒学造诣上 比汉朝以往的同类人物如田坟、霍光等要高得多 人品也更高尚 这个祥瑞可能会令一些汉庭的官员感到诧异和震惊 但大多数官员会觉得这是锦上添花的好事 5.汉家天下王世安 往往从一位失事的前任大司马 变成了堪比周公之德的帝国掌权者 这不能不说是上天的恩德 智鸟便是上天恩德的名正 面对这一祥瑞 群臣纷纷向王正军上奏王莽的功德 首次提出安汉宫这个称号 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定宗庙 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庙之功 一封三万户 筹其决议 比萧相国 莽宜如光故事 莽宫得志周成白志之锐 千载同福 圣王之法 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好 故周公疾身在而脱号于周 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 一赐号约安汉宫 义户 筹决义 上因古至 下准行事 以顺天心 群臣是史书原话 能称得上群臣 表明这是绝大多数官吏的意志 其中 有的官吏应出于对权臣的奉承 有的属于王莽势力 有的则对祥瑞深信不疑 有的是真心拥护 但不管怎样 群臣基本达成了共识 证明王莽的功德在识人看来符合事实 第一 汉朝曾经有过大司马稳定政局、安宗庙的历史案例 当年霍光费昌义王、立汉宣帝 开创汉朝中兴局面 王莽主董贤、立姬子、功劳与霍光携行 既然霍光曾经比着汉代第一宰相萧和来封赏 那么王莽也应该如此 第二 从儒家的圣史看今天出现周公时期的祥瑞 说明王莽与周公同宫同德 既然周公托号于周 那么王莽也可以托号于汉 这两点理由分别照应了形式、汉朝惯例和古制、儒家制度 说明给王莽这一特殊的封赏 也就是安汉宫的称号并非于智 安汉宫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称号 令人想起英国革命时克伦威尔被群下锁上的尊号Lower Protector 这个词被译为护国公 非常巧妙 与安汉宫真是相得益彰 多年之后 王莽在给朝廷的奏章里有一句字况 陈莽福自为 诀为新都侯 号为安汉宫 官为宰衡 太傅 大司马 诀贵 号尊 官仲 4 王莽是把诀、号和官三者区分来看的 他成为安汉宫的时候 爵位仍然是新都侯 这就说明安汉宫不是爵位 他的官职当时还只是大司马 说明安汉宫也不是官位 安汉宫是一个尊号 其特殊之处在于以国号为号 周朝的周 是因为传说周太王古宫胆父率领族人迁徙到周园 开创基业 因此国号为周 五儿周公的周 也是因为他以太王所居周地为其采役溜 所以包含了国号的意思 周公的公是因为他乃王室执政大臣 所以尊称为公 也可能是周地的公爵妻 周公封在鲁 但他始终没去疤 而鲁国是侯国 所以公与鲁国没有直接关系 安汉宫正是要模仿周公的称号 此时的汉朝 还没有施行公后博子男的五等绝制 所以 安汉宫的宫是尊称 安汉则包含了汉的国号 简单地说就是与周公相谋的汉宫 鉴于王莽的功德 加上一个安字 所以是安汉宫 汉朝的皇帝为汉皇、汉天子 刘邦在称帝之前是汉王 那么汉宫的称号有多么尊贵 可想而知 尊号的规格如此之高 王莽前后推辞了六次 先是婉拒 宣称安汉的功绩是大家的 可以封孔光 不必封我 群臣坚持畏果 就抬出王政军下诏 王莽索性称并不上班 为表示宫廷 王政军下诏封了孔光等四个大臣 以封侯的升职 为封侯的封侯 但王莽仍然不上班 无奈 王政军只好直接下诏封 王莽为安汉宫 并听取群臣的呼吁 把萧和的旧居赐给了王莽 赐萧和的旧居 也是尊崇的一大手段 萧和在刘氏皇族的叙述里 不仅是高皇帝的宰相 而且是刘氏的恩人 汉景帝称他高皇帝大功臣 所语为天下也 就是说萧和与高皇帝共造基业 堪称合伙人 汉武帝离汉初那么多年了 还说镇报萧相国得久 所以 萧和是汉初功臣里罕见的直到王莽时期 仍然保有爵位的人 中间世系几次断绝 都被皇帝寻找后裔续风 地位长达两百年不衰 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 王莽终于接受了安汉宫的称号 但他只接受这个称号本身 对于汉庭赐予的物质封赏一概不受 并说了一句很豪迈的承诺 愿须百姓加给 然后加赏 十 就是说 等待天下百姓加几人族的时候 再给我封赏 王莽在两千年前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 金人尚且颇觉感动 何况古人 对此 王正军下诏答复 那就赞不封赏 但对王莽的日常俸禄赏赐加倍 等待天下加几人族时再赏 由此一可知 当时人们谈起百姓加给 似乎不是英特奈雄纳尔 就一定要实现之类的终极理想 而是不久之后就能看到的场景 王莽不仅安定了政局 还给天下人带来即将实现万世太平的期望 再加上谦让 他赢得了空前的拥戴 后人习惯于把王莽当安瀚公事作篡逆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这怕是一种后见之明 在当时 仿效周公说明 王莽相善 有理想 有道德 引起的是赞美 须知 霍光宣称受汉武帝的一命秉证 一个重要证据 就是拿出了一幅周公赴承王的话 霍光说这是汉武帝所赐 以证明自己是受命照顾年幼的汉昭帝 承担周公之责 尽管善官杰等人当时就称这幅画是霍光伪造 后世史学家也颇多怀疑 但没有证据 而且 霍光并没有篡夺汉朝的皇位 背负承王的周公也就不可能和篡权沾上边儿 同理 在王莽被群臣上安汉宫的尊号时 群臣所能想到的 尽是霍光辅佐昭帝和宣帝的往事 远是周公辅佐承王的传说 朝野基本不会认为王莽有篡夺地位的野心 即使在当时天命转移的背景下 王莽有取而代之的嫌疑 也只能说是大势所趋 时代使命 难说是王莽的主观意图 有一个小小的波澜 背不起眼地记录在史书里 汉哀帝下葬后 陵墓称义陵 按照当时前殿后寝的制度 陵墓旁边有祭祀的前殿 也有公王陵休戚的寝殿 王莽成为安汉公后一个月 义陵的陵寝令 也就是管理汉哀帝陵墓的官员 急忙报告了一个惊悚的消息 前一天晚上 汉哀帝的衣官还在寝殿的盒子里放着 第二天早上 那衣官自己跑到床上来了 往往对此十分惊讶 马上安排祭祀以最高规格的太劳 试图平息亡灵的愤怒 汉氏的亡灵怎能不愤怒 刘氏毕露蓝旅 徐劳工业 贤君辈出 怎么就走到需要外戚来安的地步 诸氏 一 汉氏外传卷武第十二章 见许为玉 汉氏外传即逝 第172页 中华书局 2020 二孟子 公孙丑下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其间必有名士者 孟子 靖心下 文王至于孔子 五百有余岁 孔子 孔子族于公元前479年 五百年后 约略等于王莽秉正之时 三汉书 《王莽传》第4046页 四汉书 《王莽传》第4068页 五史记 周本纪正义因太王所居周元 殷号约周 第111页 六史记 鲁周公世家集结尹桥周柱 第1515页 西周公的宫 可能既是采义在王姬之内的周的公爵 又是作为周王室执政大臣的尊称 巴仪王有学者认为 周公次子世代继承周公之位 长子薄秦封鲁 所以鲁国的开国 封君是薄秦 但是史记等名言周公封鲁 且以欧洲封建制度为参照 一个贵族可以同时拥有国王 宫爵、侯爵等多个称号 所以周公封鲁依然较为可信 《九粮引荐汉书》《萧和传》 《第2012-2013页》 《十汉书》《王莽传》 《第4048页》 第三章 《王室》 一、《王室之星自奉使》 武侯初起 驱阳醉怒 坏爵高都 连境外渡 土山建台 向西白虎 汉城帝石歌谣 以种马王晋的一生 魏骏袁城县一的王晋在历史上 岌岌无名 但他因为好色 与众妻妾生养了十二个成年子女 于是 这个刚从外地搬迁到袁城县的基层官吏家庭 在一代人之内膨胀成足以携行皇族的大家族 王晋出生在汉武帝年间 年轻时曾到长安学习法律并踏入仕途 在庭尉府担任庭尉时 当年李思焚书之后 严禁思学 想要入室的人只能以利为师 除了法律条文之外 什么也不许学二 通过学习律法条文入室 这条规矩一直延续到汉朝 在庭尉府这个兼有司法和审判职能的中央机关里 庭尉使是一个普通但很有前途的低级官员 王晋如果想上晋 可以效仿他的前辈杜舟 只要不怕得罪黄金权贵 亦不怕杀人 穷至几个大案要案 那么从庭尉使一路升到庭尉乃至御使大夫都是有可能的 不过 王晋不同 他对此并不看重 很快就告别仕途返回家乡 元成县在当时是黄河渡口 属于交通要道 商业发达 经济理应不错 汉书说 尽有大志 不修连鱼 好酒色 多取磅漆 就是说 他有更大的志向 因此对仕途并不看重 也就不需要在外人面前当道德君子 好酒好色 多取测试 这里的大志指什么 史书没有交代 但对当时的普通人而言 比作官更有吸引力的宏大志向 大概是延年益寿 常乐未央 服食生鲜之类 西汉时的庄园已经很舒适了 在这富庶的地方 筑起帘片的房屋 装饰红色的漆器 架起漆屏风 悬挂丝绸为帐 用精美的博山炉熏香 吃的喝的都由庄园生产 女必日夜服饰 这样的日子难道不舒服吗? 于是 王晋生了又生 有四女八男成年 考虑到当时的人均寿命和医疗水平 堪称奇迹 魏骏的礼亲是王晋的前妻 这十二个子女里 仅有次女王郑君 长子王凤 三子王虫由他所生 据说 李钦对丈夫娶了如此多的妾感到不满 就像其他汉朝女人一样 与王晋离婚 改嫁和内郡的狗宾 汉叔称他肚 实在是对女性 尤其是西汉的女性缺乏体谅 况且 当时妇女改嫁十分平常 尤为典型的是汉景帝的皇后王智 已经在民间嫁人且生育异女后 又改嫁时为皇太子的汉景帝 最终生育了汉武帝刘彻 改嫁之风如此 度与不度 有什么可记忆的呢 不过 在这桩汉代基层献狱的寻常婚姻里 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祥瑞 李钦在怀王正军时 梦见有月亮进入自己怀里 这件事情不知道是怎么传出来的 合理的解释是王正军贵为天下母之后 李钦自己说的 考虑到汉朝百姓普遍存在的鬼神观念 梦见月亮这件事应该不是杜撰 月是太阴 也就是太阳的配偶 史书把这件祥瑞记录下来 梦见月亮就成了后妃的祥瑞 在此之前 西汉的皇后们在微见时多少都会有一些接近祥瑞的事 有的仅仅是项面或旺气 比如 汉文帝的母亲薄皇后 像是见了她说能生天子 比如 汉昭帝的母亲 勾异夫人 汉武帝寻姓何间时 有数是旺气 说当地有妻女 汉武帝才将她找来 有的只是巧合 比如 汉文帝的妻子窦皇后 原本是皇宫宫女 被吕后选中赐给诸侯王 都是想分配到赵国 因为离家近 就特意和管事的宦官打了招呼 结果 宦官忘了 把她分到了戴国 都是被迫去了戴国 却阴差阳错成了戴王的妻子 而戴王就是后来的汉文帝 所以 离亲梦见月亮 而生王正军这件骑士 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与之相似 传说王正军小时候在家纺织 有只白色的燕子 闲着一枚指头大的白石 从他头顶飞过 巧了 那石头正好掉进他的纺织筐里 王正军拿起石头 石头趴得一生裂为两半 上面写着母天地三个字 王正军觉得这块石头很宝贝 就好生收着 把它叫做天玺 好像是上天给他的命运盖了一个印戳寺 另一件事情则有些诡诀 王晋不是魏郡的土著 他的父亲王赫 原本是济南郡东平陵五人 距离魏郡有二百五十公里左右 汉武帝时 王赫算是个有些名气的人物 因为曾担当汉武帝的袖衣直指玉使 袖衣玉使 顾名思义 就是穿着袖衣以表示身份特殊的暗查执法人员 类似于明朝的锦衣卫 在西汉 袖衣玉使是汉武帝的一大发明 他们不是常设官员 但拥有皇帝亲授姬仪的荣耀和对所寻查地区大小官吏 生杀与夺的特权 使皇帝用来恐吓臣下 可以不走法律程序而杀戮的特务人员 属于那类极不受欢迎的专制工具 王赫的同僚豹盛之 在担任袖衣玉使期间 执法极其严格 对郡守级别的地方 最高长官二千十及以下官吏毫不心软 稍有过错及斩杀 连坐低市民也不放过 大步致斩万余人六 汉武帝时期据说全国户口减半 除了战争 饥荒和逃亡 动辄斩杀万余人的案件当存一份功劳 王赫的风格却完全相反 对当地的官吏能放一马就放一马 以至于放纵的太多 被认为不称职而免官 王赫对此并不以为然 说了一句 无闻活千人有疯子孙 无所活者万余人 后世其心忽 7.挽救千人生命的功德 就能让后世子孙封侯 佛教兴盛之前 这种祸福神鬼的思想 已经很普遍 也是汉朝人笃信祥瑞或灾疫的观念基础 而王赫认为自己至少救了万余条命 封侯启足道灾 王赫免官 报圣之升官 后来官至御史大夫 在巫谷之乱时因一桩小事被汉武帝逼迫自杀 需要留意的是 王赫所暗查的地区恰恰就是魏郡 他的这种执法方式 当然会在当地赢得口碑 所以 王赫在故乡东平陵与人结院后 就会想到举家搬迁至魏郡已躲避灾祸 于是 王赫搬迁到魏郡园城县的尾宿里 还担任了三老 尾宿里 顾名思义 是堆放粮食的履理 可能就是粮仓所在的社区 既然所居是县城社区 王赫又曾经是中央官员 推测他所担任的三老也应该是地位更高的县三老而非乡三老八 成为元城县有头有脸的人物 稀罕的三老往往由德高望重且熟悉本地情况的人担任 王赫作为一个外来户 居然担任三老 颇能说明他在魏郡确实比较得民心 已经是魏郡人民的老朋友 王赫的搬迁属于托吉迁徙 在当时 一般百姓根本无法自由迁徙 王赫多半利用了他在中央和魏郡的人脉酒 诡诀之事就发生在元城县 元城县 有个人叫建公 这名字听起来应是本地有声望的父老 他对王赫说 春秋时 元城属于晋国 有天 附近的沙路山忽然崩了 晋国的史官就认为 沙路山的崩坏是因为阴盛于阳 预示着从山崩往后数645年 这里将有圣女兴起 这番话至少有一点是真实的 春秋 西宫十四年的确记载了秋 八月 新卯 沙路崩的事情 鲁西宫十四年是公元前646年 往后数645年 真巧 正好是汉哀帝宴嫁这一年 从后世角度看 把沙路山崩与王正军成为圣女勾连起来 时间跨度过于精准 显然是事后的伪造 而且西汉之时 大家对春秋最为尊崇的是 宫阳传 但宫阳传对沙路山崩的解释 认为是齐桓公将死 宋湘公将败 由诸侯主持天下大业的霸道将出现危机 丝毫没有提到什么阴阳 圣女之类 甚至连晋国的史官也没提到 古梁传也是如此 这就是此事的诡诀之处 多年以后 王芒已经改朝换代 以新世文母太皇太后为尊号的王正军去世 往往让他的老朋友 大文豪杨雄做了一篇蕾文 其中一句是 太阴之经 沙路之灵 坐河于汉 配缘生成时 只提到两个祥瑞 也就是王正军的母亲梦到月亮和沙路山崩这两件事 由此可见 在当时人眼中 这两件事是真真切切发生 且奠定了王正军成为圣女基础的祥瑞 后人信与不信 又有何意义呢? 要进入王氏家族的历史世界 就得先进入汉朝普通人的观念世界 对汉朝人来说 祥瑞就是上天显现的神迹 既然 王正军能够从一名名女成为皇后 皇太后 太皇太后 直至新世文母太皇太后 那么他崛起的这个事实就一定会有祥瑞 如果没有 那只能说明没有找到或是缺乏对神迹的敏感 二 幸运的王正军 离亲为王晋生完三个子女后 就改嫁了 没有母亲的言传身教 王正军的性格也与母亲不同 他婉顺的妇人到十一 性格柔软 温和 是那类对丈夫言听计从 比较缺乏个性的女人 长大之后 王正军开始考虑女儿的婚嫁问题 但诡异的是 他把王正军先后许嫁给两个男人 其中一位还是诸侯王十二 但这两个男人都在迎娶之前突然去世 无独有偶 汉宣帝晚年的皇后王氏 也就是王正军的婆婆 年轻时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每当是人 所当逝者死 故久不行十三 每次许嫁 许给谁谁死 直到后来 汉宣帝将她召入后宫 这里需要多说一句 此王皇后与王正军不是一个王 两人俊枉不同 也没有血缘关系 汉朝的人均寿命不高 死人很常见 所以 一个女人许嫁的男人 接连死去 似乎也不是非常奇怪 但考虑到有的女人 日后嫁给了皇帝 那么接连死去的男人 就成了这个女人 背上天别有眷顾的证明 王靖感到很奇怪 恰好他有个熟人会看向 叫南宫大友 就要他给王正军项面 南宫大友仔细相了一下 神秘地说 贵为天下母十四 在颁顾笔下 南宫大友只说当大贵 不可言十五 到了王冲笔下 则明说贵为天下母 知道女儿未来尊贵的命运 王靖才关注到性格柔顺的王正军 开始教他读书 写字 古琴 等到他十八岁时 经由魏郡都尉 正式送入夜亭 但为家人子十六 仅仅是一名宫女 在汉朝 普通人家把女儿送进宫 以谋求全家富贵的事情很多 但女孩子们绝大多数要么老死宫中 要么人老色摔出宫嫁人 能够飞黄腾达地凤毛麟角 谁都知道 没有王正军 王莽就不可能走到历史前台 王莽再有能耐 再勤奋刻苦 儒学素养再高 也比不上姑妈 恰好嫁给了皇帝这件事 与那些可怕的后宫争斗相比 王正军却仅凭幸运 顺利成为天下母 其幸运之大 之多 之重 令人不得不相信上天的确会降下祥瑞 入宫之初 王正军只是个后宫的宫女 既没有角色美貌 也没有出众才能 与太子更无任何理由建立关系 说到太子刘氏 他现在正宠爱着司马良帝 刘氏性格柔弱 父亲汉轩帝是一位经历传奇的雄主 对这个儿子并不满意 但刘氏的生母 许皇后是汉轩帝在民间时的结发妻子 两人同舟共济 感情极好 许皇后后来被霍光家族毒死 汉轩帝十分悲伤 对他俩唯一的儿子刘氏也就多了一份容忍 司马良帝之不幸 恰如王正军之幸运 司马良帝宠信未衰 忽然得病将死 死之前 他告诉太子 自己的死并非天命 而是太子其他的妾嫉妒他 诅咒他死 司马良帝一去世 太子极度恼火 闷闷不乐 喜怒无常 乃至发起病来 他相信司马良帝的话 把怒气拨迁到其他妾身上 一个人也不见 更别说造人了 汉轩帝却需要太子造人 就令王皇后从后宫挑一些宫女送给太子 以表示安慰 王皇后大概以自己作为挑选标准 不必太美貌太精明 晚顺的富人道的王正军幸运地进入皇后的视线 皇后一共挑了五名宫女 不久 太子来朝见皇后 皇后就让这五个人上来 坐在太子面前 又悄悄叮嘱自己的侍从女官长长玉观察太子喜欢哪个 太子哪个都不喜欢 他仍然喜欢死去的司马良帝 而且尤其不喜欢别人为他挑选的女人 但那毕竟是皇后 太子只得勉强说 这里面的一个就行吧 这里面离太子最近的人 那天恰恰穿了一件红色滚边的衣服 显得与众不同 长玉就以为太子选中了他 他就是王正军 于是 王正军一不留神 就从一名普通宫女 变成了皇太子的地妾 更幸运的是 皇太子的后宫有地妾不下十人 时间久的已经被太子姓了七八年 却一个生儿子的也没有 王正军被送入皇太子宫后 皇太子只姓了他一次 马上有孕 生下来就是儿子 汉宣帝叛孙子叛了很久 因此格外喜欢这个皇孙 亲自给他取名为刘傲 轻易地称他是太孙十七 常常戴在身边 俨然有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意思了 汉朝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 就是母以子贵 子以母贵 皇帝的儿子成了太子 母亲不论何种出身 必然为皇后 王正军有了儿子 必然成为太子妃 他的父亲王晋再次被召至长安 任成相少使 这虽是个低级官吏 但王晋在这个职位上等待的 不是丞相府的升迁 而是女儿的蜕变 王正军生子后第三年 汉宣帝因为前几年 新丰县出现了黄龙 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祥瑞 就改元为黄龙元年 也是在这一年 魏央宫里下出的一只母鸡 长出了公鸡的羽毛 虽然不能像公鸡那样打鸣 但有公鸡的母样 就在黄龙元年 汉宣帝崩 皇太子刘氏即位 即汉元帝 他即位后 改元为出元元年 无独有偶 丞相府使加一只母鸡的毛色 也渐渐变成了公鸡 与一年前的那只鸡不同 这只鸡已经能够打鸣了 王晋恰恰就是丞相少使 许多年之后 人们才意识到 母鸡变成公鸡 正是王室崛起和刘氏衰落的真相 王正军还是太子妃时 那只鸡只有雄鸡之行 却不能打鸣 等到汉元帝即位 二十二岁的王正军先被封为节鱼 三天后又被立为皇后 这时候出现的鸡就不仅有其行 而且能打鸣 与公鸡无异了 短短几年时间 王正军就从一个献育妇护家庭的平民女子 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 一跃成了皇后 聘鸡为雄 此汉家之灾疫 却是王室之祥瑞 王室家族作为外妻正式登台 身为皇后父亲 王晋是王室家族名义上的首要人物 按照对待外妻的惯例 他被封为杨平侯 杨平离元城县不远 可以看作对他的优待 继而 家特进 这是汉代一个比较特殊的家官 又叫特进侯 属于爵位系统 没有实权 但等级为赐三公 这里的赐不是赐于 而是仕同 等同的意思 就是说及别等同于三公 是稀少的尊位 此外 他从魏郡来到长安 并不是一个人 而是托家带口 一大帮王室家族成员 赶来享受外妻 理应得到的荣华富贵 例如 他的弟弟王宏被提拔为常乐卫卫 担任常乐宫的保安负责人 常乐宫一向由皇太后居住 此时的皇太后 是曾经的王皇后 当年正是他将王正军送入太子宫 如今已经成为王正军的婆婆 为了区分这两位同为王室 且前后相继的王皇后 后人把王正军的婆婆称为穷成太后 前面说过 汉朝非常讲究母以子贵 子以母贵 穷成太后并不得汉宣帝的宠爱 但她性格温和 家族势力很弱 又没有儿子 汉宣帝立她为后 是相信她能照顾好她的儿子们 事实的确如此 穷成太后看到汉原帝顺利登基 就很知趣地不问外事 她一直活到汉成帝时期 为集尊 也有几名家族成员封侯 但在诸外期中并不起眼 此时的王正军才22岁 家族势力同样弱小 以王正军的性格 考虑到当年的恩情 她与这位婆婆应相处甚度 王正军让自己的亲叔叔王红担任常乐卫位 负责穷成太后的安全 也应是出自恩情而非监视 穷成太后去世后 王正军很悲伤地说 孝宣王皇后 朕之孤 深念奉至共修之义 恩节于心 十八 奉至共修 恩节于心 婆媳之间这八个字蛮令人感动 也正因为这位婆婆的超脱 才给了王正军极大的活动空间 但此时的王正军柔顺、善良、年轻 从未显示出过硬的政治素养 又不得汉原帝宠爱 他真的是王氏家族的灵魂人物吗? 真的是后世王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吗? 遇见贵人 汉原帝时期的政坛 几乎没有王氏家族什么事 朝堂之上 外妻以大司马、车齐将军、领上书氏使高领衔 大臣以太傅肖旺之、少傅周堪为以众 内庭有宦官中书令红公、仆设时贤把持 这三波才是汉原帝时期的主要势力 就外妻来说 史家、许家、王翁虚家十九根基都很深厚 且与刘氏皇族有着特殊的亲情 简单回溯一下 汉武帝晚年爆发巫蛊之乱 太子刘巨及妻子史良帝 刘巨的儿子史皇孙及妻子王翁虚全部死难 只有刘巨的孙子刘并仪也就是后来的汉宣帝尚在强保 幸免于难 蒙祖母史家倾力照管方才长大 汉宣帝在民间时娶妻许氏 同甘共苦 感情深志 汉宣帝登基后 妻子许氏不幸死于霍光妻子之手 母亲王翁虚因为出身微贱 家人已不知所踪 直到登基四五年之后 汉宣帝才寻找到外祖母和两个舅舅 种种患难与共 使汉宣帝即位后刻意提高了史家、许家、王翁虚家的地位 几家外妻迅速壮大 就势力的强弱来说 史家最强 许家次之 王翁虚家又次之 汉元帝时期 史家的代表人物史高 王翁虚家的王杰 许家的代表人物许家 先后出任大司马 车骑将军 汉元帝还请许家把女儿嫁给太子刘傲 嫁过去后 听说小两口十分恩爱 汉元帝倍感欣慰 觉得十分告慰早失的母亲许氏 立刻吩咐左右上酒为他庆贺 此时 作为汉元帝七族的王氏家族 还十分弱小 王政军本人虽然贵为皇后 但汉元帝几乎不再临兴他 他的父亲王晋虽然位列特晋 名誉很高 但并无实权 叔叔王红仅是一名小小的常乐卫尉 只有在王晋去世后 王政军的哥哥王凤继承了王晋杨廷侯的爵位 并担任卫尉 始终 得以常在皇帝身边 王氏家族才稍微有一些起色 而往往 在汉元帝时期才出生 此时 王氏家族不仅弱小 还要战战兢兢 以免失去这来之不义的地位 考虑到太子加弱 汉元帝只是了一位亲近大臣来照顾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史高的儿子史丹 史丹在汉元帝为太子时就担任侍从 十余年来朝夕相伴 至今还常常陪着皇帝出行 汉元帝的意图是 尚以丹旧臣 皇考外属 亲信之 赵丹护太子加 真是天下掉下来的幸运 王氏家族竟然毫不费力就得到了最具权势的外妻使家的支持 要知道 王政军唯一的王牌就是太子刘傲 只要顺利熬到刘傲即位 那么按照惯例 旧的外妻会退出政坛 王氏家族就可以施展拳脚了 史丹的出现 无疑巩固了太子的地位 但事事难料 偏偏此时汉元帝有了废太子之心 一旦刘傲被废 王氏家族不仅现在的地位岌岌可危 恐怕还要被逐出长安 甚至性命难保 事情怎么会这样呢? 主要的原因还在刘傲 刘傲早年因为宽博谨慎二十 还颇得父亲欢心 长大后却姓久 乐燕乐二十一 汉元帝逐渐认为他能力不足 难以担当帝王大任 到元帝晚年 刘傲更是做出一件令父亲极为恼怒的事情 汉元帝的小弟弟中山哀王刘靖和刘傲年龄差不多 这叔侄二人自小一起长大 按理说感情不错 中山哀王去世后二十二 汉元帝十分哀痛 刘傲来吊艳 却面无哀戚 这一下子就惹怒了汉元帝 他说了句为后世历代帝王所警醒的话 安有人不辞人而可奉宗庙 为民父母者呼 二十三 一个人如果没有人人之心 是没有资格为帝王的 这不仅是汉元帝所信奉的儒道 也的确是真正的伟大帝王所具有的基本品质 汉元帝说这句话 很明显有了废太子之意 太子变成一个单于久乐又冷漠无亲情的人 王正军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王正军柔顺的性格推测 他对太子应是极为溺爱的 幸好史丹在场 他马上免官上剑 替太子打圆场 这事儿不怪太子 使我看见陛下您过于哀痛 所以太子刚才觐见之前 我私下里让他千万不要在陛下您面前哭泣 以免让陛下更伤心 臣该死 这番话效果非常好 不仅替太子开脱 还把太子包装得很人孝 使当过真是王室的贵人 但刘傲的太子地位依然岌岌可危 因为竞争者已经出现 汉元帝有三个儿子 除了太子刘傲 还有傅昭仪的儿子定陶王刘康 冯昭仪的儿子中山王刘兴 儿子多了 做父亲的心中总会有一些偏爱 这是人之常情 汉元帝从来没有对王政君有过很深的感情 登基后 又格外宠爱傅昭仪 母亲的无宠 多少会影响到儿子的地位 傅昭仪虽然比皇后等级低 但她在汉元帝为太子时就嫁了过去 人又比王政君精明 善于笼络人 连后宫的宫女仆人都很喜欢她 常常为她泪酒 助她长寿 这与傅昭仪自幼就在皇宫里生活有关 她很小的时候就服侍在上官太后身边 而上官太后是汉武帝的儿媳妇 霍光的外孙女 六岁就成了汉昭帝的皇后 历经昭帝、昌义王、宣帝 一直活到汉元帝时期 有这样的资历 傅昭仪怎么会看得起王政君呢? 与傅昭仪同样受宠的还有冯昭仪 有一次 汉元帝带着傅昭仪、冯昭仪等人去看斗兽表演 这种游玩之事当然不会带王政君了 突然 有只熊跑出了圈 攀着围栏药出来 虽然一时没有危险 但傅昭仪等人下得四散而逃 唯独冯昭仪站在熊的面前 挡住汉元帝 侍卫一拥而上将熊阁杀 汉元帝非常感动 更加宠爱冯昭仪 因为这件事 傅昭仪还十分极恨冯昭仪 傅、冯二人受宠如此 又都生了儿子 刘傲的位置越发不稳固了 此外 汉元帝热爱音乐 擅长书法 鼓琴吹销 作曲唱歌 无不精通 傅昭仪的儿子 定陶王也是多才多艺 擅长音乐 汉元帝对定陶王越看越喜欢 作则侧习 行则童年二十四 形影不离 亲密无见 王政君、王凤和刘傲对此看在眼里 却无计可施 靖宁元年 约公元前三十三年 汉元帝并入膏肓 但陪在他身边的并不是皇后和太子 而是傅昭仪和定陶王母子 汉元帝更是多次向身边的侍从询问 当年 汉景帝废太子立交东王刘彻 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这就使内庭和外臣都看出了汉元帝的费力之心 王政君对这样的局面有何应对吗? 束手无策 要不是他哥哥王凤担任魏魏、始终 目睹或听说这些事情 王政君都未必知道 王凤、皇后和太子都急得没有办法 这时候 贵人史丹再次出现 作为汉元帝的宠臣 史丹比皇后更有资格侍奉皇帝的疾病 终于等到皇帝独处 史丹直接觐见 顿手 福贵 哭泣 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大意是 皇太子已经历了十余年 老百姓仁尽皆知 天下归心 我见到最近定逃亡受宠得太过分 外边到处都是谣言 说陛下要废太子 如果真是这样 我们一定拼死力争 我第一个先死 给宫卿大臣做表率 这话很有威胁性吗? 并没有 更像是是宠撒娇 作为十分了解汉元帝的宠臣 史丹抓住了汉元帝性格柔弱 缺乏主见 为人仁厚的特点 故意说了这番话 被臣下点破心事 汉元帝大感失措 既不好意思 也颇觉没面子 只好矢口否认 说 我这几天情绪不佳 太子和两个王都还小 我很念着他们 所以会常常与定逃亡相见 但你说的非太子这事儿 绝对没有 皇后为人谨慎 先帝生前又特别疼爱太子 我岂能违背先帝的意愿呢? 你这番话 很让人摸不着头脑啊 你是从哪儿听来的这些话? 汉元帝不仅没有认真考虑费力太子的事情 被宠臣这么一击 反而被牵着鼻子走了 史丹看到目的已经达到 表演得更加热烈 他继续说 原来没有这回事啊 我真是太愚蠢了 都是误听了那些小人的谣言 我罪当死 汉元帝见史丹如此给自己台阶下 也就顺势告诉史丹 我的病怕是好不了了 你要好好辅佐太子 不要令我失望 于是 在史丹的一番操作下 原本要废掉太子的汉元帝 竟然巩固了太子的地位 与此同时 王翁须家族的重臣 汉宣帝的表兄弟 时任又将军的王商也支持太子 于是 汉元帝时期三家最重要的外戚里 是 王两家明确支持太子即位 许家又是太子的岳父 太子的地位终于稳固了 第二年 汉元帝就验驾了 太子刘傲即位 王正军被尊为皇太后 在这次有惊无险的太子费力风波中 王正军没有表现出任何强有力的政治能力 他甚至险些为溺爱太子付出惨重的代价 将他送上皇太后尊位的 是史丹极其代表的旧外妻势力 而史家之所以支持王氏家族 当时看准了王正军的柔顺 与之结盟能够在太子即位后继续保持原有地位 毕竟史家与现任皇帝的血缘越来越远 史丹也是个种马 有二十名成年子女 其中九个儿子均任职朝廷 后代凡四人侯 智青、大夫、二千使者十余人 这比投资真可谓划算至极 四、善良的王正军 汉元帝当了十六年皇帝 宴嫁之前 交代太子刘傲和王正军 日后要善待弟弟们 特别是他喜爱的定陶王 汉元帝在西汉朱棣李品德相对最为宽厚 也是西汉第一位主动遵循儒家思想治国的皇帝 在他治下 西汉的政治气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简言之 就是如风越来越纯 改制的呼声越来越高 对灾疫和祥瑞越来越关注 一代改姓的观念基础逐渐形成 太子刘傲即位 即日后的汉成帝 原来的皇太后穷成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 他仍像从前一样支去得不问政事 三十八岁的王正军被尊为皇太后 果然成了天下母 旧的外妻如史家、许家、王翁虚家 势力仍然不可小觑 许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车旗将军许家 从汉元帝时期就担任大司马 成帝即位后仍然占据这个职位 按照惯例 王氏家族的族长杨平侯王凤 以大将军的身份也担任大司马 领尚书士 而且借着新皇帝即位 封义增加了五千户 朝廷里同时出现了两个大司马 王正军的同母帝光禄大夫王崇被封为安城侯 十亿有万户之多 其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王潭、王商、王丽、王根、王冯时则同日被赐绝为官内侯 除了王莽的父亲王曼因为已经去世没能封侯外 王晋剩余妻子全部为侯 王莽此时才十三岁 封侯没他什么事 官内侯是西汉二十等决志里仅次于列侯的爵位 一般没有实意 对大多数西汉上层人士来说 一辈子能达到的最高爵位也就是官内侯了 但对于拥有熏裂军功或是身为皇亲国妻的人 官内侯只是步入列侯行列 成为货真价实的贵族的第一步 王氏家族一朝之间成为显贵 但这在西汉是惯例 因为对现任皇帝母族的尊崇是汉朝孝治天下的表现 从姿色平平的宫女到担惊受怕的皇后 再到地位至尊的皇太后 王正军本人并没有发挥怎样的作用 幸运 唯有幸运不断眷顾着他 幸运生活在一个外妻可以合法取得特殊地位的朝代 幸运嫁给一个宽人的丈夫 幸运遇上一个实力弱小的婆婆 幸运得到史丹和王商等重臣的帮助 幸运拥有一个男丁兴旺 潜力巨大的娘家 幸运的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哥哥 幸运地生了个沉沉与享乐 却又极为孝顺的儿子 权力掌握在一个没有政治头脑和能力的人手中 对这个人及汉朝来说都是致命的隐患 但在此时 王正军和满朝公卿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恪守富人之道 善良仁爱的皇太后 这不是没有理由的揣测 王正军与她被称为杜的母亲很不一样 他忠实执行了丈夫的临终叮嘱 对定陶王极为优待 并不为当年太子险些由定陶王取而代之的事情而邪嫌报复 相反 赏赐十倍于他王二十五 汉承帝在母亲影响下 对这位当年有意无意的地位竞争者也没有猜忌之心 更是在多年之后将皇帝大魏传给了定陶王的儿子刘新 比起后世为了皇位大开杀戒或是累世报复的情形 仅从这一点看 王正军确实善良仁爱 他自己也十分孝顺 母亲李亲改嫁给狗宾后 生了一个儿子叫狗餐 不久狗宾死 李亲成了寡妇 当时王正军刚刚当皇后 就要求父亲王晋必须把前妻接回家 成帝即位后 王正军又要求汉成帝抵照汉武帝给自己童母义父的舅舅填坟的待遇 给狗餐封侯 尽管这个请求被汉成帝以不合礼法的理由拒绝了 但狗餐还是担任了侍中、水恒都尉 成为可以出入晋省的官员 他对家人充满亲情 而且血缘越近的家人越亲 汉成帝登基五年后的和平元年公元前二十八年 已经官至朱立散旗的安城侯王重去世 留下一父子王凤氏继承侯爵 对这位亲弟弟的死 王正军十分难过 想必在儿子面前也时常流露 于是到了和平二年 汉成帝为了安慰母亲 把剩下的几个舅舅同日封为列侯 王潭为平阿侯 王商为成都侯 王力为弘阳侯 王根为曲阳侯 王冯十为高平侯 五人因为同天受封 被世人称为五侯 这个大手笔在汉庭引起了很大的不满 但十分符合王正军对家人的态度 事实上 后来王莽得以封侯 也与王正军亲近家人的习惯有关 至于他在后世最被人诟病的纵容王室家族、善权这件事 站在王正军的立场来看 他是在关心娘家人 对娘家人一定要照顾好 哪怕引起舆论非议也在所不惜 而照顾好娘家人 其实就是在凶险的政治漩涡中保护自己的儿子 保护刘氏的祭祀不灭 王正军只不过是尽可能利用西汉的外戚体制而已 假如没有王王 王氏家族的善权比不上吕厚、霍光 所以 王正军确实是恪守妇道 为人善良 同时也缺乏政治头脑和能力的一个女人 一方面 他并没有为王氏家族的崛起做太多具体的事情 面对根基牢固的外戚勋救、虎视眈眈的文臣武将、遍布全国的皇室成员 入场博异的并不是王正军 而是王凤 另一方面 恰恰是他这重发自内心却昧于政治是非的善良 为往往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成为天下感性的共谋 多年以后 班彪为王正军写下赞语 其中最后一句是《妇人之人》二十六 这句话放在后世属于政治不正确 但在当时却颇为准确 五 王凤的基业 汉成帝即位十个月后 长安突然刮起一场沙尘暴 长安一带 气候温暖 雨水丰沛 茂林修竹 福利宫里 种着荔枝、橄榄、香蕉、柑橘、龙岩等许多奇珍异草 大雨长长一下就是十几天 刮起如此干燥的沙尘暴 实在非常奇怪 二十七 那是一个普通的夏日 大风从西北刮来 卷起浓密细腻的黄色尘物 整整一天 长安内外都笼罩在昏暗的黄尘里 黄尘阻挡了百姓的视线 更遮蔽了往日照临下土的阳光 黄沙碧日 这个灾疫的寓意太明显了 是什么人 遮挡了皇帝的光芒 四日 沙尘暴停了 迎着晨光起床的长安居民发现 城里到处覆满了黄土 就像被上天均匀地洒过一样 大家马上用水清洗 又使得路上变得泥泞不洁 往日宏伟整洁的长安城 变得脏兮兮 作为新皇帝 汉成帝的执政热情正在兴头上 对这场灾疫感到惶恐 他参考先帝的做法 向群臣咨询上天要通过这场沙尘暴来说什么 见大夫杨兴 博士四圣等人毫不含糊 把矛头指向地位慰稳的王氏家族 因圣亲阳之弃也 高祖之约也 非功臣不侯 金太后朱棣皆以吴公为侯 非高祖之约 外戚未曾有也 顾天为建议 二十八 意思很直接 高皇帝说过 非流氏不得封王 非功臣不得封侯 现在皇太后的兄弟仅因为外戚的身份就封侯 有为高皇帝定下的规矩 所以上天降下在意 其实 对非功臣不侯的原则 西汉的帝王们并没有特别严格的遵守 但帝王想要给人封侯 多少还是要做一些立功的表面文章 比如 汉武帝为了给李广丽封侯 不惜成本让他功伐匈奴 以获得军功 汉埃帝为了给董贤封侯 正好赶上东平王获罪 就令董贤参与到案件的审判中 以破获大案要案的功劳 来给董贤封侯 此时 王氏兄弟已经有两个列侯 五个关内侯 数量太多 表面文章也没有做 当然会引起朝廷的非议 杨兴和四圣的意见 得到了很多响应 上天的灾疫和朝廷的不满 给王凤带来巨大压力 这是他担任大司马大将军以来第一次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 不过 皇帝刚刚即位 正需要母舅的帮助和扶持 大臣们的公结很难得到皇帝的支持 王凤看到这一点 在幕僚的帮助下 以退为进 主动把这次天帝赤皇之意揽在自己身上 上书汉成帝请求辞职 并特意叮嘱皇帝一公亲万机 以成天心二十九 要皇帝顺应上天的意思 亲自处理朝廷政务 果然 汉成帝一想到今后要势必公亲 就觉得不太舒服 而且 此次灾疫即使是因为王氏家族封侯 那与王凤本人辅政还是两回事 王凤任职大司马大将军才几个月 尚无功无过 怎么能因为这场灾疫令王凤去职呢 何况 此时还有一位大司马许家呢 怎么能只盯着王凤 王凤如果走了 又有谁可以信任并辅佐自己呢 他可是亲舅舅啊 汉成帝拒绝了王凤的辞职申请 把灾疫揽在了自己身上 让王凤专心辅政 皇帝如此大度 臣下们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 一场风波掩齐息鼓 倒是王凤 从他后来做的事情看 他可能自此意识到了 身处权力中心的危机感 许多人善权 并不是出于贪婪和欲望 也不是把权力当春药 而是没有安全感 他们为了自保 不得不夺取一些权力 但为了保护这些权力 就需要攫取更大的权力 权力越揽越多 不到死根本停不下来 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再出现 几年后 汉成帝以黄金二百金 赏赐特进侯的待遇 侧免了另一位大司马 车骑将军许家 从此 王凤成了唯一的大司马 也就具备了善权的基础 权力的高处不胜寒 使王凤不得不动起来 他主要做了三件事情 正是这三件事情 决定了王室家族的崛起 第一 确保皇帝不会脱离他的掌控 汉成帝自从当太子时就喜欢饮酒艳乐 如今更加沉溺于此 既然委任王凤来专权 成帝就很少过问正事了 有时候即使与王凤意见相左 也会谦让 见识年间三十 汉成帝的左右向他推荐一个叫刘新的年轻人 是高皇帝义母帝楚元王刘娇的后人 大如刘相的小儿子 精通如学 做事靠谱 是难得的人才 汉成帝把他召来 一聊 果然很欣赏 就打算把他留在身边 而且想任命他为中常侍 这一时期的中常侍不是正式官员 而是夹在侍郎身上的家官 西汉的宫禁里 有许多类似皇帝秘书的职务 地位有高有低 中常侍是其中地位比较高的 不仅出入尽忠 还给皇帝当顾问 参与正式 只有才能优异低势人可以担当 甚至还要美滋容 形象好 因此是一个颇有前途的清药之职 已经准备正式任命了 汉成帝的左右却说 还没请示大将军呢 汉成帝以为这区区小事 不必告知 此时 令他惊讶的一幕出现了 左右叩头争知 这个史书里不起眼的描述 足以刻画出 王凤 已经把皇帝身边的人都搞成了自己人 伟大将军之命 侍从 汉成帝告诉王凤 王凤居然不同意 而汉成帝也就算了 只好转而任命刘欣为比中常侍地位低的黄门郎 总算把他留在了身边 王凤不会允许一个陌生的刘欣插进来 这很容易理解 但汉成帝居然束手无策 王凤之专权可见一斑 至于王凤的理由 推测可能是因为刘欣上不是侍郎 不能破例家官中常事 王凤的这个决策造成一个意外的后果 几年后的杨朔年间 王凤与新聚为黄门郎 刘欣和王莽成了同事 刘欣颇得王莽的欣赏 两人就此相熟、结交 为日后的亲密合作埋下了伏笔 第二 扫除异己 权力的争夺是普遍存在的 但权力争夺的性质却各不相同 在一种情况下 权力争夺源于路线不同 是对国家往何处去有相依的看法 例如 汉景帝时期对藩国是绥靖还是削弱 汉昭帝时期对盐铁酿酒是官营还是民营 汉昭帝时期是专任儒教还是王霸之道杂志 等等 这样的权力斗争 不论结局如何 所解决的都是重要的政治问题 属于真正的政治斗争 无论胜败 都是政治家之间的博弈 但在多数情况下 权力争夺仅仅是由于掌权者拓展权力边界时遭遇了挑战 没有明显的政治意图 也不解决关乎国际民生的问题 这类权力斗争只是纯粹的争权夺利 不属于政治斗争 落败者未必 值得同情 胜出者也不过是权臣而已 王凤属于后者 他不是政治世家出身 没有政治报复 也非自俊献升迁 史书称凤不能自立法度 寻故事而已 说明他不具备政治眼光和政治家素质 但他并不缺乏争权夺利的能力 王凤在大事决策上倚仗杜钦 杜钦出身政治世家 祖父杜周和父亲杜延年都曾任御史大夫 杜钦却不喜做官 曾在王凤的大将军府短暂担任贤职 随即因故辞职 此后 杜钦一直以私人身份为王凤出谋划策 杜钦在政治上的身谋远虑 与王凤在权术上的精明强干 形成了极好的搭配 王凤担任大司马十一年 几次大的危机都有杜钦的协助 汉城帝建始三年 约公元前三十年 秋天 关中一带连着下了四十多天大雨 不断有郡国大雨的消息被报告到魏央宫 山谷积水 水出山谷 酿成水灾 淹死滴氏民已达四千多人 长安城地势较高 一时没有受到影响 但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令宫中君臣被赶毛骨悚然的事情 历属少府负责禁院的沟顿鼠里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小女孩 这简直太可怕了 因为在宫禁里突然出现童女 是极为不祥的征兆 据说周幽王时有红衣童女突然出现 唱着《掩三十五胡基伏》 石王周国的歌谣 意思是那麦桑木做的宫 碑姬草枝的建代的人 将灭亡周国幽 西周果然很快就灭亡了 汉宫里发现的小女孩 经查问只有九岁 是渭河边的民女 但她偏偏名字叫陈池宫 也有一个宫 一个童女竟然能从城外穿梭至渭阳宫 却没有人看见 这种神秘的浴室令人感到恐惧 正在此时 城内又纷纷传言洪水马上就要淹到长安了 老百姓惊慌失措 四散奔走 造成严重的踩踏事故 城中一片混乱 汉成帝接到报告 马上赶到魏央宫前殿 也就是汉朝皇宫最重要的宫殿 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此时洪水位置 出于谨慎 王凤建议皇太后 皇帝及后宫先坐到船上避难 普通官民则到城墙上夺水 群臣纷纷赞同 此时 一位老臣徐徐说道 自古就算是无道之国 也没听说过大水能大到漫过城墙的 现在天下太平 怎么可能一天之内突然就发洪水了呢 一定是谣言 还是别让官民上城墙了 反而会制造混乱 这位老臣就是左将军 乐昌侯王商 乐昌侯王商三十六 与王正军不是一个王 他是汉宣帝母亲王翁须弟弟的儿子 汉宣帝的表弟 汉原帝的表叔 论辈分 汉成帝该称呼他为表叔祖父 对他一向尊重 汉原帝晚年 王商曾经和史丹共同立宝太子即位 对汉成帝是有恩的 既是老臣 又对皇帝有恩 汉成帝就没听王凤的意见 王凤也不好力争 过了一段时间 洪水始终不见到来 城中渐渐安定 在查问 果然是谣言 汉成帝非常高兴 狠狠夸了乐昌侯 不愧是持重老臣 王凤与王商本无私人矛盾 已没有政治上的分歧 但这件事让王凤的威望颇为受损 他大残 自恨失言三十七 后悔决策不周 事实上 王凤的决策只是缺乏经验 算不上不合理 但王商的建议被采纳 是王凤探知到自己权利的边界 这年冬天 外朝首领 乐安侯 丞相宽衡 利用地图的不精确私字扩大封印 被免为庶人 以凿避界光流明轻史的宽衡 因为这个缘故被免 实属讽刺 建设四年 约公元前 二十九年 三月 乐昌侯王商 凭借德高望重的地位 败为丞相 王商以外欺任三公 权倾朝野 丞相一当就是五年 王凤不愿得罪丞相 但丞相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这期间 狼邪郡连续发生自然灾害 丞相按照惯例派部署纠查狼牙太守的责任 可巧 狼邪太守杨荣是王凤的亲家 王凤觉得自己好歹也是大司马大将军 就去找城相关说 在意这种事 非人力所能避免 杨荣为官向来谨慎 能不能放过他 王商根本不听 上奏申请罢免杨荣 但这个申请被汉成帝压下了 汉成帝当然知道杨荣是谁 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 但王凤终于明白 权力是此消彼长的 要保护自己 就得扩大权力 拓展权力的边界 他开始行动 私下里查访王商的过失 果然发现 王商私生活比较混乱 一是和父亲的女婢通奸 二是她的妹妹淫乱 情夫突然被杀 后台很可能是王商 王凤就拿这件事大作文章 捅到了汉成帝那里 汉成帝觉得 私生活是私生活 不足以拿到台面上 作为大臣不称职的依据 不希望处置王商 王凤力争 汉成帝再次服软 允许私利去查丞相 恰好 此时发生了一次日食 形势骤然紧张 王商发现 王凤在攻击自己 觉察到了危险 在此之前 王正军曾问过他 想把他的女儿纳入后宫给汉成帝为妃 王商对此没有兴趣 而且女儿又在生病 就婉拒了 现在 他为此后悔不迭 假如有女儿在宫中为后援 哪有现在这样势单力薄 他打听到汉成帝正宠姓李劫瑜 就找到李劫瑜家 想把女儿再次送进宫 此时 有个叫张匡的太中大夫 觉察到高层权力斗争的迹象 想从中渔利 太中大夫在中央品级不高 是九卿之一 光露勋的蜀官 只有千诞奉奉 与另一个名字相似 但却是九卿之一 奉奉二千识的 钟大夫 不是一回事 张匡看到丞相被查 又有日食 马上上书控告王商 汉成帝派史丹去听张匡的意见 张匡抓住机会 急言王商是大恶人 说日食的原因是 丞相作威作福 作恶多端 不仅私生活混乱 而且 先拒绝皇太后 又托李劫瑜送女儿进宫 心机险恶 心机险恶的明明是张匡 他把这些宫廷之内 外戚之间的私事上纲上线 把王商说成盘踞朝廷任人为亲的大奸臣 丞相商作威作福 五尺寸之宫 而有三世之宠 身为三宫 宗族为列侯 立二千石 室中诸曹 给室进门内 连婚诸侯王 全宠至圣 宗族全世 和资据万计 私奴以千数 世世五年 官职灵仪而大恶住于百姓 甚亏损盛德 有鼎哲族之凶 张匡说 王商宗族势力太强大了 封为列侯的 担任郡守级别高官的 出入晋省在皇帝身边的家族成员比比皆是 而且与诸侯王结亲 财力雄厚 违规续养奴婢过谦 他当这五年丞相对百姓是大灾难 张匡还颇为贴心地为汉成帝出主意 陛下还很年轻 即位以来还没有杀过大臣立威 而且一直没生出子嗣 这都是朝中有国贼 所以 只要杀了王商一人 则海内震动 百姦之路赛以三十九 天下就会好起来 张匡的做法 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一个小人的嘴脸 王商家族的确权势很大 但从未威胁过皇权 汉成帝了解王商 也能见识张匡 因此下志书说 福智 四十 张匡不敢再说 王凤就出手了 他反复要求汉成帝对这件事有个交代 最终 汉成帝免了王商的丞相职务 但心里很不痛快 也没有给王商治罪 这一年是和平四年 公元前二十五年 王商免向三日之后吐血去世 朝廷给了一个立的恶事 他的亲族里凡是有侍中、忠常侍等家官能够出入晋省 素卫皇帝的人 全部被撵到外朝当立员 王商的儿子虽然席绝乐昌侯 但这只源于汉宣帝母族 一度势力强大的外妻就此没落 王商的儿子在往往执政时期被杀 接任王商为丞相的是张宇 张宇是一代大儒、汉成帝的老师 但他为人软弱胆怯 汉成帝即位后 任命他为给世忠、领尚书士 让他出入晋省并参与重大决策 张宇竟然畏惧与他统领尚书士的王凤 几次尚书辞职 汉成帝没有同意 还在王商霸乡后封他为安昌侯 败为丞相 一个都不敢和王凤统尚书士的人担任丞相 王凤也会满意吧 很有可能这个决策就是王凤做的 王商死后 旧的三大外妻势力 基本不再对王室家族构成威胁了 世家一直是王室家族的盟友 满足于在王室家族秉证之下 长保富贵 许家已经大不如从前 前大司马、平恩侯许家已经去世 其后代没有什么建树 唯一可说的是许家的女儿许皇后 汉成帝与许皇后早年一度感情甚好 但许皇后始终没有子嗣 加上连年日食 一些人如古勇、杜钦 为避免把日食指向王凤 故意说日食是因为许皇后 许皇后渐渐恩持宠衰 外戚的威胁渐渐排除 诸侯王的隐忧渐渐浮现 阳朔年间 定逃王刘康来朝见皇帝 王政君和汉成帝非常高兴 按照礼法 朝见完毕后 诸侯王必须尽快归国 不得滞留长安 但因为有汉原帝临终的托付 以及汉成帝与兄弟感情甚好 就下令让刘康留在长安陪伴他 一时间 刘康住在长安的定陶国底 也就是定陶驻京办 但每天进宫与皇帝朝夕相伴 对这位曾经差点当了太子的义母兄弟 汉成帝并不介意 证明汉成帝很讲亲情 而刘康也一定颇为善解人意 博得汉原帝、汉成帝和王政君的喜欢 兄弟相替 多么符合汉朝以效治国的理念啊! 但王凤却不这样认为 他担心的是 如果汉成帝突然病重 又没有子嗣 很可能把皇位直接传给身边的刘康 这会令自己十分被动 无法从容安排朝廷的权力格局 灾疫事实到来 又一场日食发生了 王凤抓住这个机会上见 称这次日食正是定陶王滞留 长安不归岛制的 在当时浓厚的儒学风气里 日食是阴盛之下 但应在哪件事什么人身上 不同的儒学派别会有不同答案 古勇把日食说成许皇后的问题 王凤把日食推在定陶王身上 都不能说不对 但如果有人站出来说这是外戚善权 也讲得通 然而没有人站出来 汉成帝也只得相信 日食确实由定陶王引起 不得不令刘康归国 兄弟两人弃替作别 王伤罢向身死和定陶王被迫归国这两件事 展示了王凤在弄权方面的才能 也自然会激起朝廷里一些士大夫的不满 京兆尹王章刚指敢言 成与牛衣对气说的就是他 王章早年穷困潦倒 生病了连辈子都没有 只能披着给牛盖的缩衣 他的妻子激励他说 长安城里比你尊贵的人 没有一个比你强的 你应该奋发图强 哭什么呢? 王章受此激励 终于入世 汉元帝时期 他敢于攻击弄权的宦官实险 终被免官 汉成帝时期负起 又被王凤推荐担任京兆尹 但是 当了京兆尹的王章并不买王凤的账 在给汉成帝的上书中 指出这些灾意都是因为王凤 并为王商和定陶王名冤 他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你王凤不是说王商私生活有问题吗? 你王凤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汉成帝无子嗣 王凤把自己一个妾的妹妹张美仁送入宫 王章揭秘 这个张美仁当时已经许嫁了 把这么个来历不明的女人送给天子 到底什么意思? 上书写成 王章的妻子看到后坚决不同意 说 人要知足 你忘了当年你我牛衣对气的境遇了吗? 王章说 你们女人知道什么? 汉成帝本来就对王商之死和定陶王回国倍感愧疚 听了王章的话 大为感动 决定罢免王凤大司马之职 让王章推荐继任人选 王章推荐了汉原帝冯昭仪的弟弟 实为狼邪太守的冯野王 冯野王虽为外戚 但名满天下 既是精通诗经的儒士 又是十八岁出任县令的制裁 其政绩、声誉和政治素养远非王凤可比 王章的推荐确实出自攻心 汉成帝也很高兴 打算用冯野王来代替王凤 万万没想到 隔墙有耳 汉成帝与王章的这番打算被泄露了 王正军的叔叔常乐畏畏王红的儿子王英 也就是王凤和王正军的堂弟 此时正在禁省当事中 听到了这些话 王英正愁 没机会向王凤表功呢 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凤 王凤恐惧万分 不知所措 幸好有杜卿 杜卿根据汉成帝优柔寡断的性格 和对母亲王正军言听计从的惯例 判断此事不必太担心 于是王凤顾忌重演 先称并不上朝 回家休假 造成朝廷正式停摆的局面 然后上书汉成帝请求辞职 在杜卿的指导下 王凤的辞呈声泪俱下 催心断肯称典范 他陈述了必须辞职的三点理由 天下阴阳不调 常发生灾害 这是因为我担任大司马不称职 此臣一当退也 日时这桩大灾疫 必须应在我身上 此臣二当退也 我久病连年 失未素餐 力不从心 此臣三当退也 然后就是一番哭诉 说身体已定入膏肓 非辞职不可云云 这个辞呈一上 汉成帝果然被感动得不轻 王正军看了之后 哭得吃不下饭去 汉成帝马上把与王张的约定抛到脑后 坚决不允许王凤辞职 事实上 王凤这次是真的恐惧 一度真想就此辞职保命 但杜钦却劝他万万不可 这个权力一旦交出去 可就自身难保了 王凤恍然大悟 马上接受了汉成帝的挽留 王张事实上被汉成帝出卖 他很快遭到弹劾 理由是推荐冯野王属于阿富诸侯 接张美人的事情非所依言 不合体统 王张被下狱 罪名定为大逆 死于狱中 妻子和女儿等家人被流放到广西河浦四十一 冯野王听说后 被这无妄之灾下得病倒了 但王凤连他也不放过 罗知罪名要免冯野王的官 杜钦很仰慕冯野王 向王凤求情 然而 王凤对这件事却不再听从 最终平野王被免冠 几年后去世 以前没有特别被王凤重视的唐帝王殷 因为这个事件于第二年 也就是杨朔二年 公元前二十三年 被败为御史大夫 位列上卿 成了王凤主义的接班人 至此 寻救外妻 诸侯王 敢于挑战他的外朝大臣 均被王凤以权术一一击败 王氏家族终于全面掌权 后生子弟也开始占据朝廷内外的许多职位 公卿是大夫见识到王氏家族的实力 或是自保 或是投靠 王凤虽然机心弄巧 心狠手辣 但他对皇室忠心耿耿 对底下的官员不乏识人用人的眼光和雅量 除了杜钦 成帝一朝的不少名臣如陈贤、朱伯、陈汤等 都是被王凤所琢拔重用 包括向王凤发难的王章 在这个过程里 王正军除了以母亲的身份对汉成帝施加影响 没有真正参与到权力争夺中 在对待定逃亡的事情上可能还跟王凤的想法相左 总之 王氏家族虽然以王正军为核心 但真正为其创立基业的是王凤 六 建构世系 王凤没有对皇帝撒谎 他的确已经病入膏肓 所以 权力虽然稳固了 但身后怎么办? 王凤要确保至少汉成帝在位期间 权力能够始终掌握在王氏子弟手中 可探自家兄弟里 同父同母的兄弟成安侯王重死了 一母帝里年龄最大的王曼也死了 目前还活着的都是一母弟弟 按年龄排序 分别是平阿侯王潭、成都侯王商、弘阳侯王丽、曲阳侯王根、高平侯王冯时 此外 还有叔叔家的堂弟王殷 但尚未封侯 按照持续 应该由王潭来接大司马的班 但是 王潭与王凤感情一般 而且 王潭为人很有性格 不奉承王凤 所以 王潭虽有能力 但王凤不会让王潭接班 至于王商、王历、王根、王冯时等人 在王凤眼里既缺乏历练、能力平庸 又奢侈腐败、不足以成事 王凤留意的是在与王璋对抗中精明强干的堂弟王殷 他宁可舍弃同父的弟弟们 选择对自己公顺如父的堂弟王殷 王因之后呢? 更长远地说 自己这一代人都去世后 下一代呢? 王氏家族的下一代们大多数年纪还小 而且 一位敬竹奢侈 斗鸡走马 住豪宅 养鸡妾 成了顽固子弟 年龄大些的 王潭的几个儿子 王仁、王洪还不错 严谨认真 可惜性格都随他们的父亲 对王凤并不奉承 桀骜难逊 倒是有两个人 年龄已二十几岁 也都很懂事 一个是外甥淳于常 人很聪明 现在是皇门郎 与皇帝关系甚好 再一个是侄子王马 人很严谨 还没有出世 这两个人在王凤患病期间 都是时时服侍 亲尝要汤 日夜不休 特别是王莽 恨不能一刻不离 连月没时间换衣服 蓬头垢面 堪称唇笑 在病塌之前 王莽和淳于常进入了王凤的视野 成为王氏家族下一代的种子选手 杨朔三年 公元前二十二年 秋 王凤病毒 汉成帝和王正军分别到王凤府里看望 在给汉成帝的遗言里 王凤一是吉言王谈不可用 二是死保王因足以接班 三是下一代里有几个不错的 如王莽、淳于常等 请皇帝和皇太后留意照顾 这三件事 汉成帝和王正军一一照办了 王凤府正十一年去世 御史大夫 车骑将军王因越过几位堂兄接替了大司马职位 两年后他被封为安阳侯 至此 王氏家族除了早死的王曼 已经有列侯八人 而且有两个已经传到第二代 四十二 又八年之后的永始二年 约公元前十四年 平庸但仅次的王因去世 王氏家族 但要充足 继续由家族男性出任大司马 接替王因的是成都侯 为将军王商 王商辅政四年后去世 接替的是驱阳侯 跳继将军王根 在这期间 王莽也渐渐成长起来 他的父亲王曼被追封为新都哀吼 这个爵位实际上就是给王莽的 王根辅政五年退休 王凤这一代至此已没有年富力强的人 所以 王根推荐了实为适中 其都尉 光禄大夫的王莽 接任大司马 王氏家族的权势贯穿了汉城帝全部在位时期 能实现这一点 前提是汉朝的外戚体制 根源是皇太后王正军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真正为王氏家族巩固基础、扫平障碍、铺好道路的是王凤 如果没有王凤 以王正军的仁慈性格 恐怕求为穷成太后而不可得 王凤给王正军铺好了路 他只要不断地从王氏家族里选拔优秀人才充任大司马 就能牢牢把握政权 汉书有云 王氏之星自奉使 经过王凤诸兄弟殊职的努力 王氏家族逐渐成为比肩刘氏皇族的超级家族 但这还不够 多年以后 往往还要构建更为久远和庞大的家族谱系 把王氏家族追溯到姚舜宇时期 乃至传说 在王莽的构建中 王氏家族是皇帝的后代 顺地的后人 顺又不姓王 王莽凭什么这么说? 上古的姓 是情况非常复杂 较为切尽的说法 姓基于血缘关系 是基于地域或政治共同体的关系 四十三 同一姓下 根据分封的地点 居住的环境 担任的官职等 可以有不同的士 改士也很常见四十四 所以 同一姓下有很多士 士名相同的未必属同姓 顺的后代在西周被封在陈国 这一支就以陈为士了 春秋时期 陈国的一名公子陈婉 因为陈国内乱逃到齐国 至战国时期 以田为士四十五 并逐渐代替了江姓齐国的公祖 被周天子封为齐国国君 也就是著名的田氏代齐 田氏齐国王于秦 秦末 田氏齐国的一些旧王族分起称王 至项羽时期 其中一位叫田安的被项羽封为吉北王 可惜田安只当了一年的王 就被同族田荣所杀 从顺到田安的这段世系 根据现有史料可以勾连 而王芒所构建的世系 就是从田安开始 安是国 其人为之王家 应以为士 也就是说 田安死于战乱 但因为他是王族 所以他的家人被其人叫做王家 就以王为士了 等到田安的孙子王岁出世 已经是汉朝的文景年间了 王岁的儿子就是从高平陵迁至元城县的王赫 这段世系来自汉书 但汉书还说莽自卫皇帝之后 其字本约四十七云云 就是提醒大家 这是王莽自己说的 细思之 从顺地到田安之间的世系即使在可靠 也不能保证后面的世系是可靠的 从情理上说 田安被杀 战乱凶险 田安的家人为了避祸而隐姓埋名改为王室 倒也讲得通 但很难想象逃难避祸的家族还能大摇大摆地被人称为王家 高祖九年刘邦曾根据大臣楼靖的建议把包括齐国朱田是在内的元六国贵族后代大举迁徙到关中 王氏家族如果真的是田安的后人又广为当地人知晓怎么能逃过呢?四十八所以这个世系很有问题 退一步说 即使真的有田是改王这回事 那么从汉初到汉末两百年间 改姓、貌认之类的事情也无从对照 王氏家族从高平陵跋涉二百五十公里 迁徙到魏郡 正是改姓或貌认的绝好时机 换言之 王氏家族无可争议的谱系其实就到王赫这个魏郡的始千祖 几乎可以肯定 王莽与顺之间的谱系是后来构建的 这是因为西汉晚期、刘姓已经被认定为姚的后代 而只有将王氏的谱系追溯到顺 才能按照姚善让给顺的方式 由王氏来代替刘氏 王凤对石权的掌控与王莽对世系的构建 一前一后 共同缔造了一个履历完整、大权在握的黄金家族 王正军就是这之间的纽带 注释 一今河北大明县 二当然 占卜之类不再被禁之列 三汉书、元后传、第四千零一十五页 四 西经杂记、外五种、卷四 第三十四页 五金济南、张秋一代 六汉书、元后传、第四千零一十三页 七汉书、元后传、第四千零一十四页 八章金光教授认为 王赫是郡三老 理由是他担任三老后 有魏郡仁得知的记载 但考虑到魏郡的治所事业而非原成 还是认为王赫为宪三老较稳妥 九个建雄、西汉人口地理、第一百四十页 十汉书、元后传、第四千零三十五页 十一汉书、元后传、第四千零一十五页 十二汉书说王政军许嫁的是汉宣帝儿子东平王 但东平王封王的时间要晚于王政军入太子宫的时间 所以不阅 论衡、偶会篇则说是赵王 黄辉认为当时的几个赵王在年龄和足年方面也对不上 推测是平干王 见论衡孝氏 第一百零五页 中华书局 一九九零 无论是哪个王 都不影响行文 所以文中未明确说明 十三汉书、外七传、第三千九百六十九页 十四论衡孝氏 古相篇 第一百一十五页 十五汉书、元后传 第四千零一十五页 十六汉书、元后传 第四千零一十五页 十七论衡孝氏 古相篇 第一百一十五页 在《王政军生子军》上 与汉书载刘傲自太孙不同 刘畔 虽认为太孙乃宣帝宠义成帝之词 可从 十八汉书、外七传 第三千九百七十页 十九这一时期姓王的重要人物太多了 崇明的也不少 为了区别 这里以王翁虚家指代汉宣帝的母族王氏家族 而专以王氏家族来指王政军家族 二十汉书、成帝纪、第三百零一页 二十一汉书、成帝纪、第三百零一页 汉书、元后传、第四千零一十六页 二十二刘靖死后 这一世系绝四、国除 后来汉原帝把自己的儿子刘兴封为中山王 二十三汉书、史丹传 第三千三百七十六页 二十四汉书、元后传 第四千零一十六页 二十五汉书、元后传 第四千零一十九页 二十六汉书、元后传 第四千零三十六页 二十七汉汉时期的西安一带 气候与今天有很大差别 比现在湿润温暖 能够生长今天的亚热带甚至热带植物、犀牛、熊等也出没在山林里 据竹可真等人研究 当时正处于大理兵期结束后的第三个温暖期 二十八汉书、元后传 第四千零一十七页 二十九汉书、元后传 第四千零一十七页 三世汉成帝第一个年号 约前三二前二十九年 三十一汉书、留心传载、留心入世的起步是黄门郎 所以他在此之前尚未有其他职务 主张只有侍郎才能加官中常侍 并推测、留心是任命中常侍、未果才转任黄门郎 见李炳权、西汉中常侍新考 史学月刊二零一三年第四期 三十二汉成帝第三个年号 约前二十四前二十一年 三十三汉书、刘新传 第一九七二页 三十四资质通建、成帝纪 第九百七十六页 中华书局、京庄版 二零一二 三十五眼、殷童眼 三十六王凤的弟弟成都侯也叫王商 不过此时王凤的弟弟尚未封为列侯 两人主要活动有先后 不至于相混 但为了便于阅读 文中有时候使用乐昌侯、丞相等来进一步区分 三十七汉书、王商传 第3370页 三十八汉书、王商传 第3372-3373页 三十九汉书、王商传 第3373页 四十汉书、王商传 第3374页 四十一汉书、王章传交代了王章这位颇有性格的妻子的结局 多年后 王凤已死 王凤的弟弟王商为大司马 将王章的妻子、家人赦免 允许回乡 王章的家人在广西靠彩珍珠积聚了百万家财 回到故乡、赎回故居 是流放者里罕见的一幕 四十二王凤死后 儿子乡成习绝阳亭侯 王重死后 儿子王凤世习绝成安侯 四十三五国武 帝顺姓氏考变 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二期 四十四因为是比较实用 血缘又越来越远 所以性的意义变小 使日益重要 慢慢的姓氏就成了一回事 四十五上古之时 陈田的生母是一样的 所以两字发音相似 一生之转 中古时期 陈的生母分出 发音才迥然不同 顾延武认为 陈完奔旗后并没有改为田氏 而是到了战国时期 他的后人才改 从之 四十六汉书《元后传》 第四千零一十三页 四十七汉书《元后传》 第四千零一十三页 四十八神展如《新莽全史》第一章第一节著十八 第三页 《正中书局》一九七七 二大司马王莽 七青烟散入武侯家 汉城帝初登基的建史元年 公元前三十二年征月 祭祀他曾祖父使皇孙的皇曾祖道考庙起火了 春秋经的第一句话就是元年春王征月 皇帝即位后的第一个元年征月最重要 汉城帝不正一时就发生这样严重的灾疫 十分令人不悦 但用不了几年 汉城帝就习惯这一切了 火灾算什么? 汉城帝在位约二十六年 光日时就发生了十次一 为西汉帝王之冠 再加上地震、水灾、火灾、汉灾、流星、陨石、沙尘暴 以及奇异的青莹聚集、童女静殿之类的事情 灾疫的总量只比汉武帝时期略少 可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 是汉城帝的两倍 在臣民看来 这么密集的灾疫说明汉城帝本人失德 那么问题来了 是在哪个方面失德? 这些灾疫是应在什么人什么事上? 灾疫也好 祥瑞也罢 当然是信仰 是不以人力为转移的天象或意象 是上天的沉默不语或雷霆教会 但同时也是一种知识 解释权掌握在人的手中二 譬如有的人认为 这些灾疫源自后宫 后来 汉城帝废许皇后立照飞燕 以及在以后的赵和德自杀 都是因为这个说法 有的人认为 这些灾疫来自全臣 全臣是谁? 对王氏家族来说 全臣就是丞相王商 对经兆尹王章来说 全臣就是王凤 灾疫成了全臣之间斗争的工具 但不管灾疫的根源在哪里 太密集则意味着汉家天命的动摇 为了消解天命转移的隐秘预言 汉城帝废调许皇后 罢免了丞相 但灾疫并没有减少 考虑到中汉城帝一世 大司马一侄自始至终皆为王氏家族把控 使人即使不把全部也会把大部分的灾疫归于王氏家族 看!自从王凤接连击败丞相王商、经兆尹王章等人 王氏家族气势日赤 朝廷内 王氏家族的成员占据了大量要职 堪称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朝廷外 王氏子弟敬竹奢侈 积聚了大量财富 各家美女、姬妾有数十人 奴婢仆人不下千数 日日狂欢纵欲、斗鸡走狗、大建豪宅、堆土山、起亭台、高层建筑之间建造相通的廊道 壮壮相连 一眼望不到边 成都侯王商要养病 竟然敢求汉城帝把皇宫之一的明光宫借给他避暑 他还凿通长安城墙 把城外河水引进宅院形成人工湖 湖上行船悠悠 船上张设为账、雨盖 一边行船 一边令人演唱当时流行的吴乐歌曲《乙柱性》 那都是些婉转悠扬 还带点色情意味的民间小调 汉城帝来王商家 看到王商凿开长安城墙饮水 十分恼火 古代的首都和今天概念不同 长安城的性质是帝城 是皇帝的神圣居所 宛如天宫 出入都不容易 还敢凿城墙 但汉城帝看在母亲方上 咽下了这口气 弘扬侯王历父子的事迹 则主要是藏匿亡命之徒 豢养的宾客 很多都是罪犯 有前任经召尹王章之死在前 现任的私立校尉 京兆尹都不敢管 唯有长安城中百姓作歌约 武侯初起 屈阳最怒 坏决高都 连境外渡 土山建台 向西白虎三 说的是最过分的屈阳侯王根 为了让居所更豪华 竟擅自拆掉高都里和外都里之间的强势 汉城帝带着宠臣张放 宜家表弟淳于长等人微服私访 经过王根这处大宅时 从外面就看到庄园里堆成的高大土山 更过分的是 土山上建台的造型 装饰颇似未央宫内皇家议事之处白虎殿 赤池青锁 台阶是红色的 门窗上有涂成青色的十字连环花纹 这都是天子之志 如此僭越 是可忍孰不可忍 汉城帝的愤怒终于被引爆 当时主持王氏家族事务 担任大司马的是车骑将军王因 汉城帝就把王因叫来骂了一通 王因不是汉城帝的亲舅舅 因此向来谨斥 对王商、王根等诸堂兄多有忌惮 也不敢管 于是赶紧把天子震怒的事情告诉了王商和王根 让他们收敛收敛 王商与王根则效仿王凤的一贯伎俩 以退为进 兄弟二人跑去王正军那里 说自己有罪 要在脸上刻字 割掉鼻子谢罪 王正军见到兄弟如此 哪能做事不管 就差人去找儿子求情 汉城帝听说两个舅舅不请示自己 直接找母亲告状 勃然大怒 他先召见司力校尉和京兆尹 痛斥他们对武侯阿谀奉承 放纵不法 把两个官员下得在宫外磕头不止 又正是给大司马王因下了道册书 痛斥王商和王根去太后面前告状 把自己置于不孝的境地 还不无嘲讽地说 咱舅舅家的宗族势力多大呀 哪向我孤身一人 又有病 愤懑之情 见于册上 最后 汉城帝让王因召集王氏家族所有列侯到王因宅邸 扬言要大家惩处 同日 汉城帝又让在身边负责秘书事务的尚书 把汉文帝当年诛杀舅舅宝昭武的做法 依据都报上来 以备参考 这几乎是汉城帝即位以来最大的雷霆之怒 王因 王商 王根 王历及其他王氏子弟均下得不轻 他们都很清楚 王氏家族虽然炙手可热 但权势只来源于汉城帝 所以 纷纷自带死刑刑具去请罪 事实上 汉城帝既无决心 又依赖王氏家族理政 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儒家浓重的氛围下 他不能伤害母亲的感情 以背负不孝的恶名 所以他已经无法向汉文帝对宝钊 汉武帝对死去的田坟六那样了 所以 他做不到大开杀戒 只是吓唬这几个舅舅 让他们收敛收敛罢了 在汉城帝这里 仿佛这都是家事 但传递给大臣的信息 就是皇帝既然都不追究 那我们何不依附王氏家族那期? 王氏家族既有这样的权势 又得皇帝的逆宠 被视为灾疫的来源 就很自然了 一边是鲜花着锦 烈火烹油的权势 一边是朝野所指的灾疫 按照目前的外戚体制 一旦新的皇帝登基 王氏家族该怎么办? 8.青年才俊王莽 生于汉原帝出源四年 约公元前四十五年的王莽 就在这样一种微妙的氛围里渐渐成长起来 汉城帝即位那年 昭君刚刚出赛 王莽是才十三岁的少年 他比汉城帝小约六岁 是汉城帝多如牛毛的孤舅表弟之一 并不为皇帝所瞩目 王莽的父亲王曼 是王正军义母弟弟里最年长的 死得最早 没有赶上封侯 留下的王勇 王莽兄弟俩也就没有占到太多便宜 当然 王莽家也谈不上贫困 但比起武侯之家 差距还是相当悬殊的 长子王勇最先出世 在禁省里给尚书的某个曹官当属利 娶妻生子后 竟然也死了 王莽初通人世 就要赡养寡居的母亲、嫂子 还有侄子和自己的儿女 王莽没有资本去追逐声色犬马 面对亲戚的声势赫赫 反观自己的默默无闻 他的心态不可能不受触动 志向的种子也可能在此时拨下 同时 当王氏家族成为灾疫的众矢之地 王莽也应会领悟到 尽管皇帝外戚掌握着世俗的巨大权力 但人人畏惧天命 皇帝也害怕灾疫 那就说明世俗权力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威 而在当时 儒学就是这一权威的代言者 若要领会到天命的威严大义 就必须修习儒学 探讨人世与天命之间的深奥秘密 譬如 武德忠实 如何去推算 在义祥瑞 如何去解释 治理作乐 如何开太平 三代之志 如何去实现 圣人立法 如何去落实 孟子说过 五百年必有圣人出 自孔子霍林 已经差不多五百年了 谁能成为下一个圣人 长安城内 宫阙眼下 王氏家族的顽固子地里 王莽以一种另类的形象突然冒了出来 王氏子弟娇襟傲慢 不学无术 花天酒地 王莽却待人恭敬 勤学刻苦 修身严格 王氏子弟敬竹豪奢 声色全马 王莽却特意头戴滋不所致的禁贤官 这禅衣、树极带、一副儒生打扮 仅此一点 王莽就从默默无闻变得引人注目起来 其实 王氏家族在灾疫的巨大压力下 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接近儒学 外妻是汉朝体制的产物 是附庸于皇室的特殊贵族 不用很麻烦就可以取得高官厚禄 进可以为权臣 退可以为亲贵 气质上与同样依附汉家传统 而非儒家教化的文法力八 也就是行政官僚更为接近 但与以往的外戚相比 王氏家族开始有一个巨大的不同 不仅上诸就皆修经书 任正是久 连子弟们也 皆通敏人士 好事养贤 轻财师余 以相高尚 或是 宾客满门 五侯兄弟争名 其客各有所厚 不得左右 王氏家族竟然开始读经了 养贤了 而且还争名 攀比着交捷门客 甚至 一个门客进了五侯中这家的门 就不能进另一家的门 这折射出西汉晚期的时代风貌 已经与以往不同 即使是王氏家族这样的外戚 也会主动接近普通鄙氏大夫和闲人十二 在这个时代 能够称得上闲得不会是汉出那种鸡鸣狗道、行侠亡命之徒 只能是儒生 或者说以儒生为主 往往比这些同龄人更激进 他不只在如依如官上做标榜 而是诚心向学 把自己变成儒生 这在外戚中并不常见 因为修习儒学是入室的渠道 外戚凭借身份即可入室 不需要专门修习儒学 进一步看 往往没有拜朝廷中炙手可热的公扬学等 金文经学博士为师十三 而是拜佩骏的陈参十四为师学习礼经 陈参可能是一位未入室但很有名气的民间学者 往往既学儒 又不去学儒家的热门专业 格调一下子就上去了 渐渐地 他成了一个既具有外戚身份 又是儒生 还不孤名调狱的人 就像启蒙运动时期的孔多赛侯爵或是孟德斯鳩南爵 既是贵族 又是启蒙哲学家 有种违和感 也就格外引人注意 于是 凭借外戚兼儒生的身段 王莽也主动和贤人名流交往 这是弥补自家穷困 无力养贤输财 间接实现自己报复的办法 从后来 王莽在朝廷中受到的赞誉来推测 王莽所交往的人多为名士 比如 常乐少府戴崇 是经学家张宇的学生 是中金社 是汉城递进省中的进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汤 陈汤 就是汉元帝时期 未成亡命 攻杀匈奴制枝丹鱼的西域副校尉 因为是私自的军事行动 这件能封裂侯的壮举 在汉庭并没有得到鼓励 人也紧紧受刺关内侯 但他那句名犯强悍者 虽远避诸的豪言 在后世家喻户晓 后来 几经浣海沉浮的陈汤被王凤看中 以从事中郎的身份出入晋省 并帮助王凤打理幕府的军事事务 是名声在外 且与王氏家族交好的名流 此外 王莽的朋友里还有汉成帝的妃子班杰鱼的几个兄弟 班伯、班尤、班智 其中班伯最为王凤欣赏 不过此时正在外出世 王莽的年龄介于班尤和班智之间 就把班尤当兄长 把班智当弟弟 关系尤为密切 班氏家族是世家 文学与工业均十足称道 班尤去世时 王莽已经今非昔比 但却修司马 父奉甚厚 就是按照五福的桑仪为班游福桑三个月 并赠送了大量车马不薄 超越了朋友的情分 班智与王莽关系最好 多年以后 班智的孙子班固将为王莽写下历史上的第一篇传记 这些或以中级官员的职位出世 或能频繁出入晋省 或出身显赫世家 同时又因儒学或战功享有轻欲的一时名流 能够接受二十岁出头的王莽为友 固然有王莽属于王室家族一员的原因 但更大程度上是引以为同道 将王莽视为年少有为、卓义俊茂之事 这些是其他王室子弟以及王莽的孤旧表清纯于长之流所不具备的 也是王莽独树一帜的地方 当然 也不是所有名士都领王莽的情 比如王阴的红人吴江龙 王莽在外以儒生身份与名士交由 在家中则恪守如道 谨奉寡母和寡嫂 亲力照顾侄子 对那些拜官奉猴的叔叔辈 王莽深知他们对自己的重要性 百般尊敬 即使入不了叔父们的眼睛也不妨 这种孝道也为王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因为王曼去世较早 王正军就把王曼的妻子 也就是自己的兄弟媳妇接到长乐宫 名义上是一处作伴解闷 实则是同情照顾 这就让王莽格外多了一些与王正军接触的机会 他至笑至替 秦学手里的事情 也一件件为王正军所知悉 于是到了杨朔三年 约公元前二十一年 王凤病重 王莽和淳于长两兄弟在病榻前极力照顾 让王凤对这一生一直都颇有好感 临死前 王凤把王莽和淳于长一并推荐给王正军和汉成帝 对淳于长 王正军和汉成帝都很熟悉 特别是汉成帝向来宠爱这位仪表兄弟 对王莽 王正军终于把眼前这个因为照顾病患而蓬头垢面 伤痛欲绝的年轻人 和平时来东宫里像母亲和他自己问安服侍的侄子对应了起来 在王正军心中 估计常常会有可惜他父亲死得太早之类的触动 王凤八月一死 车骑将军王英九月继任大司马 王莽就在这期间被拜为黄门郎 可以出入晋省 成为汉成帝的一名低级侍从 而淳于长则从黄门郎拜为列孝位诸曹 随即升迁为水恒都位 家官侍中 成为汉成帝的高级侍从 很快又升至魏魏 统领魏央公卫士 负责皇帝安保 卫列九卿 其受宠信和眷狱的程度 远超王莽 王莽在黄门郎的职位上也没有待很久 但他仍然在这短暂的时间里结识了同为黄门郎的几位才俊 杨雄比王莽大八岁 文父很得皇帝的喜爱 他不拘礼法 不奉承权贵 亦不进取仕途 满足于做皇帝的文学侍从 刘欣比王莽约大六岁 因为王凤的阻挠在黄门郎的位置上已经呆了许多年 不过 这倒是给了他与王莽交好的机遇 二人都认为 儒学的确是挽救天下威王 建立理想国的法宝 所以必须要按照儒家的理想来改革 同时 也都对此时占据着朝廷主流地位的金文经学博士们不能实质性推动改革 只会在一些表面文章上下功夫而感到不满 在侍奉皇帝的间隙 他们就这类问题由浅入深 不知道谈论了多少次 直到王莽升迁为社生校尉 统领一支几百人的皇家弓箭守部队 从此步入二千十的序列 成为一名汉庭的终极官员 此时王莽才二十四五岁 比起同为皇门郎的杨雄和刘欣 年纪更小的王莽 纯于常能迅速在仕途上精进 这显然得益于外戚的身份 外戚有时候比刘欣的皇族后裔还管用 没有史料告诉后人 刚入世时的王莽想些什么、做了什么 但从他后来的行动看 青年时期的王莽应以具有清晰的自我意识 在儒学的指引下 他的理想渐渐成型 置身在意的氛围里 他的目光也逐渐超拔于同辈的王氏家族第二代 甚至超过他的书辈 王莽意识到 必须超越王氏家族的家族利益 追求更高远、更宏大的目标 有朝一日 即使王氏家族还被认为是在意的来源 但他王莽本人不是 就新都侯王莽 一晃六年过去 到了汉城帝永始元年、公元前十六年 王莽也已步入而立之年 这年刚开春 魏央公接到报告 说北海沿岸的渔民发现了四条大鱼 长六丈、高一丈 西汉的一丈大约是2.3米 也就是说有四条长约十四米、高2.3米的大鱼在北海游逸 知道这件事情的中外臣聊不由想起了已故金文经学、大师经房的话 海硕见据于 携人进、携人疏 十五 这个消息令皇帝很郁闷 本来皇帝在这一年是有一番打算的 即为十六年来 灾疫始终不断 一直没有子嗣 自许皇后被废 皇后的位置已经空了两年 他决定进行一次特殊的改缘 立一个新的皇后 试图消除灾疫的影响 自汉武帝后期年号制度逐渐成熟以来 一般只在皇帝登基的年号中才会有 使出这样的字眼 例如汉昭帝的始源 汉宣帝的本始 汉元帝的出源 以及汉成帝的见始 所以 汉成帝决定在即位十六年时破例改缘为永始 有一种天下更始 消除天命转移压力的迫切寄托 结果 刚改缘就出现了大鱼 这个灾疫令人不免要问 谁是邪人? 谁是贤人? 答案似乎不言而喻 因为此时宫廷内外 正在为皇帝要立赵飞燕为皇后仪式议论纷纷 王凤还活着的时候 当时的许皇后与王凤不睦 久而久之 许皇后恩衰失宠 随着赵飞燕和赵和德姐妹入宫 许皇后终于在一次颇为可疑的宫廷诅咒事件里被废 虽然貌似是出有因 但识人大都同情许皇后 厌恶赵飞燕 所以 听说赵飞燕要被立为皇后 大家会觉得这大鱼就是冲着赵飞燕来的 纷纷反对 最重要的反对意见来自皇太后 大臣们则分为两派 赞同和反对的争论非常激烈 汉朝虽然皇权专制 但和后世相比 皇帝并不能为所欲为 面对众多反对意见 汉成帝寸步难行 淳于常很聪明 他私下里为立照后这件事找王正军说下 一面打听姨妈为什么反对 一面试图说服姨妈同意 问来问去 总算弄明白了 原来王正军嫌弃赵飞燕出身歌女 身份低微 淳于常把这个内情告诉了皇帝 四月初下 汉成帝把赵飞燕的父亲赵林封为杨成侯 算是解决了他出身低微的问题 接着处置了反对的大臣 外庭里激烈的意见逐渐停息 在淳于常的斡旋下 王正军最终点了头 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想起春天时北海的那四条大鱼 一定会认为新出现的外妻赵飞燕家族就是灾疫的应验 或许是为了平衡炙手可热的肇事 王正军越发想起王莽 他不断和几个主要的兄弟王谈、王商等聊起死去的王曼 夸赞王莽 如何年轻有为 王商等人心领神会 也在皇帝面前不遗余力地赞扬王莽能力出众、品性高尚 王商干脆给皇帝上了一封书 要把自己的封义分出一部分来封王莽为侯 见到王商这一非比寻常的姿态 王莽所交接的那些朝中名士如带虫、陈汤等人也纷纷行动 他们比王商更了解王莽的志向与为人 说给皇帝的理由也就更加充分和动听 汉成帝知道自己立后的打算已经得到母亲及一干舅舅的支持 也愿意顺水推舟 做这个人情 况且 王莽的确是表兄弟里难得的谦虚、锦吃的儒者 重用一下王莽不是不可以 永始元年五月 汉成帝追风王莽的父亲王蔓为新都侯 嗜好为爱 新都 并不是崭新和都城的意思 新 指的是南阳郡的新野 兜 指的是新野的兜乡 南阳郡靠近洛阳 是天下的中心 新都这个地方还算是块宝地 但距离长安有四百多公里 亦不算近 三十岁的王莽随即以继承王父爵位的方式 成为第二代新都侯 十亿一千五百户 这个十亿算是中等水平 但王莽从此迈入贵族行列 不再是王室家族的边缘人 多年以后 即将成为天子的王莽 会认为 他所开创的崭新的王朝、新朝 不仅意味着除旧不新 而且早在自己席爵新都侯时就有了征兆 这不斥为一个大大的祥瑞 他的官职也从设生校尉升迁为齐都尉 成为皇帝进军与邻军的统军将领之一 同时兼任光禄大夫 这两个职位奉禄不算太高 但往往还有一个世中的家官 成为皇帝晋身的高级侍从 往往虽然还没有位列九卿 但世中的家官、新都侯的爵位 已经让他可以和淳于长平起平坐 甚至还高了一点 毕竟淳于长还没有封侯 安抚了王氏家族 汉成帝在永始元年六月正式立赵飞燕为皇后 进赵飞燕的妹妹赵和德为昭仪 大赦天下 舆论为之哗然 这个时候 会有很多人想起春天的那四条大鱼 但没人将大鱼和王莽联系在一起 在意 渐渐从王氏家族转到赵氏家族 十表兄弟淳于长 女主人有了皇后的身份 名正而言顺 魏央宫里比从前更热闹了 在两宫之间长袖善舞的淳于长越发炙手可热 王正军信任他 汉成帝宠爱他 赵飞燕感激他 终于 汉成帝找了个牵强的理由 把淳于长封为官内侯 至此 王氏家族一度令人叹为官职的五侯已经翻倍为称目结舌的十侯 也就是王正军全部八个兄弟都是列侯 加上堂帝安阳侯、王阴和外甥淳于长 王氏家族称得上汉朝开国以来的超级家族 许多人认为 属于王氏家族议员且备受两宫宠信的淳于长是未来大司马的热门人选 争相交接贿赂 淳于长来者不惧 拿钱 办事绝不含糊 依附他的人越来越多 淳于长内劫权贵 外交诸侯 与一些恶霸豪强也打得火热 皇帝对这些不知是蒙在鼓里 还是不以为然 元延二年、公元前十一年 进一步封淳于长为定灵侯 使他进入列侯序列 似乎皇帝也已经将淳于长当作大司马的后辈人选 淳于长得轻薄为贤人所不耻 在正直之士的眼中 淳于长就是宁性 怎么堪当大司马重任? 况且 王氏家族放着一个现成的王莽 至少道德上无可挑剔 世界上大多数人富贵之后就高高在上 志得一满 比如淳于长 可王莽封侯之后 比从前更加理贤下士 更加谦卑 和淳于长一样 王莽也交接倾向大夫 但不一样的是 他从不交接那些屈炎富士之人 而是名士学者 对出身低微 家境贫寒的如是贤者 不惜散尽钱财 进行接济 愿意来他们下当宾客的 饮食衣冠车马全包 很有当年肖像国 公孙丞相十六的风范 而在家族内部 淳于长眼里只有皇帝和皇太后这两位贵妻 他翅膀硬了之后 对舅舅们也不那么放在眼里了 昔日像侍奉父亲一样 对待王凤的淳于长 再也不会去侍奉 同样患病地现任大司马王根 王莽不然 他封侯之后 照样去侍奉王根 还把母亲从长乐宫接了回来 亲自奉养 又倾力照管王兄的儿子王光 儒家讲究 孝涕 兄长去世了 为兄长的儿子负责 就是最大的涕 王莽把王光送到太学学习 拜太学博士为师 为了让博士们照顾好他 王莽常常去太学探望老师 每次去都要沐浴、背车马 携带羊肉和酒 礼节隆重 一丝不苟 去了之后 还要喊上王光的同学 有时赠送礼物 有时喂饶饮食 别的不说 这种尊师众教的姿态 在外妻里就很难能可贵 此时 王光和王莽的大儿子王宇 都到了结婚的年龄 因为王光略小 按照儒家礼仪 家长应先为兄长聘妻 再为弟弟聘妻 但王莽别出心裁 他同时为王光和王宇聘妻 还特意把那妇的环节安排在同一天 这样 从王莽和王兄的关系来说 显示了对王兄的替 从王宇和王光这对书拜兄弟的关系来说 也没有违背王光对王宇的替 足见王莽的细心周到 叔叔为侄子做到这个份上 是人再挑剔也说不出什么来 两个年轻人那副这天 王莽的府邸张灯结彩 热闹非凡 前来道贺的宾客络绎不绝 这里面有王室子弟 也有时贤名流 宴席开始 中古想了起来 虽说王莽向来节俭 有多散家财 但毕竟也是列侯之家 饮食洁净 妻器精美 宫愁交错 坐上客满 尊忠不空 王莽是家长 坐在宴席最显眼的位置 于这欢腾极乐之时 一名仆人匆匆赶来 在王莽耳畔续语 远处的宾客 看见仆人面色凝重 王莽频频点头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靠近王莽的宾客 则隐约听见太夫人该服药了的话 众人疑惑之间 王莽已经起身 向众人行礼致歉 说了一番暂时告退 稍后再来 恕罪恕罪的话 虚余之间 宾客们都知道 王莽去服侍母亲服药了 不一会儿 王莽回来 燕饮如常 但整个婚礼期间 王莽几次退下亲侍母亲服药 众目睽睽之下 众人无不叹服 儿女结婚 不忘老娘 王莽果真孝顺 都愿意把这些事情传言出去 对母亲孝 对王兄弟 如果把这些行为都说成她孤名调狱 那就太苛刻 太不公平了 王莽的道德生育日龙 在位的人赏识她 在野的人佩服她 朝野都把她当作汉庭未来的顶梁柱 王莽又是外妻 的确很有可能成为政坛未来的明星 比起在任的王商、王根等庸禄之辈和声名狼藉的淳于常 具备儒家理想人格的王莽 怎么看都是更好的大司马人选 王莽的好友也会向她表达这个意思 为天下着想 为了儒家的理想 王莽要敢于想象并争取未来担任大司马 从而辅助皇帝开启良政善志 王莽的野心 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逐渐生发的 目睹书辈的平庸和淳于长的宁性 回顾自己在学术上的勤奋与道德上的实践 当仁不让才是哲人应有的选择 淳于常不可能不注意到王莽这个仪表兄弟 但未必认为他是一个威胁 一来 王莽是君子 君子是不会害人的 二来 自己和王莽本不是一路人 走的是不同路线 王莽在朝野的声誉再高 也未必比得上自己八面玲珑 结交权贵 都是外妻 但论私交 王莽比不上淳于长和皇室的情谊 而将来谁能当上大司马 是皇太后和皇帝说了算 王莽算什么呢? 有次淳于常陆遇王莽的母亲 也就是他的舅妈 按照礼仪 淳于常应该行礼致意 但淳于常当着舅妈的面上车走了 连声招呼都不打 在汉朝 亲戚之间的这种无礼近乎羞辱 王莽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 可王莽算什么呢? 他知道了又怎样? 而且 淳于常近来又有了新的刺激 令他沉浸其中 不能自拔 他偷取了一位美貌的小妾名叫徐米 这个女人非同寻常 她是汉城帝妃皇后许后的姐姐 曾是龙俄侯韩宝的夫人 韩宝的祖父的兄长就是当年汉武帝极为宠爱的韩燕 韩宝死后 徐米寡居 不甘寂寞 与淳于常私通 最后干脆偷偷嫁给淳于常 之所以说是偷 是因为这桩婚姻私下里进行 没有经过正当的婚姻仪式 而且两人是私通在前 娶亲在后 听说了这层关系 废居长定宫的许皇后动了心思 自从被废之后 当年宣赫一时的许氏家族已经没落 男性成员承袭的平恩侯爵位虽然还在 但人被遣救国十七 从长安的核心圈子被排斥出去 内外朝的势力小人们都不愿与许家有什么瓜葛 不过 事情近来略有转机 汉城帝可怜祖母许家 让平恩侯返回了长安 许后很想利用这个机会 再努力一把 哪怕当个结余也好过现在的处境 他知道 淳于常是皇帝面前的红人 连丽赵飞燕为皇后这样不可能的任务都可以搞定 于是就拿出毕生积蓄 通过姐姐徐米托淳于常去求皇帝 淳于常与汉城帝朝夕相伴 知道皇帝宠爱着赵氏姐妹 特别是赵和德 所以许后设想的事情绝无可能 但他还是满口答应了 他一边让徐米烧信给许后 欺骗她说 皇帝不只是要封她为结余 还要立她为左皇后 与赵皇后分庭抗礼 一边在信里对许后进行露骨的调情 许后想到自己虽然被废 但仍然是皇帝的女人 因此倍感侮辱 但又有求于淳于常 而且做皇后的名分实在太诱人了 只能隐忍不发 依旧拿出钱财贿赂她 淳于长好色 家中妻妾美女多得很 但与前任皇后调情 而且是财明冠绝后宫的许后 这种滋味是天下任何女人都无法给予的 这里面有爱慕 但更多的是刺激 至于其中包含的对皇帝的悖慢和侮辱 以及这种行为的大逆之罪 淳于长不说 许后姐妹不说 皇帝也就无从知晓 淳于长以好色名誉扫地 王莽就不得不在女色上压抑自己 这段时间 王莽也偷偷买了一个美女 还没怎么着呢 马上就引来舆论的不满 作为君子 哲人 你王莽怎么能好色呢? 孔子说过 吾未见好得如好色者也 王莽的性格里有一种激烈气质 听到这种非议 他索性不要这个美女了 立刻把她送给朋友 后将军朱伯 并说 后将军还没有后代 我听说 这个姑娘挺能生的十八 所以特意买来送给后将军传宗接代 言下之意 我往往不好色 班固后来说 这是逆情求名十九 也就是隐藏真实意图以求名誉 实在虚伪 但与淳于长条系皇后比起来 往往这件事简直小到不值一提 他就算是真的买个美女 又能说明什么呢? 王莽封侯已经六七年了 班固凭着还是王莽朋友的后人 在这六七年的漫长时间里 竟然找不出其他的案例来批评王莽 恰恰证明王莽在这一时期的谨慎和谦虚 但这件事透露了王莽 极度在乎舆论和民意 面对非议不能淡然处之 不惜以极端激烈的举动来自正清白 这绝非圣者处世之道 当然 这种性格目前还影响不到他的仕途和理想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性格之于哲人的影响会越来越重要 新任大司马王莽 到了汉承帝随和元年 公元前八年 屈阳侯 大司马王根的病越发沉重 经常无法到大司马府逝世 只能在家中卧床休息 他打算病退 王根就是当年因为斥迟清索建阅皇室规格 而被汉承帝怒斥的舅舅 无论是辅政能力还是道德人品 均无足称道 凭的是王凤奠定的政治基础和尚且稳定的外朝政局而任职至今 眼下 与王凤病重时候的情形已大不相同 王凤有许多兄弟可以从容安排身后事 王根却已近乎孤家寡人 王根最小的弟弟王冯时去年刚刚去世 王氏家族这一辈里还活着的男性只有王根和红阳侯王立 但王立是公认的荒淫无能、见钱眼开的废物 所以下一任大司马不能让王立接任 那么 就只能从下一辈里选 王根分析 目前来看 只有外甥、定灵侯淳于常和侄子、新都侯王莽可以胜任 两人都是王氏家族成员 年龄相仿 淳于常聪明能干 王莽品行高尚 淳于常乖巧伶俐 颇得皇太后和皇帝的喜爱 推荐淳于常 皇太后和皇帝都会称心 王莽谨斥严肃 常来侍奉自己 如果推荐王莽 他应该能对自己保持忠诚 王根拿不定主义 淳于常觉得不需要王根拿主义 他已经羽翼丰满 不再是从前那个没有爵位的皇门郎 而是位列九卿的定灵侯 不必再像当年侍奉王凤那样 屈尊去侍奉王根 他判断 自己有皇太后和皇帝的支持 王根卸任后 只要王立不来捣乱 应该会轮到自己出任大司马 所以 紧要的事情是琢磨一下当了大司马后的人士安排 免得上任使手忙脚乱 王莽觉得自己有哲人之能 有精通礼乐 但如果顾忌礼让 不去争夺大司马这个位置 而让王立 淳于常这样的蠢货 宁性来做 究竟是对还是错呢? 当年 孔子不也是周游列国 以求备用吗? 孟子便干诸侯 不也是当仁不让吗? 如果怕别人批评自己贪图高位就不去争 反而让淳于常上位 这才是虚荣吧? 儒家是允许全变的 在王根身边侍奉时 听王根的意思 似乎还没有下决心安排后面的事情 要不要主动一下呢? 终于 王莽对天下的责任心和对地位的渴望 战胜了个人的道德心 他在侍奉王根时 直截了当地向王根告知了淳于常的事情 淳于常看到您一直生病 反而很高兴 因为您之后就轮到他接任您的职位了 所以他不仅不来看望您 甚至开始公开大稿封关许愿 王根不是深思熟虑之人 听到这话勃然大怒 训斥往往说:"这种事你怎么不早说?" 我不知道将军您的意图啊 我哪里敢张嘴 王莽吓得不轻 赶紧去告诉东宫的皇太后吧 王根说 见到王正军后 王莽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淳于常的事情合盘托出 包括淳于常偷取许米 见到自己母亲失礼以及封关许愿等等 王正军听了大怒 这个娃娃怎么这么过分 你去禀报皇帝吧 有了王正军的意志 王莽把这些事又向汉成帝说了一番 汉成帝知道淳于常一向比较放荡 但没想到这个平时和自己一触玩闹的兄弟居然这么不守规矩 就勒令淳于掌浅救国 回定灵国反省 从这里可以看出 汉成帝确实很宠信淳于常 没有治罪的打算 让他回定灵国更像是暂避风头 但这件事情仍然造成汉庭政治的动荡 因为淳于常已经炙手可热许多年 他这么一走 到底是彻底失事 还是暂时躲避 外边的人是不知晓的 红阳侯王莉听说后觉得比较痛快 因为早年王根接任大司马时 他就听说是淳于常讲过对自己不利的话 导致自己没能接任大司马 王莉决定狠狠地羞辱淳于常一番 他令儿子王荣去拜访即将遣救国的淳于常 王荣当然不是泪酒挥别、送君千里 而是转达父亲的意思 淳于常既然要离开长安 可以把马车留下 供王莉享用 汉成帝常常躲在淳于常的马车里 微服私访 纵情享乐 想必这套马车一定是珠光宝气 非同一般 王荣向淳于常索要马车 既是落井下石 也是真心眼馋 淳于长完全不在意马车 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接骨眼上遭受到政治攻击 而且是王莽告得壮 真没想到王莽也想要当大司马 他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一定要翻盘 正愁没办法呢 王莉送上门来了 马车 他立刻把这套马车送给了王莉 还加码多送了些珍宝 要求只有一个 请舅舅王莉替自己在汉成帝面前观说 是王莽要当大司马 所以故意陷害自己 王莉收了钱 立刻换了一副嘴脸 再也不嫉恨 淳于常了 他找了个机会 向汉成帝说淳于常人还不错 遣旧国的惩罚太过了 王莽倒是问题很多 汉成帝对几个舅舅再熟悉不过 王莉是个蠢才人尽皆知 居然敢插手这么复杂的宫廷斗争 谁借给他的胆量 而且 王莉和淳于常以前关系很差 现在 王莉为淳于常美颜 这其中 定有自己 不知的秘密 我要知道是什么秘密 汉成帝下令彻查王莉 王莉害怕了 逼迫儿子王荣自杀 以灭口 弄巧成拙 汉成帝一心或者说好奇心更大了 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能让儿子自杀呢? 原本觉得淳于长折腾不出什么大事的汉成帝 想法彻底变了 他令廷尉把淳于常抓回来严加审讯 务必找出他与王莉在背后谋划了什么阴谋诡计 在皇帝的默许下 廷尉下了狠手 淳于常受不住 主动交代了与许皇后的事 是的 我许诺帮助立许皇后为左皇后 是的 我曾调戏过许皇后 曾经以为自己什么都不会说得淳于常 反而率先受不住严刑拷打 招供了事 那么许皇后也逃不过 汉成帝见到自己的表兄弟不仅飞扬跋扈 还和自己的前妻眉来眼去 实在无法容忍 只能杀掉淳于常 许皇后也不能留 汉成帝安排孔光池诏书赐给许皇后毒药 令其自杀 王历不仅没捞到好处 也被迫遣救国 一场风云变幻 王莽扫除了王历和淳于常两个潜在的竞争者 成为朔国仅存的大司马人选 王根很快辞职 并推荐王莽代替自己 王莽从世中、齐都尉、光禄大夫的职位 一跃而接任大司马之职 十年三十八岁 在当时属于中年 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从王氏家族整体利益来看 第二代顺利接棒 走到了历史前台 但在往往看来 是自己的权变避免了帝国被宁性掌权 挽救了汉朝 所以 一定要努力辅佐刘氏皇族 使得天下归人、礼乐复兴 如今在一平线 天下威王 若没有自己 还能靠谁呢? 注释 易谨统计汉书、成帝纪 二伯格、卢克曼 现实的社会建构 知识社会学论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三件陈乔义、水晶助教证 第452页 中华书局 《二零零七》 《汉书》 《元后传》 《第四千零二十四页》 《两书》所引歌姚略义 《四外渡》 《水晶柱引作》《五渡》 《岩师谷引李奇》 以外渡为长安城内外渡里 《高渡》 一说为高渡水 一说为高渡里 后者较为妥贴 可从 《五渡昭》是被汉文帝逼迫自杀的 《六田坟》死后 汉武帝听说田坟有谋反的事迹 就说使五安侯再者 足矣 意思是 倘若田坟没死 就会被足诛 妻缕思缅 盖上无诛赏 则下不得不依附全门以自顾 见秦汉史 第162页 八言不可 士大夫政治衍生史稿《波峰与波谷》第二版 九汉书《古勇传》第3455页 十汉书《元后传》第4024页 十一汉书《楼护传》第3707页 十二言不可 士大夫政治衍生史稿 十三此处为推测 因为史书没有记载 另外 从王莽和刘欣的关系看 刘欣和太常博士们不是一路的 十四陈参世纪 史书不载 其经学的家法和诗法也不详 有人认为他是西汉大臣陈贤的儿子 陈贤的确有子名参 但陈氏是律法世家 不太可能是同一个人 十五汉书《五行制》第1431页 十六萧和 公孙洪都有过为国招揽贤财的举动 十七遣旧国就是遣送回封国 这是对贵族的一种待遇 表面上看并不是多么严重的治罪 但实际上是对贵族实权的惩罚性剥夺 因为 在中央统治稳固时期 政治资源几乎都在首都 首都犹如抽水机 把地方的人才、财富统统抽取到皇室之所在 所以 如果一位曾经执政的大臣被遣救国 意味着他被迫回到封国 不能随意踏出国界 更不能擅自进入首都 形同软禁 鉴于汉朝的侯国是同于县 所以在多数情况下 被遣救国的列侯 还会遭受实际掌握侯国政权的国相 或是侯国上一级郡守的监视 各种滋味 不言而喻 十八 汉书 《网网传》 《第4040页》 此而众遗子 十九 汉书 《网网传》 《第4041页》 《网网的臣服》 《网网的宏大之夜》 汉成帝元延四年 约公元前九年 有个在长安消失很久的女人再次露面了 这年春天 中山王刘兴、定陶王刘兴殊殖职二人按照礼仪入长安朝见天子 刘兴、汉元帝冯昭仪的儿子、汉成帝的义母弟弟、刘兴、汉元帝傅昭仪的孙子、 汉成帝的侄子 此时的汉成帝已经觉了生育的期望 就想从这两位诸侯王里选一个立为太子 就在两王朝见期间 陪同刘兴一起来长安的祖母 汉元帝昭仪复世 如今的定陶王太后 突然秘密拜访了大司马王根 他带来丰厚的礼物 只说了一件事 听说皇帝要立外藩为太子 希望王根以大司马、地舅之尊、则姬在皇帝面前推荐定陶王刘兴 傅昭仪 王根还是习惯这么称呼他 虽然年岁已高 在长安的露面还是引起不少老臣和旧妻的注意 毕竟 傅昭仪与王正军不同 不是一个柔顺的女人 王根还记得 汉元帝在世时 一度想废掉时为太子的汉成帝 改立傅昭仪的儿子刘康 也就是刘新的父亲 汉元帝弥留之际 陪伴身边的也是傅昭仪和刘康母子 换言之 傅昭仪差点成了皇太后 傅昭仪此次来请托 看得出她仍然为当年的事情愤懑不平 如果昔日傅昭仪当了皇太后 不必说王根 整个王室家族都会从政治舞台上淡出 但王根还是应允了傅昭仪的请求 因为她知道 一旦汉成帝宴价 新的皇帝必定会带来新外戚 为了长保王室家族的路位 立自己推荐的人为太子 当然再好不过 傅昭仪能够屈尊来是好 将来即使傅氏成了新贵 也会感激自己吧 但王根一定不知道 向来精明能干的傅昭仪 并不止在她身上下注 她同样秘密拜访了赵飞燕皇后 赵和德昭仪 向这两位皇帝的枕边人提出了同样的请托 王根也没有深入琢磨 傅昭仪为什么不去求皇太后王政君 汉成帝本人已属义刘欣 王根、赵氏姐妹也推荐刘欣 庭义也认为应该过继侄子而非立地才符合儒家祭祀的招募顺序 总之,拐过年来二月,刘欣顺利被立为太子 实际上就是把刘欣过继给了汉成帝 根据儒家礼仪 今后刘欣就是汉成帝的儿子 所以皇帝下诏 命令傅昭仪和刘欣的母亲丁姬都住在长安的定陶国官邸 不能随意与太子见面 换言之 傅昭仪和丁姬都还是定陶王的亲眷 而刘欣已经是皇族 礼仪上的身份超越了血缘上的关系 令人感愧的是 王正军再次展现出他的人后善良 延续先帝的临终嘱托 对定陶王一戏照顾有加 他向皇帝建议 让傅昭仪和丁姬每十天入太子宫看望刘欣 汉成帝不同意 理由是这不合礼法 王正军认为 刘欣从小是被祖母看大的 允许祖母看望太子 和允许奶妈和太子见面能有什么区别 汉成帝想了想 最终同意让傅昭仪每十天见太子一次 丁姬因为没有照顾过刘欣 所以不允许 继承人的确立 使汉成帝登基以来最大的隐患得以消除 王正军的人爱举动得到朝廷内外的赞誉 后来 口碑较坏的淳于常在王氏家族内部的清洗中倒台 公认具有载辅之德的王莽 被推荐为大司马 种种举动 令王氏家族的形象焕然一新 基本不再被人指责为灾疫的来源 在灾疫影响下持续不安的汉庭 也出现了可贵的稳定局面 皇帝身体健康 选立的太子刘欣 举止稳重 雅好文词 皇室安宁 外庭丞相狄方晋 是著名的儒学学者 一代名相 新任大司马王莽 躊躇满志 名义上是辅政 但皇帝沉眠享乐 实际上等同于执政 他有理由认真处理政事 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当然 王莽面临的政事十分棘手 国家虽然成平日久 社会财富有了空前积累 但人口也随之增长 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 每逢天灾 必有流民 社会经济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朝廷的税收并没有因此增加很多 迫切需要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 祭祀方面更是复杂 朝廷连汉家宗庙该建在哪里 怎么祭祀 祭祀谁 哪些先帝可以毁庙停止祭祀的意思 都还一塌糊涂 其他各类大小问题更是多如牛毛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 王莽当然会从自己已有的知识积累 思想资源里寻找出路 他的初步思路是来一个根本性的大变革 通过真正实践儒家的本意 一劳永逸地将其解决 就他个人而言 眼下最重要的是继续保持谦虚谨慎勤俭节约的形象 当了大司马 王莽的宅邸从门可罗雀变得熙熙攘攘 外朝的官员、内庭的近视 有事无事都来拜访他 知道王莽的母亲身体不好 有些人就委派妻子女眷前来向太夫人问讯 搞搞夫人外交 这些盛装的汉朝贵妇们 一进王莽家门 就看见一位京差麻群的老妇前来迎接 他身上的短衣仅能遮蔽膝盖 都以为是王莽家的老婢 并未在意 直到被迎进屋内 才知道这位老妇是王莽的妻子 不禁十分惊悚 节俭当然值得称颂 但做到这个程度 难免会被认为虚伪 汉武帝时期的公孙红以丞相之尊 盖不缝制的被子 就被识人讥讽为姑名钓鱼 王莽这么做 也有类似的声音 但是 在更多人看来 比起王莽叔叔们的娇奢淫逸 节俭总归不是坏事 而且 王莽应该是真没什么钱 因为他上任后 在大司马府聘了许多名流 为了招揽人才 几乎散尽了封义的收入和皇室的赏赐 钱都花到为国揽财上了 哪里有钱为妻子置办绫罗绸缎呢? 汉成帝也感觉到 往往当政后 朝廷的风气未知一变 他的心情越发向好 看起来 汉朝似乎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唯独为汉成帝养马的奴仆 觉察到一丝不同 随和二年二月 大舅马升爵 在左耳前 围长个二寸 此奴仆发现 皇家马舅里有一匹马掌脚了 这个在意说明有人将要害上 当时 王莽执政 气象一新 什么人会害上? 后宫 宰相 潜在的叛乱 巧合的是 就在这个月 丞相敌方禁 因为一次可疑的星象迎获守心 一而被迫自杀 比起这样可怕的天象 皇家马舅里的灾疫也就不被人注意了 又过了一个月 三月秉须公元前七年四月十七日 皇帝睡在卫央宫白虎殿 准备次日一早召见前来雌刑的楚王和梁王 又因为敌方禁死后 丞相之位空缺 皇帝还打算第二天拜孔光为丞相 连夜月看了拜相的赞辞 这天夜里 安静平和 皇帝睡得很好 扶晓 皇帝苏醒 像往常一样 在内臣的服饰下 他穿上裤羽袜 又拿起外衣 忽然 手拿不住外衣 然后竟然话也说不出来了 整个人立刻倒了下去 当天就宴嫁了二 十三点四家外妻一时登场 皇帝宴嫁那天晚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六十五岁的王正军听说儿子宴嫁的消息 极度悲痛 这些年来 他努力为儿子分忧 国家正式由王室家族主持 后宫事务由着皇帝的喜好 连立赵飞燕为皇后都点了头 就是为了让儿子安安稳稳地当太平皇帝 没想到 他竟然死在了自己前面 朝野也沸腾了 皇帝宴嫁的消息刚公布 内外臣疗骚动起来 群臣对皇帝早已压抑了颇多不满 得知皇帝毫无征兆地死亡后 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赵氏姐妹 王正军凭借皇太后的身份出面稳定政局 他命令孔光即刻按照大行皇帝遗愿 在皇帝遗体前受博山侯应授 接任丞相 这事实上是把孔光摆在了顾命大臣的位置上 孔光大为悲痛 仿佛皇帝早就知道自己要死 所以提前将外朝委托给自己一样三 他还命令王莽领衔 御使、丞相、廷尉等共同参与 严查大行皇帝宴嫁当晚的起居和发病情况 这条照令一下 赵和德朝仪立刻自杀 赵朝仪一死 追查大行皇帝宴嫁的详情也就既无必要 亦无可能了 群臣知道 皇帝晚年专宠赵朝仪 连对皇后赵飞燕的宠爱也不如从前 所以大行皇帝宴嫁当晚发生了什么已无从查考 也留下了无限想象空间 而赵朝仪必须为皇帝长期以来的沉眠酒色负责 她的自杀是旧由自取 赵朝仪的死 使得赵皇后意外获得了暂时的安全 没人知道赵朝仪自杀前是否与赵皇后商量过 既然 皇帝已经宴嫁 朝臣们现在最关心的是接下来权力结构的调整 外朝由于孔光 接任丞相 得以迅速稳定 所以 主要的不确定性在于太子登基后的变化 例如 盘踞朝廷二十五年的王室家族是否还会继续执掌朝政呢? 往往的大司马是否按惯例让出呢? 那些对汉原帝时期宫廷尚存印象的老人们还记得 傅昭仪可不是好对付的 按照李仪四 刘欣应该以皇太子的身份在先帝灵鹫前即位 然后才能把先帝下葬 随和二年四月秉武 公元前七年五月七日 在王莽朗诵册文的威严声音里 刘欣于汉成帝灵鹫前正是受皇帝印寿 继皇帝位 随后 刘欣又将御俱、随侯朱、斩蛇宝剑等象征皇位的礼器交给王莽 告令群臣 宣布大赦天下 解除宫门和城门戒严 魏阳宫里山呼万岁 长安城沐浴在肃穆的气氛中 随后 参加登基大典的内外朝官员们纷纷脱下皇帝即位时穿的即服 换上先帝大桑期间的桑服 簇拥着流星去高皇帝庙拜业 这道程序非常重要 当年昌义王 就是因为集皇帝位后没有去拜业高庙 被霍光当作借口废掉 尽管随和还是汉成帝的旧年号 但汉朝有了新的皇帝 如前所述 刘欣是西汉末期极有想法的一位皇帝 他是藩王出身 对地方情形相对熟悉 他在长安缺乏根基 因而对皇权也更敏感 西汉自宣 原以来 祥瑞与灾疫跌线 关于汉德已衰 汉帝让贤的谣言 时而出现 儒生们虽然畅言改制 但儒家的天人感应理论 本身就是谣言的土壤 因此 流星可能对儒学颇为警惕 对原帝 成帝笃信 儒学不以为然 此外 当皇太子期间 他也初步聚集了一批身边人 清除了中央朝廷的权力运作 对汉成帝不问政事的荒淫做派看在眼里 流星的施政策略 是效仿武帝、宣帝 重视汉朝自身传统 讲究王霸之道杂志 对儒学加以利用 但并不笃信 降低大司马等由外戚力行占据的职位的重要性 逐渐消除外戚专权的土壤 从而努力将皇权收到自己手中 不过 流星此时才十九岁 颇为清楚昌义王、汉昭帝等幼主在位时期的微妙 羽义尚未丰满之时 避免锋芒毕露 他要做的是尽快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于是 从四月即位到次年正月改元这八个月间 流星一方面下了霸勒府 放工人 献明田 献奴婢 例行节约等一系列照令 向天下显示新气象 另一方面 在内庭 他密集赏罚 借力打力 集中处理外戚问题 从这些举动来看 流星当太子期间可能已经深入谋划 因此能够做到动作迅速且有条不稳 就流星面临的局面来看 所有问题的核心就是外戚权力过大导致的皇权旁落 西汉的外戚 一言以蔽之 就是母以子贵 子以母贵 早在汉初吕后执政时期就已经形成 是母子亲情在家族事务安排上的制度化体现 外戚只要不然指皇权本身 拥有高官厚禄 以恩责封侯 成为新贵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 理论上 皇帝同时拥有祖母、母亲、妻子三家外戚 像滚雪球一样会越来越大 但实际上 作为皇权派生出来的一股势力 外戚一般会随着皇权的更替而更替 新皇登基 旧外戚隐退 新外戚登场 皇太后升格为太皇太后 皇后升格为皇太后 古人寿命又短 太皇太后并不见得常有 所以 外戚也就可以更新换代 不至于伟大不掉 例如 汉文帝以外翻入朝 皇太后吕后的家族已经在政变中覆灭 所以她的母亲薄氏一家独大 没有竞争者 汉武帝时期 祖母斗太后、母亲王太后、妻子魏皇后虽然皆一时擅长 但时间上前后交替 基本上没有严重的相互干扰 汉宣帝自民间入朝 在亲政并剿灭霍氏家族后 祖母史氏、母亲王氏、妻子许氏三个家族虽然同时登场 但史氏 王氏本人已在汉武帝末年的巫蛊之变中被杀 许后也已被霍氏家族堵死 没有后的支撑 这三个家族的权势也就大打折扣 汉元帝时期延续了宣帝时期的外戚格局 汉成帝则是王氏家族独大 没有竞争者 巨不隐退的外戚往往下场很惨 比如吕氏家族 隐退后劳僧满腹的下场也不会好 比如汉武帝的祖母斗太后去世 失事又不安分地为其猴斗英就死得很惨 有些外戚尚未登场就被赶了下去 比如汉武帝死之前赐死的汉昭帝生母勾异夫人 但任何传统 无论优劣 在时间的流逝下都会积累起足够多的弊端 外戚也不例外 刘欣登基后 外戚家族累积到极端的地步 这是刘欣的宿命 他是汉成帝的侄子 但他的父亲与成帝非同母所生 所以他与成帝的母族并无血缘关系 与成帝的妻族更没有 他自己又带来了祖母和母亲两家 偏偏汉成帝的母亲王正军和他的祖母父太后都很长寿 关系又差 这就出现了四家外妻同时聚集的局面 一是汉成帝的母族王氏家族 太皇太后王正军是何心 有贤者往往担任大司马 曾帮助刘欣被立为太子的前任大司马王根也在长安病养 列侯众多 子弟遍布朝廷内外 二是汉成帝的七族赵氏家族 皇太后赵飞燕是何心 虽然赵和德已经自杀 但赵飞燕安全退休 家族中也有一位列侯妻 三是刘欣的祖母父氏家族 定陶父太后是何心 刘欣的妻子也出自父氏 家族南丁兴旺 四是刘欣的母族丁氏 定陶丁太后是何心 丁氏家族也有颇多南丁 父氏和丁氏两个家族可以看作一个整体 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飞扬跋扈的父太后 刘欣正是即位之前的第五天 天色呈现出身黄的土色 傅太后打破常规 受益刘欣封丁后的兄弟 国舅丁明为杨安侯 封妻子傅氏的父亲 傅太后的堂弟傅宴为孔香侯 引起朝野震惊 见大夫杨宣尚书批评 说了一句话 武侯封日 天气赤黄 丁妇复然 王氏家族在王莽这一带已经恢复名誉 但大臣们始终不忘当年一日封武侯的往事 时不时要提出来警示一下皇帝 但是应注意到 杨宣的这句话也意味着在意从王氏家族转移到丁 赴外妻身上了 刘欣并不在意这些与实际权力无关的封赏 假如权力只集中在一家外妻手中 如霍光、王凤 他反而很难动手 恰恰是外妻云集的极端局面 使得刘欣可以借力打力 利用外妻新旧交替的惯例 在尽量维持皇室内部和谐氛氛围的前提下 重新梳理宫廷的权力格局 王莽被免职 前朝权贵王氏家族成了刘欣施政的第一个障碍 难以置信的是 刘欣只用三个月就轻松解除了王莽的大司马职务 时间虽短 却又显得那么漫长 结局早定 过程又令人觉得颇为和谐 刘欣证明了自己具有出色的能力 4月秉武 刘欣即位当天就按照惯例尊王正军为太皇太后 赵飞燕为皇太后 大赦天下 王正军的尊位更上一层 但他与皇帝无血缘关系 又是隔代的祖母籍 权力已被架空 只留名誉上的至尊地位 对赵飞燕来说 皇太后意味着得到了皇帝的认可 度过了宫廷政治里权力更替的最难关 以无性命之忧 刘欣的生母丁后和祖母父太后也一定驾临了即位典礼 但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定陶王的亲眷 住在长安的定陶王底 此时此刻 为孙子留心继位付出大量心血的傅太后 心里在想什么呢? 熟悉外妻传统 也与傅太后是就相识的王正军 非常识趣 也十分高姿态地做了两件事 第一 她命令王莽辞职 把大司马的位置让给新的外妻 王正军这么做显得很大度 颇有至尊的胸怀 也显出一种熟悉旧历的汉宫救主姿态 第二 她下了一道诏令 只是傅太后和丁姬都可以每十天到魏央宫里看望皇帝 这则诏令虽然没有实质意义 但同样展示出她仁慈的风采 也是对皇帝的示好 辞职这样的大事 王莽应该早就与王正军商量过 所以她立刻遵照王正军的诏令 上书称并请辞 刘欣治国理政的权力地图里 确实没有王氏家族的位置 但当年 王根支持刘欣为太子 而且 王正军地位和威望都很高 王莽又是民众内外的贤责 还有很多内外臣疗也都与王氏家族关系密切 所以不能再即位的第一个月就更换掉她 刘欣的权力目前还需要王正军和王莽的声誉来增视 于是她给王莽下诏 内有成家与君同心合意的话 表示要与王莽同心同德治理国家 她还派遣丞相孔光、大司空和武这两位、三公、自己的老师、左将军师丹 负责魏央公保卫的新贵外妻魏魏复喜 也就是留心当前重用的人 一同去见王正军 转达了皇帝极为谦公的意见 皇帝闻太后诏 慎悲 大司马急不起 皇帝极不敢听证 就是说王莽不来上班 皇帝就不上朝 这句话确实非常有诚意 王正军就吩咐王莽继续担任大司马 刘欣做出的谦逊姿态很容易理解 不立刻将王莽解职本来就是他的既定策略 但是 也应看到刘欣是努力在儒家礼仪和亲戚伦理的框架内进行决策 不想搞得腥风血雨 要和谐平稳地处理外戚问题 与此同时 刘欣对王正军允许母亲兵姬到魏央宫 看望自己的示好 也有了反应 他下诏令丞相孔光 大司空和武庭义父太后在长安城内怎么住的问题 孔光对傅太后比较了解 不愿意父太后和皇帝住得太近干扰政事 就建议住在较远的住宫 和武可能设于父太后的强势 或是有意讨好皇帝 建议住北宫 北宫在魏央宫的东北 且有子房父道相通 也就是空中走廊 皇帝果然同意和武的建议 而傅太后也真如孔光所料 住北宫后 每天通过傅道到魏央宫 怂恿皇帝尽快解决他的名分问题 抓紧让傅氏家族封侯掌权 刘欣即位还没出四月 宫廷局面已翻天覆地 一些嗅觉灵敏的大臣开始蠢蠢欲动 高昌侯董红第一个尚书 以嬴政的父亲秦庄襄王为例 认为同时尊两个太后是有先例的 傅太后现在只是定逃王太后 但作为皇帝祖母 也应有尊号 当然 为了与太皇太后有所区分 可尚尊号为帝太后 秦庄襄王的故事的确与刘欣的经历十分契合 她的生母是夏姬 在吕不韦的运作下 她被没有子嗣的秦国王子安国君和妻子华阳夫人收为养子 安国君后来继承秦国王位 秦庄襄王也得以成为一代秦王 即位后 她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 尊夏姬为夏太后 这就是董红尚书的主要依据 但是 在汉朝人眼中 秦朝极为特殊 汉朝本来就是诸报秦斩白帝之子而建立的 不久前 大家还在皇帝的登基典礼上见过这把斩蛇剑 在儒家的话语中 秦朝是汉朝的对立面 秦代表着残暴 汉代表着文明 特别是在《金文经学》里 秦朝的德犹如《立法》里的润 不纳入武德中史 汉朝人认为自己揭续的是周朝 此外 秦庄襄王这件事由吕布韦运作 在后世眼中也不正当 充满着宫廷会乱和阴谋诡计 堂而皇之彼赴汉庭皇帝 岂不是羞辱 于是王莽 施丹激烈反对董洪的主张 认为刘新既然早就被立为汉承帝的太子 就已经不是诸侯王的身份 更不宜拿已经灭亡的暴秦来寻求依据 要求严惩董洪 这番交锋发生在王莽首次辞职被留任之后 刘新刚刚挽留了王莽 多少要表现出内建的态度 把问题抛出来的董洪 也早就做好了被牺牲的准备 他被收走高昌侯印寿 废为数人 刘新对董洪的处理如此严厉 既展示自己在舆论前的谦逊 也突出王室家族的霸道 还故意激怒了傅太后 果然 傅太后勃然大怒 更加频繁地通过傅到来宫里找刘新所要尊号 刘新把这个难题故意抛给王正军 请他以至尊身份来定夺 这就形成了一种博弈局面 刘新支持王莽 除李董洪 也没有给傅太后上尊号 向王室家族表示了谦逊 王正军和王莽不愿意遵傅太后 但皇帝这么谦逊 他们不得不后退一步 把皇帝的父亲也就是傅太后的儿子定逃公王追认为公皇 藩王成绩大统带来的名分问题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 后世一缕见不鲜实 刘新的处理显示了他的老道 此时 王莽已经明显感觉到时代变了 作为内庭首领的大司马 说话也不那么管用了 他硬着头皮处理正事 这段时间多少值得记上一笔的事向皇帝举荐了老朋友刘新 5月 刘新按照惯例封妻子傅氏为皇后 同时尊父太后为公皇太后 母亲丁姬为公皇后 各致左右瞻世 有趣的是 皇太后赵飞燕的弟弟 世中赵亲也在此时被封为新城侯 5月的内庭 王、赵、傅、丁四个家族一时齐备 四位太后 各有一套服务自己的班底 纷纷扰扰 畏为大官 普通人家四世同堂尚且产生各种矛盾 何况皇家 最跋扈的傅太后与成帝母语 智卫之欲十一 敢当着王正军的面称呼她为老太婆、老妈子 其情形可想而知 努力维持王正军身份地位的 内庭里也只剩王莽了 这些矛盾终于在六月份的一场宴会中爆发十二 刘新在魏央宫举行登基以来最盛大的一次宴会 王正军、傅太后军出席 少府的内者令负责布置 把傅太后的帷幄设在王正军旁边 也就是并尊的意思 王莽见到后 极为不悦 斥责内者令说 定逃太后藩妾 何以得与至尊并? 13 把已经被尊为公皇太后的傅太后斥之为藩妾 也难怪傅太后会称王正军为老玉 两师不知道哪个在先 但关系之剑拔弩张 略剑一般 王莽是大司马 内者令只是少府署官 是内庭的低级官员 竟然不事先向王莽问清楚 说明王莽的权力已经示威 但大司马已经开了口 内者令也只能把傅太后的帷幄另外设作 此事大大激怒了傅太后 她拒绝参加此次宴会 并对王莽深恶痛绝 傅太后不来赴宴 一场宴会不欢而散 皇帝如何表现 史书没有记载 但一定很不高兴 因为这件事情过后不久 七月 王莽第二次申请辞职 王莽在全世日消的情况下 为什么还要得罪傅太后呢? 直接的原因是她别无选择 她和元后同在一条船上 不论得罪傅太后与否 将来迟早要被罢免 但更重要的原因 是王莽非常在意这一行为 对自己生育的影响 如果不这么做 对元后就是不孝 对傅太后就是谄媚 那么她备受众人包扬的德性 就会大为削减 从四月首次请辞被留任 到七月第二次请辞 三个月时间说长不短 宴会之事王莽处置不妥 亦有责任 皇帝因此欣然允准 为了抚慰王莽 特别是照顾王政军的脸面 留心给了王莽极高的退休地位和赏赐 黄金五百斤 这是钱 安车四马 这是专车 是历来给功勋老臣退休的待遇 安车及矮车 乘客可以坐在车里 而当时的车很多是站立其中的 中皇门为莽家给使 从内省拨一个侍从住在王莽家中服务 十日一次餐 皇帝每十天请王莽吃一次为央公外卖 一封莽三百五十户 增加封益 也就增加了王莽的年收入 为特进 给使中 朝朔旺建立如三宫 退休后的行政待遇 王莽仍然有权出入进省 与在任大臣同列时为赐等同于三宫 每个月的朔旺两天可以上朝 见皇帝时可以行三宫之礼 车架乘绿车 从 绿车是皇孙之车 皇帝出行时允许王莽乘绿车随从 但最重要的一点 是此次王莽 罢旧帝 人仍然在长安家中 说明不是以罪免 不必遣救国 没有远离政治中心 在赏赐王莽的同时 王氏家族的屈阳侯王根 安阳侯王顺 以及丞相孔光、大司空和五都同时增加了封义 整个朝廷里弥漫着其乐融融的气氛 王莽的主动辞职 皇帝的优荣赏赐 也传递出儒家伦理所推崇的谦让之道 刘欣成功地和平处理了王氏家族势力 而且 空出来的大司马职位 刘欣也并没有给外戚担任 而是让自己的老师师丹担任 往往当了不到一年大司马就被罢免 没有人知道他此时在想什么 是心有不甘 是坦然平静地接受 还是准备东山再起 这些都有可能 但考虑到当时刘欣正赴于春秋 且赴 丁两家不乏男性 而王正军六十四岁 已是超长寿命 所以 王莽最可能的心理是坦然接受这一命运 回到砥砺明捷 激扬生育的道路上 并争取在朝廷中担任个其他职务就心满意足了 十五 王莽被逐出长安 西年 汉宣帝后葬霍光后 就逐渐剥夺或使家族的权力 最终将其卒灭 这大概给了刘欣不少启示 仅仅在王莽等人增加封义一个多月后 司力谢光突然上奏弹劾驱阳侯王庚和成都侯王旷 措辞非常严厉 把王氏家族前翻的种种不法之事都翻了出来 细看这份奏折 贪污敛财是一方面 但最主要的是僭越 宅邸的装饰僭越 王氏家族把近亲故立送到近省担任尚书 欺上瞒下 垄断皇帝使厅 还围禁交接诸侯 败坏国家制度 私生活上也僭越 王庚公然把皇宫的女乐官娶到自家唱歌跳舞 王旷更大胆 聘取夜庭的贵人也就是先帝的嫔妃为妻 谢光是谁? 谢光是一个小人物 他得以史书留名 要从《私立》这一官职说起 私立校尉是周理上记载的官职名称 掌管监察巡察 汉朝时 汉武帝第一次设立 手下还有兵 因此称私立校尉算是实至名归十四 后来渐渐不再掌兵 成为专门的监察官员 至汉城帝时被撤销 有趣的是 刘欣即位后在官僚机构上做的第一个调整 就是恢复这个职务 将其定为大司空 也就是原来的御史大夫手下的监察官 致比二千十 因为不再掌兵 所以改名为私立 当然有时候 大家还是俗称私立校尉十五 刘欣设置这一新职位是有意图的 谢光因为明经 通灾役为其所助益 被任命为首刃私立 所以 解光的合奏基本可以认定是刘欣的受益 王莽名誉极好 已经荣休 王正军和王莽 对这份不涉及自己的奏折想必不敢有意见 而王氏家族的其他人就不得不被拉清单了 谢光弹劾的结果是 刚增加了封义的王根 因为立刘欣为太子时说过好话 所以仅被遣救国 王旷是前任大司马王商之子 被免为庶人 凡是由王根、王旷举荐在内庭担任进臣的人一概逐出 王氏家族到此地步 基本上算是退出刘欣一朝的权力场了 王莽担任特进 给世忠 可以通过列席庭义了解朝廷事务 但没有决策权 内庭的进臣里 还剩下王去吉和王洪十六 这兄弟二人是王潭之子 前面已经说过王潭与王凤关系很差 一直是王氏家族的另类 不管怎样 刘欣的目标并不是要灭掉王氏家族 而是在合法框架下消除外戚过重的权势 转眼到了次年正月 刘欣正是改元建平公元前六年 大赦天下 司力谢光又站了出来 这一次 他弹劾的是赵氏家族 而且也是汉城第十七的旧事 这桩旧事 可能在汉庭已经广为人知 不然 谢光何以置之 此集赵氏姐妹暗害汉城帝其他妃嫔所生子嗣 致使汉城帝绝嗣之事 谢光认为 谋害皇帝后裔这样的事情最大恶极 要遭天谴 结果凶手的家族不仅没有被承治 还当了皇太后 封了侯 建议众志赵家 一郎耿裕随即上书 委婉地谈了另一番道理 赵氏家族这件事的确非常恶劣 但是皇家的龌龊事情最好不要大张旗鼓地张扬出去 有污皇室声誉 而且 比起赵太后当年主张立您为太子这样光辉灿烂彪秉日月的大事 别的是再恶劣也是次要的 耿裕其实是告诉刘欣 如果不是赵氏姐妹害的汉成帝爵寺 哪里轮到你来当皇帝呢? 所以做事不要太爵 刘欣本来也没想把事做爵 她将赵飞燕的弟弟新城侯赵亲和赵飞燕的侄子咸阳侯赵 勉为庶人 赵氏家族只有这两位列侯 夺爵之后 家族就败落了 但是赵飞燕本人因为帮助过刘欣 得到了傅太后的后代 谢光上奏的结果 就是赵氏外妻朔果仅存的皇太后赵飞燕被傅、丁外妻收编 王氏家族则被进一步孤立 成为傅、丁、赵三家的对立面 在朝廷打击王氏家族时 王政君下了一道诏令 要求王氏家族名下的田地 只要不是用作墓园的都无偿分给平民耕种 这明显是一种身段柔软的反抗 王政君以至尊身份来收买民心 表现仁慈 留心未必高兴 但也说不出什么来 于是 在官吏和平民眼中 以往娇奢淫逸的王氏家族已经改弦更张 倒是傅氏家族变得咄咄逼人 王政君以七十岁高龄和太皇太后的身份 出行时都让亲属在前面领着 以避开丁氏和傅氏 以免被辛贵侮辱 路人看到此情此景 有人同情地哭 这种对王氏的同情成为后来往往付出的民意基础 打击了王、赵两家 留心并不是要为傅、丁两家疼地方 他频繁更换大司马 施丹之后 傅氏家族的傅习、傅燕和丁氏家族的丁明先后出任大司马 每人在职的时间都不太长 可以说 在董贤崛起之前 大司马的职位已经不如从前那样具有权势 更像是为劳外妻的顾问之职 而非辅政的权臣 傅太后也没有像当年王正军那样 把大司马当作外妻牢牢把控朝政的关键 而是将精力放在一些无足轻重的邪院报复上 留心的即位给了傅太后一书兄弟的机会 将他多年来压抑的愤闷之情肆意释放 造成留心执政前期非常不雅观的内庭形象 反而衬托出王室家族的正当性 傅太后这么做 也是人之常情 早在汉原帝时期 他与冯昭仪一时俱为皇帝宠妃 王正军是一个连尸宠都谈不上 属于五宠的皇后 而且,傅太后的儿子也很为汉原帝喜欢 但就算如此 最终大魏仍然由王正军的儿子继承 多年来 傅太后一直作为定陶王的亲眷待在外藩 受定陶国相的侠制 也不得不经年累月地向汉成帝母子朝请进献 他宠爱的儿子定陶王很早就去世了 这势必增加了他的压抑和痛苦 如今,孙子荣登大保 他没有理由继续压抑自己了 然而,傅太后似乎从未认识到 政治的本质在于决断国家施政的路线 她不明白达成政治意图的途径是夺取重要的职位 更不明白只有路线清晰且职位稳固 才能进一步谈论划分敌友 争取同盟 打击异己 换言之,傅太后不具有政治头脑 但她复仇的心性却很剧烈 赤退王莽 打击王政君 拉拢赵飞燕之后 她把精力放在一桩与国事与政治没有多少关系的私事上 报复当年和她一同受宠的冯昭仪 如今的中山王冯太后 冯太后冯元家世显赫 人人都熟悉冯唐一老 李广南风的典故 冯太后就是冯唐重孙的女儿 多年前 汉元帝曾带着平 赴去皇家动物园看猛兽 一头熊突然爬出笼子 攀上围栏 傅昭仪吓得落荒而逃 冯昭仪却挺身而出挡在皇帝面前 这一壮举令汉元帝感动万千 也令傅昭仪终生疾恨 现在的冯太后并不太关心中央的皇位更迭 把精力放在赵管孙子刘姬子身上 因为姬子身体不好 冯太后多次到庙里祈福 刘欣听说后 派遣进尘 一个名叫张游的业者去中山国慰问 还带了医生 但张游据说有点神经病 私自逃回长安 于是被弹劾 张游害怕担责 就诬告说冯太后在中山国诅咒刘欣和傅太后 这件事情很可疑 因为张游是业者 级别虽不高 却是皇帝进士 主殿上时节威夷 很难相信皇帝会选择一个神经病担任业者 这件事最大的可能是傅太后收买了她 让她找冯太后的茬 不管怎样 张游既已告状 朝廷就不得不查 先派御使丁玄去查 抓了冯家一家子 却毫无所得 又增派一个叫使利的中业者令去查 使利受傅太后指使 以大行严审冯太后及其家人 死者数十人 终于有人受不住 只得供认冯太后诅咒皇帝 阴谋弑君 目的是立中山王为帝 冯太后当然不承认 使利逼迫说 雄之上殿和其涌 金和妾也 十七 冯太后一下子明白了 对左右人说 这是只有汉原帝和傅太后知道 你使利如何晓得 可见 这次是专门冲着我来的 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的陷阱 于是 他不再申冤 引要自杀 他的弟弟姨湘侯也不得不自杀 最终 案子由经办人使利 丁玄署名 由冀周牧无将龙领贤署名上报汉庭 朝中有人对这个案子颇为不满 曾当过三年 经兆尹 现任私利的重臣孙宝就站出来要求重审 惹得傅太后暴怒 大骂刘新帝制私利 主使查我 胳膊肘向外拐 刘新只好将孙宝下狱 尚书蒲舍唐林站出来为孙宝争辩 刘新反而更加恼火 认为两人捧挡比舟 将唐林贬折到敦煌 所幸大司马复习以傅氏家族成员的身份站出来力争 孙宝才被放出来 而那个据说是神经病的张游竟然因此事被封为官内侯 使利生谦为中太普 强行将此案的影响压了下去 冯太后一案对刘新的前妻执政造成了恶劣影响 朝廷内外都很同情冯太后 越来越多的人厌恶傅氏家族 这段时期发生的灾疫 多数会被大家解读为傅氏家族的善权和强势 王氏家族基本上不再被看作灾疫来源了 冯太后作为诸侯王太后 并未参与中央宫廷政治 也不够成父 兵两家的威胁 傅太后却将她作为眼中钉拔之后快 其原因史书没有名言 这并不难理解 历史上并非所有的宫廷斗争都源于政治 很多就是私人恩怨 我们无法得知冯太后与傅太后这两个女人一辈子究竟有怎样的纠葛和仇恨 但傅太后任凭自己发泄私欲 将无辜的冯太后逼死 却放过政敌王政军 本末倒置 这绝不是政治家的素养 冯太后一案期间 掌管宫廷侍卫的郎中令领包 内庭侍从黄门郎段游战了出来 这两位都是留心的进臣 他们上书提出傅太后和丁太后的尊号公皇太后、公皇后 都是来自定陶公皇 而定陶只是一个王国 与其帝国外戚的身份不符 建议制定和皇族相称的礼仪 并给定陶公皇在长安建立宗庙 此时的三公丞相孔光、大司马傅喜、大司空师丹全都反对 师丹在上一次董宏提议时就反对 傅喜作为傅氏家族成员也反对 可想而知傅太后和其不得臣聊是大夫的欢心 留心可能迫于傅太后的压力 但更可能是出于消除外戚专权、防止大臣协制的长远目标 在经兆尹朱伯的配合下 先罢免了大司空师丹 师丹高乐侯的爵位被耻夺 改为官内侯 朱伯顶替他为大司空 朱伯紧接着向傅喜和孔光发难 傅喜被免大司马、遣救国 离开了长安 孔光最惨 罢免丞相 收走博山侯印寿 免为庶人 到了建平二年、公元前五年 根据朱伯的提议十八 刘新正式遵赴太后为帝太太后 几年后又更名为皇太太后 称永信公 和王政君并列为至尊 丁太后为帝太后 称中安公 父、丁两家终于得偿所愿 朱伯则趁机上位为丞相 朱伯就是多年前 王莽送女人给他的那位将军 当时他默默接受了这个女人 替王莽消弭了机翼 而今 朱伯却上蹿下跳 死心塌地与父太后结党 不久 他和御史大夫十九兆玄共同上奏弹劾 以不担任官职的施丹和王莽 理由是 当年施丹 王莽拒绝董红尊父太后的行为是错误的 应当将施丹 王莽都免为庶人 朱伯这么做 直接原音当是父太后的指使 往往把女人扔给他那件事 可能也令他不快 不过 深层原音是 朱伯出身 武力 当过亭长 他从基层一级级干上来 风格尽于酷吏 特别讨厌儒生 他在地方上当刺史 太守期间 到哪儿都不任用儒生 他有一句话很有名 如太守汉利 奉三尺律令以从事尔 王乃生所言 圣人道何也 且持此道归 遥顺君出 为臣说之 如风圣行时 朱伯却坚定捍卫汉汉帝国传统 强调承在汉道的是三尺律令 如生的圣人之道毫无意义 让如生们滚蛋 等你们的遥顺圣君出现 再摆你们的道理吧 朱伯的风格和流心追忌武帝 宣帝的执政精神高度一致 因此才得到重用 一旦得势 石丹 王莽等如臣 自然会遭受他无情的打击 朱伯的上奏得到流心的支持 石丹彻底失事 被免为庶人 王莽因为王政君的面子 没有被夺绝 但是取消一切待遇 遣救国 两年前被王莽弹劾而被剥夺高昌侯爵位的董红 则恢复了救绝 与王莽一并被逐出长安的王室家族成员还有凭阿侯王仁 理由是王仁藏匿赵昭仪的亲属 王仁是王莽叔父王潭的长子 他们父子兄弟为人都比较耿介 在上一辈里 王潭与王凤关系就很差 到了王莽这一辈 王莽与王仁也来往不多 所以 王仁的遣救国与王莽无关 估计是行侠仗义惯了 接纳了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赵氏亲属而取获 这是对王氏家族的最沉重打击 距离王莽罢免大司马仅两年 王莽不得不待在新兜国接受郡守和国相的看管 在中央的影响力几乎荡然无存 此事引起朝中部分大臣的不满 为了平息舆论 刘欣把两年前被废的成都侯王邝的弟弟王毅抬了出来 继承成都侯的爵位 并招致内省担任时钟 王毅是王莽的堂弟 才能不如王莽 如果说 将王莽逐出长安给了王政军一记重重的耳光 那么用一下王毅是耳光之后的插墙辅慰 马车载着王莽缓缓离开长安 他抚摸着新都侯的印寿 步入入世以来最灰暗的日子 十六 王莽与孔休 其实刘欣的日子也很灰暗 在外人看来 傅太后的强势重蹈了外妻干政的覆辙 但刘欣很清楚 汉朝除了吕后 女性外妻无论地位多么尊崇 也不具备处理日常政事的合法性 家族总要推出一名男性担任要职来取得侍权 傅太后虽然气势汹汹 顶多只是干预个别人事安排 没有处理朝政大事的强烈愿望 还常常被她拿来当枪使 对付王室以及外朝不顺从的大臣 傅氏家族的傅喜、傅宴、丁氏家族的丁明 虽然都当过大司马 但刘欣没有给他们大权 最不顺从的傅喜还被撵出长安 权力远不如成帝时的王室家族 而且 刘欣对前朝熏旧、帝师、三公之类等潜在的权臣毫不手软 如果这些大臣在某件事上不顺从 刘欣总会找理由将其赤退甚至处死 曾把王莽逼走的朱伯 因为被发现和傅宴结党 更听傅太后而非刘欣本人的话 在王莽遣救国后不久就被刘欣逼迫自杀 此外 刘欣还逼死了足书东平王刘云 总之 外妻也好 大臣也好 诸侯王也好 都不要想着当权臣 很快 刘欣又发现了董贤 将他快速提升为大司马 董贤的不服众望恰恰意味着大司马的权势已经衰微 犹如皇帝的玩物 皇权占据了上风 刘欣一朝 只有宠臣而无权臣 但是 有一样东西他无法通过皇权来消弭 自从他即位以来 天下仍然在意平线 地震、水灾不断 朝野要求按照儒家改制以消除灾意的呼声越来越高 更极端的是 欲言汉历终衰 天命转移的流言也时常传到流心耳中 在当时天人合一、天命转移的氛围里 流心也不是局外人 同样身性不移 但灾意、谣言毕竟只是一种现象 其内涵到底指向天子还是大臣 是指向外戚还是蛮夷 其解读却是开放的 也是存在争议的 当一种在意有多种解释的现象越来越多 那么最终的解释权一定会转移到拥有实权的人物手里 比如 《皇帝流心》 总之 流心尽管对汉朝的未来忧心忡忡 但仍然保有努力振奋 通过改制来力挽狂澜的袭击 中央的朝局日渐明朗 被遣回新都国的王莽也在重新思考汉加天下 尽管史料匮乏 但以王莽的敏感性格以及他后来所做的事情推断 他应当注意到局势尚有余地 第一 太皇太后王正军仍然健在 为集尊、无人撼动、中央官员和地方太首里还有一些是当年王室举荐的人 第二 父、丁两家虽然气焰嚣张 但只知奢侈享乐并无大权在握 王莽救国期间 丁太后去世 归葬并逃国 刘新令舅舅杨安侯大司马票继将军丁明送葬 从长安到定陶二十一约一千三百里 一路一丈宣赫 耗费公躺无数 在定陶公皇的陵园 刘新竟然征集了五万人挖开陵墓附土 以便让丁太后与公皇夫妻合葬 这件事过于张扬、使得父、丁两家外妻备受机翼 成为灾疫的指涉对象 王室家族反倒成了宫中体国的前朝故旧 被拿来抒发对时政的种种不满 第三 皇帝为消弭灾疫 搞了一次改缘再受命的操作 虽未成功 但透露了皇帝对天命的畏惧 证明他的心性仍可被儒家影响 这就意味着天下仍然需要君子 需要贤者、需要圣人 自遣就国那天起 朝中就有人为往往鸣不平 有人甚至颂扬他是不是初的伟大人物 有多伟大?圣人可忽 在西汉 皇帝很少自称圣 主要是不敢二十二 而圣人如孔子 有圣人之德 无王者之位 晚年获临寿命 却大势已去 不得不绝比 春秋 将王者的工业寄托在经书中 孔子终究只是圣人而非王者 为后世所遗憾 往往就国的路上 经过许多郡县 常常会有当地名流官员想要拜会他 他却什么人都不见 陪伴他的主要是三名女必增益 怀能、开明 他咀嚼这圣人孔子的时运不济 仿佛也在周游列国 不免联想到自己同样空有圣人之德、贤人之能 却没有位置来舒展抱负 为天下开太平 与孔子的命运和其相似乃二 古往今来 凡是能被万众高呼推为教主的 无不是自己先有圣人的自诩 倘若自己都不信 如何能够通过行动和言语来感召世人呢? 新都国位于南洋郡 十七年以后 有个叫刘秀的人将从南洋起兵 当下的南洋繁华附属 新都也是高于之地 但这未必能给王莽何种安慰? 因为遣旧国意味着被边缘化 南洋太守对王莽的归国不敢怠慢 临选了一名新附属力去新都国担任国相 这包含了复杂的考虑 这一时期侯国的国相相当于县令 掌握着侯国实权 列侯名义上是侯国的封军 实际只有十亿的好处 并无治国的权力 列侯一旦被遣救国 国相籍负有监视和限制之责 因此 南洋太守既要考虑到不违逆皇帝的意志 把王莽 看管好 又要考虑到王莽的名誉和身份 不与他为敌 尽可能尊重他 这就需要选一个自己既信任又了解 且具备与王莽交往的资格和水平的人 他选了孔修 孔修是南洋本地人 从姓氏可知 他应该是圣人后裔 孔修是儒学中人 仰慕王莽多年 由于自身地位卑微 没有机会与王莽交接 接到去新都国担任国相的调令 孔修既经且喜 他一上任即主动拜见王莽 行臣聊之礼 而王莽也极尽礼数 两人一时相见恨晚 言谈甚欢 国相名义上是王侯的臣聊 其实是汉官 并不会真的把王侯当主公 有些王侯与国相甚至会交恶 互相陷害 王侯谋反 先杀国相 国相不满 诬陷侯王 君屡见不鲜 王莽遇到孔修这样支离谨慎的君子 两人还能续一番君臣之情 实属难得 王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 在新都国闭门不出 以闭于论 孔修则尽心竭力治理境内事务 有一次王莽生了重病 孔修日夜守候 即尽臣下之礼 令王莽感动万分 为了报答这份恩义 王莽像以往那样 将一把装饰有玉石的宝剑赠给孔修 王莽与孔修已经交往颇深 理应知道孔修并非贪财好利之人 本就不该以贵重物品相赠 形同收买 代之以偿人 反而降低对方人格 孔修见此 果然大吃一惊 拖延这是王莽私人爱物 且见是玉石 十分珍贵 尖刺不受 王莽似乎没有感知到孔修的真实想法 认为孔修只是碍于情面不收 就说 我没别的意思 也不是要送您宝剑 是看您脸上有块斑痕 据说每玉可以驱斑 我是特意送你剑上的玉石 王莽边说边把宝剑上的玉石解了下来 这番托词并不高明 所以孔修坚决不收 王莽突然产生一种被拒绝之后的激情 有些恼羞成怒 你越是不接受 我偏要送给你 这个劲头一上来 谁也拦不住 和因为别人计较他那切 愤而将女人送给朱博的行为完全一样 他的性格里有一种极端的因素 莽曰 君贤其假邪 遂垂遂之 自国已尽修 修难受 王莽就像小宇宙爆发一样 瞬间变得猙獰可怖 他说难听的话 您是觉得这很贵重是吧? 他做难看的事 把那雕花的玉石砸碎 找了快步薄包了起来 必须要送给孔修 孔修只得收下 收下玉石的孔修 不仅对王莽爆发的这种帝王之怒倍感恐惧 也对他这极端的性格十分抵触 更对这位举世称颂的君子 渐行礼仪的儒宗产生了幻灭 王莽是当时的公众人物 很多儒生氏大夫的偶像 历史上有不计其数的英雄偶像 一旦亲近就会褪去光环 王莽也是如此 他这种神经症人格二十四非亲近之人所 不能知 而且 王莽不只是一个偶像 还自认是圣人 甚至是圣王 这种性格将日益显示出可怕的效应 自此 孔修便有意与王莽保持距离 不再推心致富 他的马车也越来越少出现在喉门的缺下 但越是如此 王莽就越要亲近孔修 好像完全看不出孔修在躲避他一样 多年以后 王莽确实成了帝王 他更加不能忘记卑微的孔修 以高官厚禄去聘任他当国师 孔修则称病不见 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正史里 是南洋老乡刘秀为了包扬他对王莽的态度 赏赐了他的子孙 十七点一摘史瓜毫 从新都侯宅邸的缺下走过 很少有本地人见到大门是敞开的 但大家会忍不住猜测 议论 更多的是自豪 有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居住在这里 他谦逊之理 深沉低调 很少抛头露面 直到有一天 新都侯的公子自杀了 传言很快得到证实 人们注视着从侯门徐徐而出的官车 好试者还会跟随出殡的人群到郊外下葬 远近回荡着那首送殡的晚歌浩礼 浩礼谁家地? 聚恋魂魄无闲鱼 鬼伯义何相催促 人命不得少迟处 二十五 新都侯面色凝重 悲痛万分 这可是丧子之痛 人之常情呀! 慢慢地 先是从恐羞的治所传出不幸消息的来龙去脉 随后整个新都国的百姓都听说了这起悲剧的细节 再以后 这件事情传到了长安 内庭与外朝都知道 王莽赐子、王获自杀了 这件事令许多人震惊 也令许多人感愧 说起来 事情非常简单 其因于王获卫所适杀掉了一名奴婢 奴婢? 不就是主人可以买卖和赠送的家庭财产吗? 没错 但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牲口 从张家山出土汉奸的情况看 奴婢是以人的身份被纳入主人户籍的 其民事责任与主人的子女相似 西汉自立国之初就有释放奴婢的先例 到了王莽的时代 主人善杀奴婢甚至奴婢死因不明 都会被法律追究 即使贵为丞相高官也在所不免 事实上 因为失去土地或是逃避姚役 有些农民甚至主动逃到达官贵人的羽翼之下充当奴婢 所以 奴婢在身份上当然低人意等 缺乏人身自由 被主人以止气使 打骂呵斥可谓家常便饭 但主人并不敢随意杀死 特殊情况下 个别主人还会把身后财产留给奴婢 像魏卿这样由皇室成员续养的奴婢 甚至机缘巧合成为大将军 总之 列侯或是高官杀死奴婢避暑犯罪 会受到处罚 更会受到舆论谴责 但还不至于偿命 在这种氛围里 王获杀死奴婢被往往严厉怯责是很自然的 但王获为此自杀又显得小题大做 虽是自杀 谁都看得出 这是王莽逼的 王莽有四个儿子 可从人情考虑 哪一个儿子不是心头肉呢? 王获之死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议论 大多数人对此极为赞赏 不仅因为王莽大义灭亲 更在于奴婢问题是当时的社会热点 是儒家关注的重要伦理议题 儒家对此态度鲜明 忍者、爱人 如何对待奴婢 是苛刻还是宽容 显示着一味是大夫的德性高低 王莽为了一个奴婢不惜逼死儿子 体现了他对生命的尊重 但也有一部分人大为惊骇 因为按照儒家的另一个原则 父子关系之为亲密 态度也很明确 不是什么伦理上的疑难杂症 孔子有个故事人尽皆知 叶公与孔子曰 无党有职工者 其父攘阳而子正之 孔子曰 无党之职者亦于是 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执在其中矣 26 故事很简单 叶公告诉孔子 自己的故乡楚国有为父亲偷了羊 儿子去告发他 这是合乎道德的 孔子却说 我们家乡的风俗不同 如果有类似的事情 父亲帮儿子隐瞒 儿子帮父亲隐瞒 这才是道德 这就叫做父子相隐27 在西汉的司法实践中 这种亲人之间的相互荣隐 而不是相互举报 被提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 儿子告发父亲犯罪 不仅不会被看作大义灭亲 还会被认为是违背道德底线的恶行而被处死 汉宣帝在位时期曾下诏 把这个原则说得明明白白 父子之亲 夫妇之道 天性也 虽有患祸 由蒙死而存之 成爱结于心 人后之治也 岂能为之灾 自金子守逆父母 妻逆夫 孙逆大父母 皆悟作 其父母逆子 夫逆妻 大父母逆孙 罪殊死 皆上请庭位以闻 二十八 意思很感人 父子 夫妇之情都是天性 要彼此尘爱 虽死不渝 因此 如果儿子包庇父母 妻子包庇丈夫 孙子包庇祖父母 都不要追究包庇者的责任 倒过来 长辈包庇晚辈也是如此 除非罪犯是殊死的大罪 比如谋反之类 但这也需要请示中央司法部门定夺 从孔子所主张的父子相隐观念过渡到亲亲相隐的司法实践 在西汉已经是朝野共识 违背这个原则会被看作不道德的 无独有偶 与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的古希腊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有个叫做尤旭弗伦·尤特弗尔的人 他的父亲无意间杀死了一个庸人 他就去城邦的法庭控告父亲 陆遇苏格拉底 被杰柱聊了很久 聊的话题也很相似 你控告你父亲这件事前进吗? 29 古希腊的事情这里就不深究了 总之亲亲相隐是古代东西方都非常重视且态度相似的伦理难题 王莽作为儒学中人、逼死儿子 岂不是违反了荣隐的大原则? 这件事 亦当是恐羞对王莽彻底幻灭的重要事件 当然 王获是自杀的 并不是王莽将其送至司法部门 换言之 是王莽严厉的人格促使了王获之死 这似乎并不违反荣隐原则 进一步说 在当时很多人看来 这也不是王莽大义灭亲 而是父亲以仁者爱人的儒家伦理迫使儿子羞愧自杀 是对亲人的道德救赎 这就不是对儒学的违背 而是忠实的实践三实 在这种视野里 除了了解王莽的人 多数人不认为王莽是在孤名钓鱼 而更加认为朝廷把王莽赤逐出长安是一桩冤案 以至于在国三岁 立上书冤送莽折以百数 三十一 王莽在新都国的三年 刘兴也已经完成独掌朝政的目标 此时 董贤已经成为刘新的宠臣 大司马虽由丁氏家族的丁明担任 受宠远不及董贤 外妻权势不出后宫 刘新已基本恢复了五、宣二帝的权力 外妻无论姓父还是姓丁、姓赵还是姓王 都对自己没有威胁 引起留心警惕的是建平四年、公元前三年的一次灾疫 与那些常见的天地意向不同 这次灾疫是帝国、民众的大规模流动 这年正月 从关东地区开始 平民们开始相互传递一种叫做行召愁的东西 这玩意儿用木片、竹竿之类制作 传递的人你给我 我给你 多的时候仅仅在路上就能聚起千人 集体迷狂理 有的劈头散发 有的赤脚暴走 有的驾车狂奔 居然遍及二十六个郡国 这种传递赵筹的行为 有点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颇流行的连锁信 一封信抄路若干粪分发出去 每一封都要求收到信的人在抄路分发若干粪 照着做的会发生好事 否则就会遭灾三十二 传到长安后 这些流民在里向千百里聚集 唱歌跳舞 行巫术 念咒语 集体祭祀一个叫做西王母的神灵 据说可以长生不老 这一群体性事件直到秋天才渐渐平息 持续了好几个月 此事完全脱离了帝国的掌控 很多官员也投入其中 刘新德之后感到非常恐惧 因为这场灾疫散发着末世气息 渗透着汉朝气数已尽 天下即将大乱地隐秘含义 至于原因 有的大臣认为是大汉导致了流民 有的如杜叶则认为是父 丁两家全是过剩 又过几个月 袁寿元年 公元前两年 出现了一次日食 日食是重要的灾疫 刘新不敢怠慢 荀历下诏称此次日食绝就不远 在于一人 有罪己之意 并大赦天下 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者为他解说此次日食蕴含的天意 举贤良方正是西汉常见的建举措施 自汉文帝时期施行 天下有事的时候 皇帝亲自听取贤良方正们的直言建议 说到皇帝心坎上的 会被直接授予官职、朝措、公孙红、董仲书等名臣 都是通过贤良方正进入中央朝廷的 这次所举的贤良周护 宋崇给刘新上书 戒日食为王莽名不平 要求把王莽请回来 就在这个当口 王莽最大的仇敌 不可一世的傅太后去世了 刘新一边审视着这封奏书 一边翻阅从新都国乃至全国宋上的 《关于给王莽恢复名誉》的《请愿书》 觉得王莽可能没太大威胁 一个失事的外妻、书呆子、召回长安 既能消除灾疫的影响 又能为自己赢得生育 还给了王正军面子 何乐而不为 刘新很快就下赵征王莽回到长安 一并被召回的还有平阿侯王人 理由都是照顾日益衰老的王正军 也就没给王莽安排职务和待遇 但已经令许多人满意了 千里之外三十四的新都国 王莽从面色肃然地恐羞手中接过赵令 感慨涕零 匆忙收拾一番 连夜踏上了北上的道路 此情此景 正如七百年之后的李太白所说 总为浮云能避日 长安不见使人愁 注释 以按照天文学推算 这个月并未发生迎祸首心 见黄毅农 兴战 是应于伪造天下 以迎祸首心为例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十卷第二期 黄毅农认为 敌方尽可能是被卷入了政治阴谋 刘次元认为 这个月的天象是迎祸首太威 梵东上下 同样属于对天子不利的胸下 见《古代迎祸首心记录》再探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27卷第四期 后文对这一事件还将详细叙述 二从今天的医学角度看 可能是脑溢血 三却有个别观点认为 汉成帝是自杀 因为史书记载他身体很好 却在立太子 内庭任用王莽为大司马 外庭任孔光为丞相后去世 时间上仓促 行为上却很从容 所以怀疑是自杀 但缺乏史料支持 辽贝义说 四此处及以下关于刘新即位的礼仪安排 参考李俊芳 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 在《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 武汉书 《埃帝记》第345页赞语 赌孝城市路去王室 权柄外移 是故临朝屡诸大臣 欲强主威 以择武、宣 这个评价被有的学者认为是粉饰虚夸 但从汉埃帝的行为来看 这个评价应是当事人的看法 符合实际 不宜以成败和后世眼光来评判 六这里使用外戚传统而较少使用外戚制度 因为外戚是基于情感、礼仪的亲亲关系 平民也有外戚 充满着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感情的纠葛和爱恨 不宜使用生硬丁冷的制度来将其抽象 这一点 在外戚与皇帝的关系上最为明显 戚后面又增加一位列侯 汉书、五行至第1450页 九以上两隐俱见《汉书》、《网网传》第4042页 实例如明朝家境年间大礼仪事件一脉相承 十一汉书、《外戚传》第4042页 十二汉书、《网网传》在描述这件事情时 紧跟着董红尚书一事 说后日云云 但据汉书、董红尚书在尊定陶公王为公王之前 而埃帝纪明言此事在四月 因此 董红尚书即被免一事亦应在四月 同时 王莽被免大司马是在七月丁卯 且仅成为央公宴会事件 所以 《网网传》里的后日云云 并非后天 而是后来之意 十三汉书、《网网传》第4042页 十四校尉是五职的名称 十五汉书等皆称之为私立校尉 其实这个官职是私立 十六王去集在留心为太子时就为侍臣 所以关系不错 王红是后来才进入内庭的 十七汉书、《外妻传》第406页 十八汉书、《诗丹传》第3509页 十九汉乘地隋和改制 将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 汉哀帝刘欣在建庭二年又改回御史大夫 这段正事恰好发生在改名期间 四年后 刘欣又将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 二十汉书、《诸伯传》第3400页 二十一金山东河泽一带 二十二行一田 秦汉皇帝与圣人 见识著天下一家 中华书局 2011 二十三汉书、《网网传》第4043页 二十四神经症人格是一个现代心理学术语 不是疾病、神经病 而是用来描述一个人性格中的焦虑、脆弱、偏执、强迫、冲动、追求完美或极度自卑等表现 显然 我们无法对王莽进行临床诊断 只能通过史料进行分析和猜测 二十五彭卫、杨振宏 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 第437页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二十六论语、子录 二十七对此论题的研究 《陈毕生、经学、制度与生活》 《论语父子相引张书正及大成》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二十八汉书、《宣帝记》 第251页 二十九柏拉图 《游旭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童》、《严群义》、《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九》 三十这应是当时很多人的看法 班固在《汉书》中重述了这个事件 将其引导为王莽的虚伪残忍、缺乏人性 这是基于王莽败王之后的追溯 应与这个事件发生时的舆论不太一样 三十一汉书、《王莽传》 第4043页 三十二连锁信的案例 《建律宗立》、《汉代的谣言》 第27页 《驻三》、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三十三汉书、《埃地记》 第343页 三十四自长安至新都 约五百公里